时间一天天过去 期间发生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就是高考分数已经出来 柳盈盈的成绩不是最好 但进入名校毫无悬念 就看他最终的选择是什么 第二件大事就是陈凤到了京都后 先是找人对写字楼进行重新规划 然后买入各种办公家具和办公设备 人才的招聘同步进行 仅仅一周时间 一个公司的初步班底已经组建起来 用他的原话就是 只要钱到位 什么活都好干 等公司步入正规 再逐渐的细化各个职能部门 最后一件大事就是 京都新世纪拍卖行 成功举办了第一次古董展示 经过媒体大力宣传 把秋季拍卖会炒得越来越火 7月6日 终于要出发前往辉州 陈家的那位百岁老人 就是住在辉州一个靠山的小村庄里 天空蓝车深宝时节在高速上飞驰 爸 这车坐起来还真舒服 推背感超强 比家里老车强得太多 8万车子能和80万车子相比吗 家里原先那辆车子 等你拿到驾照 先练练手 师姨回头看了眼 李莫说道 这次去给你施工拜寿 也住不了几天 你怎么带了两大箱行李 也不嫌累赘 妈 这你就不懂了 我这是有备无患 看车里空间大 所以就多带了些 就你呢 行吗 李莫得意一笑 老李 到了地方 别忘记从县城走下 我们买些烟酒之类的带过去 我提前准备了二十个红包 也不知道够不够的 不行的话 到了县城再多取点现金 二十多年没回去过 也不知道到时候 会有多少后备弟子前来 我们还是多取点现金 李莫白白手说道 烟酒 茶叶你们就别操心了 我已经办妥 爸 车子开到下一个服务站停留下 那辆送货的车子 会在那里和我们会合 现金也别担心 我带了不少 肯定足够用 你买了多少东西 居然还用车送 也没多少 爸你注意开车 保时捷在高速上行驶了一个多小时 拐进一个服务区 李莫下车打个电话 很快一辆乡视小卡开了过来 停在保时捷旁边 李莫和司机对接一下 确认无误 就让他开着车 跟在后面便渴 徐家兴是个做生意的料子 烟酒 茶叶品质都很好 见李莫采购量大 还特意安排员工送货上门 省心省事 老李 小莫他是不是太夸张了点 难不成买了一车东西 师姨有点无语 儿子有心 这是要给我们睁脸呢 李莫重新回到保时捷车里说道 爸 我们继续出发 车子跟着导航一直开着 李莫觉得挺无聊 就找了个话题问道 爸 姑姑家这次要过去看一下吗 当年我离开陈家村时 你姑姑还小 一晃都二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到了陈家村先安顿下来 如果时间充足了的话 就过去看看他 听你陈师兄说 你姑姑生了一对龙凤胎 现在也要有十四五岁 老李 这次我们回陈家村 狼家沟的那些人听到消息 很可能会去找你 想好到时候要怎么应付了吗 如果我妈还在世的话 他们去闹事 我还真有点顾忌 可如今 他们还想去闹事 我自然不会 认他们胡作非为 李莫没有搭他们的话题 毕竟是上一辈的恩怨 但他对那个狼家沟 还挺好奇的 名字起得有点怪 爸 狼家沟是个村子 是的 还是个大村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离开时 狼家沟有住户三百多家 尤其是狼姓 足足占了八成 诗仪接着说道 你爸之前跟我讲过这个狼家沟 据说那里狼姓一族的先祖 可以追溯到隋唐时期 一个叫狼鱼令的人 那个狼鱼令 在历史上很有名 是隋唐时期著名的画家 史书上有他的相关记载 这么说来 狼家沟可是传承了一千四百年左右了 那倒不是 狼姓也是百年前战乱时期 从其他地方迁徙过去的 你爸还说过 小时候在狼家还看到过 十多本古老的族谱 断断续续的不全 不过狼姓一族的来源 还是有据可查的 那些族谱还在吗 李末对这些老物件挺感兴趣 而且 狼姓的先祖 还是隋唐时期的名人 哼 很早之前 就被他们拿到县城的文物局 换了一点钱 李末暗叹口气 随即又问道 爸 那李家那边 还有什么近亲吗 他说的李家 自然是那个早就去世的 爷爷那一方 时间过去的太久 快四十年了 所以李家那边 早已经没有印象 小莫 我听你爸说过 陈家村附近 有一个历史非常久远的寺庙 每年都会在那里举办两次庙会 非常热闹 说不定这次去陈家村就能碰上 到时候一起过去玩玩 那必须的 他们是一大早就出发的 中途休息了两次补充能量 零到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终于下了高速 李末透过窗户望去 外面的建筑 呈现出另外一种古老的韵味 在书上 网络上经常看到 这是典型的灰派建筑风格 要不是有卫星导航 要找到陈家村还真有点困难 二十多年的变化太大 以前都是宁宁小道 现在放眼望去 都是纵横交错的宽敞水泥路 李中盛把车停到路边 然后拨通一个号码 高峰 我已经下了高速 你在哪里 嗯 是沿着这条大道 一直朝前开吗 好的 我开的车子是天空蓝的颜色 车拍号之前已经发过给你 现在就去和你会合 没你引路 天黑前都不一定能到陈家村 车子又朝前开了大约十分钟 就看到一辆面包车 停在前面的路边 有两个人站在车旁朝这边张望着 离着老远就摆摆手 是说 爷爷知道 你今天回来 都念叨过好多次了 一直问你们到哪里了 李中盛一听这话 两眼不惊一红 跟着我们的面包车走 大概二十分钟就能到家 陈家村路口站满了人 男女老少都在张望着 不多时 有眼尖的人喊了起来 到了到了 鞭炮准备 当三辆车停在路口时 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响起 车里的李末 看着眼前的一切 也不由双眼湿润 他看到一个身形消瘦 略微驼背 满头白发的老人 在陈晓峰的搀扶下 站在人群最前面 是师傅迎出来了 李中盛打开车门急忙跑过去 还没当大老人跟前 就扑通一声跪了下去 连连磕头 李末和老妈也连忙下车 这一刻他内心升起一种莫名的热流 眼泪还是没能控制住流了下来 师傅 李中盛跪在老人面前 一个中年汉子在流泪 在老人面前 他始终还是当年那个孩子 老人哭瘦的右手摸摸他的脑袋 中娃子 回家就好 回家就好 陈家老宅的客厅里 百岁老人端坐在椅子上 李中盛恭恭敬敬地跪在他面前 双手捧着一杯泡好的清茶 师傅 请喝茶 百岁老人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他接过茶杯小喝一口 然后说道 中娃子 快起来 师弟 快快起来 百岁老人旁边 还站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者 他上前两步 把李中盛拉起来 师兄 李中盛起身后 又对他抱拳深深一拜 回到这里 就是回到家了 别那么见碗 李中盛点点头 回身指着师姨说道 师父 这是我媳妇 叫师姨 舞蹈老师 好好 百岁老人笑呵呵的 然后把桌子上的一个红包递给师姨 这是见面里 中娃子娶了这么漂亮的媳妇 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气 师姨感谢一番 师父 这是我儿子 你的徒孙李末 李中盛又指向李末 李末 也得到了一个红包 小莫 这是你师伯 李末又是一拜 弟子拜见师伯 哈哈 拜我可没有红包啊 屋内响起一阵笑声 这时陈小枫面色古怪的走进屋子 对他父亲小声说道 爸 叔公他们带了一大车的烟酒茶叶 还有各种礼包 光是那些上等的酒 就有二十箱 烟十箱 茶叶三十盒 东西都搬到内堂了 外面看的人都在议论惊叹 这么多 陈高峰也很震惊 虽然师叔家不缺钱 但哪有送礼 是用车来装的 爸 外面的邻居还都在看着呢 要不要出去散烟 嗯 你叔公带这么多烟酒茶叶 估计也是这么想的 我们出去一下 这个老宅应该修上过多次 里面的家具摆设很简单朴素 桌椅都是那种老旧式的 小莫 尝尝你师公亲手炒制的绿茶 味道如何 陈高尤给李末倒了一杯茶 一阵清香生气 谢谢师伯 李末看他汤色 很纯 有淡淡的香气 他喝了一口仔细品尝下说道 好茶 虽然比不上明前碧罗春的口感 但与雨前碧罗春相比 还是有的一瓶的 哈哈 难怪你师兄回来后 把你一顿猛夸 我本来还有点不信 现在一看不信都不行 师伯 陈师姐大概什么时候回来 明天下午 本来你师公的意思 别让他回来的 毕竟你那边公司才刚刚开始 要忙的事情多 公司还没那么多业务 现在不怎么忙 小莫 虽然陈凤是你师姐 可你不能因为这层关系 而给他开那么高的工资 我听你师兄说 你给他开过百万的年薪 这是不是太多了 师伯 那是因为你不知道高端人才的市场行情 百万年薪听起来挺吓人的 其实到了师姐 那个层次 这薪水真不算多 你放心 我可不是随便给他百万年薪的 陈高游这才放下心来 中娃子 晚上喝一杯 百岁老人小声说道 他又转头看了下李莫 你能喝酒不 李莫轻轻一笑说道 师公 说实话我的酒量真不行 三杯道 你可以喝点洋眉酒 青眉酒 或者葡萄酒 度数不高的 都是师公 你亲手酿造的 自己喝着玩 口感还不错 行 那晚上我就用洋眉酒 敬师公一杯 百岁老人很开心 脸上一直带着笑容 你几岁开始学八级拳呢 真正开始学八级拳 快要五岁了 好的很 人活一辈子 拳就要练一辈子 不能丢 我一定谨记师公的教诲 晚上家宴做的菜 不像酒店那样精致 但很有地方特色 有一道叫臭鲑鱼的 闻起来臭得很 但吃起来 却又香得很 还有一道老鹅汤 口味也很正 李莫破天荒的 多喝了几杯洋眉酒 到了后面酒一上冲 自己是怎么倒下去的 没有一点印象 钟娃子 你儿子的酒量 没遗传你啊 百岁老人乐呵呵的说道 他一直在上学 所以也没给他机会喝酒 师父 这酒量也是慢慢练出来的 等他上大学后 我就不限制他了 你儿子好本事 听高峰说 他要上的那个大学 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名校 比他儿子要厉害好多 李中盛笑了笑 这话可不好接 毕竟陈高峰父子 都坐在餐桌上 一起吃喝着呢 师父 小莫醉了 我先送去回房间休息 陈家村因为李中盛的归来 而变得非常热闹 他们村里出去打工的非常多 还有不少人在城里发了财定居在那里 但逢年过节回来时开的车 就没有一辆比李中盛的车子要好 有人查了下 这辆漂亮霸气的车子 价值要八十多万 再到后来 那一箱箱名烟名酒名茶 从车上搬下来的时候 那场面更是惹人惊叹不已 二十多年前离开的那个李中盛 现在的确是发达了 等李末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时 竟然已经到第二天下午快一点钟了 他拍拍自己的脑袋 师公那扬眉酒的后劲太强 也不知道用的是什么酒袍制出来的 又或者是自己的酒量太菜 穿好衣服走出卧室 就看到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 正坐在桌子旁吃着面条 小师说 你终于醒了 小姑娘长得蛮可爱的 扎着马尾便 穿着毛衣外套 你是 李末看看房子 不是昨天施工的那间老屋 我叫陈小燕 陈小峰是我哥 陈高峰是我爸 小师说 你叫我燕子就行 陈小燕三两口吃点碗里的面 连面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李末口干嗓子干 肚子还饿 小师说 你肚子一定饿了吧 我去给你煮点面条 你先坐这里喝点茶 之前泡的 还热着呢 我自己来煮面吧 李末怎么好意思 让一个小姑娘给自己煮面 她跟着燕子走进厨房 其他人呢 明天是我太爷也百岁寿宴 但今晚就要开席 大概有十五桌 我哥他们都去帮忙准备了 我爸交代过 等你醒了 先给你弄点吃的 然后带你到处转转 其他事情不要你动手 等着吃晚饭就行 陈小年纪不大 做事却麻利 有板有眼 小师说 你给我烧火 我先给你煎两个荷包蛋 然后用开水煮一会 再下面调 做出来的面汤可香了 特别好喝 李末笑了笑 这丫头淳朴的可爱 那她就先做个烧火工吧 洗漱完 热腾腾的面条也端上桌 陈小燕做的荷包蛋面条 还真好吃 面汤里的不但有蛋香味 还有一点点胡椒的味道 燕子 你上初几了 九月份就上初二 小师说 你真的是金大的学生吗 我听老师说过 金大和青大 可是国内最好的两所名校 每个考进去的学生 都是千里挑一的学霸 李末有点脸热 他总不能厚着面皮说对 我是学霸 幸好陈小燕没在这话题上 打破杀锅问到底 李末在吃着面 他就在旁边编织着网状的东西 燕子 这是用来做什么的 放龙虾的 每年暑假 我和小伙伴们都会去沟里 湖里钓龙虾 然后拿到镇上去卖 挣点零花钱 李末将一碗面吃完 连面汤一起喝掉 肚子终于舒服很多 宿醉的后遗症减轻 燕子 下午就要去钓龙虾吗 小伙伴们已经去附近的水沟 钓龙虾了 我下午陪着你到处转转 这陈家沟 因为保留着原资原味的 古建筑风貌 所以已经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小师说 要不我带你去民俗一条街看看 反正下午也没什么要事 他点点头说道 行 我先打个电话 他电话打给李中盛的 才想几声就接通 小莫 你睡醒了 爸 我的行李箱放哪里了 在我们房间里 那里面到底装的是什么那么重 一个箱子里都是现金 电话呢 头顿了下 才小声说道 我回去看一下 先挂了 燕子 我们走 陈家村挺大 有两百多户人家 不过大多数都是老人和小孩在家里 其他人都在外面工作 只是陈家老祖过百岁受燕 外面的人都一一地赶回来 平时较为冷清的陈家村 这几天会非常热闹 燕子 你说的民俗一条街在哪里 不远 出了村子步行十分钟就到 那里本来是只有一座寺庙 后来搞开发后 就把陈家村和寺庙连成一体 那边就搞了民俗一条街 逢年过节什么的 都会举办一些特色活动 不过最大的活动 还是七月和十二月的庙会 那时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过来玩 可热闹了 那这个月什么时候开始 正常都是七月中旬 那边已经开始在搭建一些展台之类 我们过去正好可以看到 陈小燕一蹦三跳 活泼的真像个燕子 陈家村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停车场 不断地有旅游巴车停靠 有人在导游带领下 要么进陈家村 感受下古老的建筑韵味 要么就是和李沫他们一样 朝民俗一条街走去 小时说 你看还挺热闹的吧 燕子直指不远处民俗一条街的入口 人真不少 可能也是因为放暑假的原因 小孩游客比较多 显得尤为热闹 民俗一条街主通道只有一个 大约有三百多米 然后就是好几条分道 但不管怎么走 最终都可以走到寺庙门口 和其他旅游景点一样 这里有很多风味小吃 也有一些是专门卖旅游礼品的 李沫走了五十多米 就看到一个卖手镯的店铺 门口树立着一个公告牌 上面写着 厂家倒闭 所有手镯一律一折出售 抢完为止 燕子 我们进去看看 别啊 小时说 这里没什么好看的 里面的东西都太刺 主要是忽悠外地游客 那公告牌常年放在门口 陈小燕拉住她就要走 我就随便看看 反正也是逛 行吗 那我们一起进去 我面说 他们不会糊弄你 走进店铺 李沫才看到 犹豫一排柜台 里面分两层 摆满了各种手镯 看起来有些是玉石做的 也有金银做的 还有一些是手工工艺品 在墙边也有一排柜子 里面摆放的 看起来都是老物件 银器 木雕 瓷器等 里面游客也有好几波 他们主要看的是柜体里的手镯 李沫目光一扫 顿时哭笑不得 那些手镯就没有一个是好货 要么是石头 要么是经过化学处理的次品 别说是一折 白送他都不要 李沫转了一圈刚要走 目光在柜台上的一个花瓶上扫过 顿时感到意外 他走到柜台旁 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说道 先生 我们的手镯做工都非常漂亮 现在一折出售 你看看喜欢哪款 我拿给你看下 陈小燕走到李沫身边 脸色不满地看了眼那个女人 那女人显然是认识小燕的 忙笑着说道 你们先看 说完走到一边招呼其他人 小师说 我们走吧 别急 我再看看 他朝柜体的几个人喊了句 老板 这个花瓶 你们也卖吗 之前离开的女人又走过来 看看柜体上用来插花的花瓶说道 你要买这个花瓶 是啊 我觉得这颜色挺别致的 比较少见 你们要是卖 价格也合适 我就买回去放桌子上插花用 中年女人看了眼李沫身边的燕子 犹豫下说道 这个花瓶是我们老板在外地进货的时候 一起带回来的 也是因为颜色比较特别 所以才放在柜台上插花使用 不卖就算了 陈小燕真怕李沫被宰一刀 拿着他就要走 既然这位先生喜欢 我们也是能卖的 只是这价格要贵点 中年女人连忙喊住两人 卖什么不是卖 既然她看中这个花瓶 那就卖给 她也无所谓 多少钱 陈小燕扬起下巴 眼神在警告她 别瞎报价 我们老板竞价是一千七 我就赚你个人工费一百行不行 打五折 然后再小砍一刀 五百我们就带走 李沫看看 这么会砍价的陈小燕 内心也是好笑 不卖 中年妇女急眼了 直接回绝 那你再开个价 少于九百别谈 陈小燕这时对李沫小声说道 小师叔 看样子 这是她的底线 你喜欢的话可以买回去 李沫点点头 认同她的判断 她指指花瓶说道 我买了 麻烦你打包好 好好 我这就去找小纸箱 给你们包装起来 陈小燕看到那女人脸上的灿烂的笑容 立马碰了下李沫的胳膊 小师叔 我感觉我们又被她忽悠了 李沫笑而不语 她再怎么忽悠 也忽悠不到自己头上 很快交易完成 那个花瓶用几层泡沫包裹着 放在一个长方提纸箱里 还特地用绳子扎了下 这样好拎在手里 小师叔 我帮你拎着 我自己拎着就好 咱们继续逛逛 燕子 如果是庙会的话 这里是不是更加热闹 那是肯定的 到时候庙会的各种摊位 一直能延伸到我们陈家村 就连那边的马路路边 都会有很长的一排棚子 之前我和小伙伴钓到的龙虾 会自己做出两三种口味 拿到路边摆个小凳子卖 半天轻松 就能卖个好几十斤 小龙虾 你们卖多少钱一斤 十五块 零花钱不少挣 两人在民俗一条街上 逛了一个多小时 美食也吃了不少 正准备去寺庙 那在转转的时候 李墨接到电话 是老妈打过来的 告诉他陈凤已经到家 让他立刻回去 燕子 你姑姑到家了 我们这就回去 那我们快点回去 姑姑可是答应 给我带几个漂亮发卡的 回到陈家村 来来往往的人明显更多 他们都对李墨 露出善意的笑容 还有几个中年男人 主动邀请他到家里做作 小时说 刚才那几人和我是同辈 他们的儿女 按辈分来说 应该叫你输工 好吧 因为老爸的辈分高 所以自己的地位 也跟着水高传掌 回到陈家老宅 一家人正在有说有笑 陈小燕一进门 就朝陈凤跑过去 兴奋地说道 姑姑 你给我带的发卡呢 有 等会跟姑姑去房间拿给你 大哥 你和姑姑一起回来的啊 陈小燕又朝 另外一个年轻男人问道 李墨见到陈小燕的大哥 真的很惊讶 很意外 这个二十多岁的男子 不是别人 正是京都秦家大院的 那个八级拳高手 从部队里退役的兵王 是你 陈小军见到李墨 出现在这里 也是相当意外 绕了一大圈 居然还是自己人 还是自己的小师叔 李墨轻轻一笑说道 一直想找个机会 跟你切磋 看来老天爷 都给我们机会啊 陈小军一抱拳说 挑个时间 刚见面 两人之间就生起一股战意 小莫 你和小军早就认识 李中盛看到李墨拎个东西进来 不由好奇地问道 见过两次 李墨坐到一张椅子上 把包装好的花瓶搂在怀里 一只手 还有意无意地保护着他 你买的什么东西 要不要先放回屋里 叔公 小师叔在民俗一条街 那买了个花瓶 说放家里插花用 那家店老板心眼黑着呢 一个瓶子卖了九百元 陈高峰脸色微便说道 你不是跟小师叔吗 怎么还让他受骗 小师叔喜欢 我能怎么办 陈小燕撅起嘴巴 一脸委屈 高峰 这是还真不能怪燕子 李中盛大概也了解 儿子的做事作风 他不可能跑到这里买个瓷瓶 结合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他手里的花瓶 应该不简单 而陈凤更是反应快 自从他去了京都后 了解的越多 对李墨越是敬佩 师弟 这花瓶不普通吗 见大家都看着自己 李墨从包装盒里 取出花瓶 放在桌子上 在众人眼中 这是一个偏红色的瓶子 红的色度不够正 陈小燕伸手就要去拿 被旁边的陈凤一巴掌 打了回去 他低声说道 不能碰 姑姑 你打疼我了 不就是一个花瓶吗 陈小燕嘀咕几声 不高兴地走到一边去 小莫 我们又不懂 你直接说说 师姨搂了下小燕 责怪地瞪了下子 这是青庸正纪红梅瓶 你们没接触过这类东西 所以听起来有点迷糊 我大概说下 这个梅瓶的表面 是典型的纪红 对着阳光照的话 这个红上面 有一层苏光 它是承袭了 明朝宣德时期的宝石红 和朝康熙时期的狼瑶红 产生的一个红柚中的珍稀品种 李墨在双手笔画下瓶身 再说这个梅瓶的形 形非常好 线条流畅优美 上面这一部分的线条 叫美人间 你们再看梅瓶底部的款 写的是大清雍正年制 这是标准的管格体 管格体就是过去封建时代 因科举考试 而形成的一种考场通用字体 这六字体款清秀淡雅 李墨小心把季红梅瓶 放到桌面上总结说到 又美 行美 款也美 这是大清雍正年的官瑶瓷器 小师说 你说得好厉害 陈小燕就像听天书一样 虽然不是很懂 但听起来就是很有感觉 李墨笑了笑补充说道 这种季红梅瓶款式 我曾经在一个瓷器资料册中 看到过类似的介绍 在老美国的一个博物馆里 就收藏着同样一个 不管是器型 大小 还是色泽 都非常接近 陈凤现在是千年收藏公司的总经理 他自然关注这个梅瓶的市场行情 师弟 这个季红梅瓶价值多少 目前 这种款型的梅瓶上拍的不多 市场价至少要130万以上 师姐 这个梅瓶你回京都的时候一起带过去 先放在银行保险库里 暂时不上拍卖会 行 牛总那边的秋季拍卖会的古董数量已经足够 我们有好的东西 都先收集起来 李墨把季红梅瓶重新包装好 然后交给陈凤 好好收起来 大厅里一阵安静 尤其是陈家的几个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都被这花瓶的价值吓住了 小师叔 请喝茶 陈小燕给李墨倒了一杯热茶 眼睛里满是小星星 今天买花瓶的时候 燕子也是出了力的 把人家的出价 一下子砍了一半 回头师叔丹 读给你包个大红包 就当今后的零花钱 但可不能大手大脚的花知道吗 他这么一说 陈家人心中就明白 那个红包肯定不是几千的事 师弟 别怪着他 还是个小屁孩 爸 我都要上初二了 班级里好几个男同学 都暗恋我呢 大厅里的人都笑起来 是一轻轻揉揉他的脑袋 挺喜欢这孩子的 把心放在学习上才行 陈高峰虎着脸 然后看向李中盛说道 师叔 陈家练群的小辈 今天都会参加宴席 到时候 他们都会来见一见你 大概有多少人 我准备点红包 差不多有五十多个吧 师叔 红包就按照我们这的风俗来 每个红包一摆就行 爸 红包我都准备好了 等会去箱子里直接取就行 这时陈凤放好眉坪回来 看了眼陈小军说道 你小心盯着点 嗯 陈小军点点头 话不多 下午四点多的时候 陈家练群的小辈 都来一一拜见李中盛 他年纪虽然才四十多 但辈分高 是陈家老祖的清传弟子 所以 拜见的人中 也有五六十岁的人 每个人李中盛 都给了一个红包 摸起来挺厚实的 哥 我们要不要也上去行个脸 你看小师书手里的红包 每个里面应该有两三千呢 比我一年的零花钱还多 陈小燕挺心动 但陈小枫却非常纠结 那个红包要不要拿呢 好在到了最后 李中盛不但给陈家兄妹 一人一个红包 就连陈高峰和陈凤 都拿到了红包 也就意思一下 都拿着 谢谢叔公 叔公你真帅 陈小燕拿着红包 激动的小脸都红了 今年的零花钱 不用再愁 你这孩子 没大没小的 红包给你妈收起来 这么多钱你 留在身上会乱花的 陈高峰眼睛一瞪 燕子立刻做个鬼脸 跑了出去 哈哈 小燕子可真活泼可爱 这孩子挺懂事的 他只要放假休息 都会想办法挣的零花钱 平时我们给的他 也不怎么花都 自己存起来了 我听他妈说 他那张卡里的数字 都有五位数了 李默听到这里不禁笑道 我怎么感觉 燕子是个小财迷呢 一屋子的人都笑起来 心情都非常开心 可是没多久 陈小燕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上气不接下气的 他直指外面 断断续续地说道 叔公 狼家沟那群无赖 正朝这边来 他们一边走一边 高喊着你不笑 李中盛陡然站起来 双拳紧握 脸色气得铁青 李默也放下茶杯 眼中露出一丝怒意 他起身沉声说道 爸 你们都留在屋里 我出去看看 狼家沟离陈家村不远 骑个电动车 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 陈家村这边发生的事情 很快就会传到那边去 李中盛离开陈家村二十多年 一直没有音讯 还以为他出了什么意外 没想到 如今衣锦还乡 那气派不输县城里的那些富豪 这等天赐良机 狼家的那些人 怎么可能放过 小师说 我陪你一起 陈小军拳头一握咯咯响 他身上可是带着煞气的 骨子眼里就不怕那些什么无赖 惹毛了他 直接上去狠揍一顿 小莫 你小心点 李中盛叮嘱他一声 然后缓缓坐回椅子上 长叹一口气 在十八岁的时候 我妈因为劳累过度 得了重病去世 那家人不准我为他送行 连狼家沟都没让踏入一步 只能远远地看着 老脸 你不欠他们的 心里不要自责 也不要有任何负担 师姨拍拍他的肩头 好生安慰着他 他能理解他心中的苦 游娃子 一直坐在那里的百岁老爷子 一拍身边的桌子 惊动了所有人 爸 怎么了 陈高游以为他有什么事情 去把陈家的人都给老祖宗 我召集过来 带上棍棒 那狼家沟的一群无赖 这次还胆胆在这里放肆 就给老祖宗 我狠狠地打出去 我是年纪大了 但还没老到糊涂 好 我这就去召集人 师兄 今天晚上要给师父暖寿 不要把事情闹大 还是先看看 小莫怎么处理吧 他脑袋刮活 或许能妥善处理这件事 实在不行 你们也不能动手 我们父子俩 就可以将他们统统摆平 李中盛拦住了陈高游 真要把那群火力旺盛的 陈家小辈都召集过来 还带上棍棒 那事情肯定不会轻易善了 师父 你也消消气 别因为那些无赖 而弃坏自己的身子 我和小莫早就说过了 以后每年都要回来 给你过大寿的 哈哈 那我就尽量多活几年 钟娃子 你也坐下喝茶 高峰 你出去盯着 别让孩子吃亏 陈高峰和陈凤对视一眼 也走了出去 已经下午四点多 太阳还高高悬挂在天空 本就燥热的季节 让人越发的心情烦躁 李末站在门口的路上 看着远处那群人 气势汹汹的逼过来 他们一边走 一边高喊着 不孝子李中盛滚出来 不孝子李中盛滚出来 他麻的 老子先废了他们几个 陈小军气得就要冲上去 被李末一把拉住 小师叔 他们做事简直没有底线 无耻到极点 所以先看看 他们到底玩的哪出戏 我还不认识郎家的那一三人呢 你看走在最前面的那个驼背老头就是 旁边掺着他的是大儿子 那个带着众人 喊的是他小儿子 曾经饭事 还吃过劳饭 等会你别动手 要淡定 再淡定 对付这群无赖 千万别脏了自己的手 李末心平气和地说道 陈高峰兄妹出来 正好听到这句话 站在一旁沉声说道 小军 学学你小师叔 要控制自己的心态 别一遇事就上杆子要干架 打架能解决什么事情 听你小师叔的话 在一旁看着就行 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召集 郎家勾来了二十多人 一路动静闹得这么大 很多陈信的人都逐渐围过来 那群人终于来到陈家老宅前方 郎家的小儿子一举手 那些喊口号的都闭嘴安静下来 驼背老头很苍老 瘦的就像猴子似的 随时都会被一阵风吹倒 但他那眼神却让人很不舒服 有一种阴冷 凶狠 高峰 麻烦你跟李中盛传句话 就说 他爸和两个兄弟过来了 让他快点滚出来 陈高峰没有说话 而是看向旁边的李末 李末此刻却笑眯眯地说道 我爸身体不舒服 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说 你爸 郎老头子上下打量下李末 见他一脸笑容 意识不清楚他是什么意思 小子 不管你是谁 都滚一边去 我们老大要见的是李中盛 你个小崽子 能管什么事 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指着李末喊道 陈家三人 脸色顿时难看至极 李末却滔滔耳朵 好像没听到一样 依旧笑着说道 不好意思 我耳朵有点背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原来还是个残废 那个嚣张的男人 走上前几步 又指着李末的鼻子喊道 让那个不孝子李中盛滚出来 突然咔嚓一声 随即那嚣张的男人传出惨叫 本来就紧张的现场 一下子生起一种毛骨悚然的气氛 李末抓住他的食指 没有好犹豫直接扳断 正所谓食指连心 这突然的变化 让双方都愣住了 折断他一根食指还没结束 李末左手控制住他的拳头 右手狠狠一扇 啪的一声响 本来还惨叫的家伙 一下子被打猛了 半边脸通红 李末一巴掌接着一巴掌 全部扇着他的左半边脸 牙齿都崩了出来 嘴里流血 因为事情发生的太突然 李末那一副把他往死里整的疯狂模样 居然让所有人都一时不敢出声 总共抽了十八掌 半边脸已经不成形 高高肿起 李末这才松开手 一脚把他踹倒在地上 然后转身看了眼 那群狼家勾斗无赖 居然还在笑 这一笑 让所有人心头生起一股寒意 你们刚才都看到了 是这个家伙先冲出来攻击我的 要不是我反应快 恐怕我早被他打伤了 好在我从小跟着我爸练舞 这身子骨要强壮一些 高峰师兄 麻烦你去打电话报警 就说有个亡命之徒 因为想要我爸的钱 所以要绑架我 结果被我反制 让警察尽快赶来 把他抓进去 好好审一审 我怀疑他是团伙作案 哎 谁让我爸太有钱了呢 这是什么骚操作 还能这么晚 陈小军脸皮动了动 他小声说道 师叔 你不是说要淡定的吗 对啊 我很淡定 李末笑了笑 朝那群人一抱拳说道 不知道是哪位要找我爸的 他身体不舒服 这么多人都进去见他 肯定不合适 要不你们拍个代表 我带他进屋好不好 狼家沟的人 一时都被他的手段吓住了 他们相互看一眼 眼前这情况不对劲 小子 你跟我玩音的 真想不到李中胜那个不孝子 居然生出你 这么个狡诈的儿子 狼老头子尖声说道 我做事一向光明正大 刚才这人要攻击我 这四周很多人都亲眼所见 他们都可以为我作证 对 那人真可恶 当着这么人的面还敢攻击小师叔 什么攻击 刚才明明就是突然偷袭 要不是小师叔反应快 他肯定会受伤 小师说 那人蓄意要绑架你 俄书宫的钱 这个 我们都亲眼所见 报警 立刻报警 我们都为你作证 怕他们的鸟 再敢对我们小师叔无礼 小爷回去提个棒子 就将你们都捶死 四周陈家的小辈都群起激愤 狼家斗的这群人太嚣张 居然还胆敢到陈家村来闹事 他们并不清楚 李中胜和狼家的恩怨 但知道不久前 他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个大红包 要不是陈高峰在现场震着 指不定有些人早就跳出来动手了 你看看 我没冤枉你们吧 李末耸耸肩头 不孝子 不孝子 李中胜 你给老子滚出来 狼老头仔气的直哆嗦 然后剧烈咳嗽起来 哦 这位老大爷口口声声说 我爸是不孝子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们之间有血缘关系吗 我爸的户口 在你家的户口包上吗 如果有 你说出来 如果没有 我马上就报警 你们已经对我爸构成了诽谤罪 我严重怀疑 你们和这个意图攻击我的人是一伙的 小子 你在血口喷人 你居然也知道 血口喷人这四个字 李末收起笑容 满眼都是不羡 重恨一声说道 有事说是 别跟我玩那套下三滥的不要连手段 大不了我们一家现在就走 从此以后 永远不回陈家村救世 而你们也别想从我爸口袋里 拿到一分钱 李末一连放出几个大招 先是武力镇压 而后反咬一口 再连连逼上 将狼家沟的 那群无赖嚣气焰 狠狠地打压了下去 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想要好好说事 就要端正你们的态度 如果谁在嘴里喷粪 今天这事就绝不善了 李末目光扫视着狼家沟那群人 没人敢和他对视 你们三个考虑清楚了 就进这屋 我爸在里面等着你们 要是还动什么歪脑筋 就从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李末说完 转身背着手 大摇大摆地进了屋 你们几个丢好好盯着他们 别让他们偷了我们陈家村的东西 陈小军点了几个小背 然后也不懈地朝他们吐了口吐沫 转身进屋 小师弟这手段真是高呀 三下五去二 就给他们来了的大下马威 陈高峰嘀咕几句 难怪人家小小年纪 就有那么大本事 就凭这几招 自己两个儿子就做不到 估计也没那个魄力 陈凤看看的 倒在地上哼不停的 那个倒霉家伙 用脚踢踢他说道 还能站起来吧 能站起来 就去村东头 医务试瞧瞧 让村医把你的骨头接起来 不然可真废了 李末走进屋内 里面的人都用异样的神情看着他 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们虽然没看到 可也听得清清楚楚 那群人再无赖 那又如何 还不是被他三两招给制服了 钟娃子 你儿子好样 百岁老人朝李末招招手 让他坐到自己身边的椅子上 然后指指茶杯 说了那么多 喝点茶润润嗓子 谢谢师公 李末笑嘻嘻地坐下 还别说嗓子真的挺干 小师说 你真是酷逼了 陈小燕竖起大拇指 对他开始有点小小的崇拜 爸 等会他们要是赶进来 你不要给他们好脸色 我算是看透了 他们就是欠仇 小莫 那人没事吧 师姨有点担心 没事 我只是使了手法 让他的手指脱臼 至于那半边肿起来的脸 那是给他一次难忘教训 放心吧 他们比我还要心虚 只能吃下这个大亏 回头麻烦师兄给他点补偿 我估计他 还会对师兄感恩戴德的 哪里还会再来找我事 小莫说的对 他们自己本身就不干净 做了不少坏事 行 我等会去瞧瞧他 陈高峰走到门口 见到狼家父子三人 犹豫着要不要进 不由一皱眉头说道 进去还能吃了 你们不成 狼家父子三人 这才鼓足勇气走进屋子 陈老叔 助你寿比南山不老松 狼老头子一进屋 就先给百岁老人行礼 晚上留下喝杯酒 谢谢老叔 百岁老人指指不远处的空位 坐吧 惊得好好说是 我不帮中娃子 但你也不能再胡闹 中娃子 因为当年你对他有一范之恩 所以一直任你胡闹 但我看他儿子 不是个好糊弄的主 有事就好好说 是是 一切都听陈老叔的 狼家父子这时才朝李中盛望去 虽然过去了二十多年 但还是能一眼认出来 中盛 狼老头欲言又止 扭头看看身边的大儿子 鞭舞 你来说吧 狼鞭舞忙小声说道 爸 我怎么说 李中盛看到他们父子三人 一副非常落魄的模样 本来硬起来的心肠又软了下去 他暗叹口气说道 叔 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我能帮忙的尽量帮 你父亲去世后 你母亲将你接到我们家 当年我也是养育了 你一段时间的 不然你早就饿死了 现在你在外面发了大财 我没别的要求 就是要你回报当年的养育之恩 你给我们一笔钱 从此以后 我们俩不相见 李末没说话 不管狼家父子再怎么无耻 再怎么无赖 但狼老头说的是事实 当年要不是他收留养育李中盛一段时间 说不定他真的会饿死 虽然后来 对他又是打又是骂 但兽恩这事 是抹不掉的 你要多少钱 狼家三人相互望望 狼鞭舞竖起一只手说道 五百万 我们从此两清 李中盛拳头再次紧握 他们三人真是狮子大开口 哈哈 李末忍不住大笑了起来 连嘴里的茶水都喷了出来 他直指狼家三人说道 五百万 你们见过五百万堆在一起有多高吗 你们知道五百万可以做多少事情吗 别说五百万 你们手里曾经有过五万现金吗 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三人 就你们这种谈试的态度 我都懒得搭理你们 你们信不信 我把五百万砸出去 就你们那帮狐朋狗 也会毫不犹豫地找个机会 你们三人给多了喂狗 狼家父子同时一阵 感受到了李末身上深深的恶意 钟盛 我们也不白拿你的五百万 我们狼家有一幅古画 之前去县城请教过专家 说是唐朝时候的古画 我听到消息 你是做古董生意发家的 所以 我用家传的古画 和你交易五百万 李中盛哪里懂什么古董 他扭头看一眼儿子 这时还必须要他出面才可以 李末也有点小小的意外 看来狼家父子 这次是有备而来 他们估计是先打算直接要钱 用古画还钱 那是最后一步 如果真是唐朝的古画 他倒想看看 画呢 狼边舞走出去 不一会儿捧着一个盒子走进来 古画放在那帮兄弟身上的 盒子是木头做的 已经破烂不堪 也不知道里面所谓的唐朝古画 是不是还保留完好 你自己打开看看 狼边舞对李末有点畏惧 放下盒子 就退到老头子身边 李末打开盒子 里面躺着一幅卷画 看露出来的纸张 已经发黄的厉害 还有明显的蛀虫 他拿出画慢慢打开 眉头已经皱得老深 这幅画的破损比预想的还要严重 主要是重铸的厉害 很多地方都是小洞 而且 整个画面有不少处脏斑 根本难以分辨出画面的整体内容 只能大概看出这是一幅人物画像 有字 李末目光一路下移 直到看到最后的提拔印章 脸色才微微惊讶 那是转字印章 没有被重铸 保存完好 虽然颜色已经淡化 但还是能明确地辨认出来 是狼鱼令三字 这难道真是唐朝画家狼鱼令的真解 李末动用一同看去 整幅画果然透射出红色的光泽 但是没有光圈 说明即使是唐朝时候的古画 也因为破损太严重 没有任何艺术价值可言 而且 这幅画的提拔印章 虽然是狼鱼令三字 但到底是不是他本人的印章 还需要查询资料 小莫 怎么样 李末随手扔在桌子上 似笑非笑地看着三人 我出五块钱 买回后 当引火的纸烧掉 当然 你们也可以带回去 找一个愿意出五百万的白痴 或许你们运气好 真能碰到呢 大家就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幅画 狗屁不值 这幅画十几年前 县城里一位专家鉴定过 这是我们老祖宗狼鱼令的作品 这绝对是唐朝传下来的古画 狼鞭舞连忙说道 那位专家有没有跟你说过 这幅画 能值几个钱呢 三人相互看看 一时不知道怎么回 晚上我施工寿宴还等得开席 可不愿意在你们身上浪费时间 最后一次机会 说吧 你们到底想要多少 只要不过分 我就替我爸做主 六十万 到时候分给这两个混账和你妹妹 我不要 狼老头这话是对李中胜说的 他特意提出 李中胜同母异父的妹妹 就是希望他能答应这个数字 三十万 同意我就拿给你 就算是花了三十万 买下这幅破话 不同意 你们三个拿着这话 立刻滚蛋 李末语气强势起来 好 我们拿钱立刻走人 狼老头没有犹豫 三十万对他来说 已经是天文数字 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虽然很不甘心 但李中胜子的确不好惹 这小子下手读得很 妈 你去拿给他们吧 李末不愿意再搭理他们 他把桌上的破话卷起来 准备处理掉 可是卷着卷着 他的目光落在那个卷轴上 心里生起一丝疑惑 唐朝时期给字画装表用的卷轴形制 那时候也叫横卷 装表师傅手艺精湛的 费用高的 所用的卷轴材料也就好 但不管卷轴用什么材料 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 截面直径不大 属于细长形状 细长精致 眼前这个卷轴特别粗 比起常见的卷轴 要大两倍都不止 而且 卷轴所用木料 并不是什么名贵木种 经过1400年的时间 洗礼表面已经被重铸得破皮烂肉 它拖住卷轴 颠了颠 重量有点不对 木料越好 密度越高 重量越沉 而这个卷轴所用的 只是普通木料 应该没有这么重才对 难道是卷轴内有隐秘 大厅里还有不少人 李墨也不方便当着他们的面 去拆卸卷轴 师公 师伯 爸 我回房间一趟 燕子 带你小师叔过去 陈高游吩咐一声 陈小燕连连点头 李墨拿着话 不紧不慢走出老宅 外面狼家沟的人见他出来 下意识地都后退几步 李墨望都不望他们一眼 小师说 我大哥说你的八级拳很厉害 这些人 你能打几个 你也练八级拳 我没有练八级 而是跟着村里的一个奶奶 学了一套棍法 是从五郎八卦棍演化过来的 你们这可是真正的武术之乡 小师说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李墨笑了下说道 对付这些欺软怕硬的无赖 你只要带住一个枉死理整 其他人不足为虑 李墨住的房间 原来是陈小军住的 前几天就收拾出来 让李墨过来的时候住几天 小师说 我住东房间 你在西房间 我先给你泡杯茶吧 燕子 把大门关好 打开灯 再帮我找个刀片 或者水果刀什么的 都行 李墨 把客厅桌子上的东西 都收拾干净 然后找了块干布 仔细擦了又擦 不留一点水渍 把破损的古话铺开来 他仔细看了看卷轴 两端做了个木头帽盖 严丝合缝 直接暴力拔的话 可能不小心彻底毁掉他 毕竟重铸得厉害 李墨一同视线笼罩卷轴 同样透射红色光泽 是唐朝时候工匠的手艺 当他视线穿透卷轴后 看到里面果然另有天地 木中有木 肚子中的木头 也是透射出红色光泽 但却有一道道光圈 扩散出来 小师说 找了把水果刀 陈小燕把刀放到桌上 转身又去泡茶 李墨没有继续探查 里面藏着的那根木头 应该是个艺术品 否则不会有那么多 艺术光圈笼罩 自己先把帽盖敲开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就一目了然了 李墨用水果刀刃 沿着缝隙 慢慢地把帽盖弄松动 这是细活 着急也没什么用 小师说 你在做什么 陈小燕端了一杯绿茶 放旁边 燕子把水杯先放到板凳上 小心水洒出来 弄湿了骨化 哦 那我放这边凳子上 小师说 你渴了就喝点 我先去老宅那边帮帮忙 有事再叫我 好 李墨拨弄了十几分钟 一个帽盖终于打开 他倾斜晃动几下 一根约六十公分长 成人手臂粗的木棍划了出来 木头表面 可有有金色的画和金色的字 这是什么 李墨先是仔细闻一闻 有淡淡香气 棍子表面呈现紫黑色 有不太明显的花纹 光泽油润 这居然是木中极品小叶紫檀 而在紫檀木表面 还刻画了山 水和祥云图案 山势崇山峻岭 远近高低层次分明 水势从山间而出 无始无终 祥云绕顶 生动活泼 整个画面还用上了描金工艺 紫黑底色配描金 给人的第一眼感觉 就是绚丽夺目 处处头透露着尊贵高雅之气 在紫檀木下方 还有两列字 是标准的正凯字体 横平竖直 方正 棱角分明 同样都用上了描金 一列写到内藏帝王图 另一列写到狼鱼令叶笔 李墨这一刻 感觉血液在沸腾 整个人站起来 他的眼中只剩下那十个字 内藏帝王图 狼鱼令叶笔 毫无疑问 这是唐朝狼鱼令的作品 紫檀苗金山水图 李墨拿起紫檀木 对着顶上的灯光一照 果然发现 也有个盖帽 只是两节合缝处经过打磨后 难以发现拼缝 这一下 他不敢再用水果刀 去分开紫檀盖帽 一不小心 就会在紫檀表面留下伤痕 甚至会破坏到表面 苗金山水图 他需要更为精细的工具 一同再次望去 视线一下子穿透紫檀木 一个红燕燕的世界 呈现在面前 红色的光圈无限扩散 仿佛与这片大地 与这片天空融合到了一起 内藏帝王图 李墨脑海中 一直浮现着这五个字 许久 许久 突然双眼一阵剧痛 他才从那个红色的世界中 回过神来 眼中带着血丝 额头鼻尖都渗出汗珠 怎么回事 李墨浑身虚脱一样 他擦擦脑门上的汗珠 这种现象还是第一次发生 不管里面藏着的 是不是所谓的帝王图 他敢肯定的是 里面的东西 绝对是西式珍宝 和那件明红武三爪 暗龙同青幼双耳平的地位 有得一拼 李墨小心翼翼 把紫檀苗金山水图 重新放进那根虫柱的卷轴中 盖子封好 又小心慢慢地 卷好破损严重的狼鱼令的话 本来还认为 这幅画一文不值 但现在 事情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幅破画都要好好地保留着 任谁也不会想到 这古幅画虽然一文不值 但这个重铸掉的卷轴中 却隐藏着两件珍宝 一件是唐朝狼鱼令的作品 紫檀苗金山水图 另外一件 就是狼鱼令说的那个帝王图 他现在还没弄清楚 帝王图是什么 但从一同鉴定来看 那最里面隐藏着的珍宝艺术价值 难以想象的高 双眼越来越疼 整个人就如同生了一场大病般 浑身无力 昏昏欲睡 李末跌跌撞撞走到房间 衣服都没脱 整个人抱着那幅古画 昏睡了过去 晚上六点左右 陈小燕推门走了进来 李末不在屋内 他走到西房间 伸头看一眼 小师叔居然躺在床上睡大觉呢 小师说 快点起床 太爷爷叫你去吃饭呢 李末没反应 陈小燕摇摇头 走到床边推了推他 光线灰暗 没发觉他有什么异常 可是连推几下 李末还是没醒过来 他打开床头的电灯 开光朝李末望去 只见他满脸赤红 伸头一摸他的额头 小师叔发高烧了 陈小燕吓得连忙冲出屋子叫人去 李末睁开双眼 自己躺在被窝里 外面天色大亮 阳光透过窗户射进来 昨天那种虚弱感已经消失 眼睛也不再疼痛 只是肚子咕咕地叫着 饥饿感特别强烈 一个脑袋趴在床边 是陈小燕 自己身上的外套 不知道是被谁脱掉的 那幅破坏就放在枕头旁边 李末慢慢地坐起来 不想惊醒他 可他一动 燕子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抬起头来 他看向坐起来的李末 打着哈气 伸手在他脑门上摸了下说道 小师叔 你感觉哪里还不舒服吗 我没事 燕子 你怎么不在自己床上睡觉啊 还说没事 昨天你发高烧 都烧到三十九度多了 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把大家都吓得不轻 一个人怎么就突然发高烧了 好在村医给你掉了两瓶水 后半夜时体温恢复正常 我也是早上五点多 才过来照看你下 陈小燕伸个懒腰 又打个哈气 燕子 你再去睡会 我起床吃点东西 不睡了 陈小燕摇摇头 小师叔 你先梳洗下 锅里有熬好的白米粥 鸡蛋 还有我姑姑 弄了两个爽口小菜 等会我们一起吃 那我去老宅那边再端一条红烧鱼来 我喜欢吃鱼 陈小燕走后 李莫将床头的那副破话放进自己的行李箱里 等会先上网查查相关资料 或许能找到关于帝王图的信息 白米粥一连吃了三碗 那饥饿感才压下去 陈小燕给他包了两个水煮蛋 然后自己吃的是红烧鲫鱼 小师说 等会吃完 我们也要过去给太爷爷拜售 每个人都有一个红包 我的零花钱又多了一点 燕子 等会离开的时候 你把门锁上 我行李箱里有些东西比较贵 嗯嗯嗯 吃饱肚子 李莫神清气爽 回想一下 昨天自己虚脱不堪 估计和一桶有关 看来一桶也不是无限制的使用 这是自己以后要万分谨慎才行 李中盛他们都聚集在陈家老宅那 屋内说说笑笑 外面一群小辈也在三三两两聊天吹牛 有几个还争得面红叱耳 李莫一出现 那些人忙为上来 纷纷过来拜见 小师叔 小叔公 李莫一个都不认识 只好一边笑着 一边挥手打招呼 两人走进屋内 失意站起来说道 小莫 这边坐 妈 你坐 小莫 身体感觉怎么样 哪里还不舒服吗 已经好了 我估计是前天夜里 不小心受了点风寒 所以 昨天下午突然发高烧 今晚睡觉注意点 这里靠山 夜里山风 还是带有良性的 陈刀锋提醒一句 然后倒了一杯 茶递给李莫 我们都给老祖拜过寿了 就差你和燕子 李莫端着茶 恭恭敬敬地 跪在百岁老人的面前 朗声说道 助师公寿笔南山 福运连连 年年有今朝 岁岁有今日 中娃子 还是你家的小子调教得好 孩子 快起来 就冲你刚才几句话 我怎么也要多活两三年才行 太爷爷 还有我呢 我祝太爷爷 祝太爷爷 年年都过大寿 每次都给红包 哈哈 太爷爷给你红包 一人一个 谢谢师公 李莫接过红包 没有多少钱 但代表的是师公的一片心意 爸 昨天事情都处理好了 李中盛探口气说道 以后他们要是再找借口闹事 我不会再手软 小莫 我和你师兄说过了 我会留一笔钱放在他身上 如果你姑姑那边 有什么是需要照应的 到时候 让高峰师兄出面帮下 爸 你考虑的对 郎家父子要是知道 姑姑身上有钱 只不定会做什么什么 天怒人怨的事情了 这边也没什么事情 李莫走到外面 晒晒太阳 没人的时候 拿出手机在网上搜索着 有关帝王图的资料信息 越看越震惊 琢磨了好久 李莫才拨通朱昌平教授的电话 现在大学都已经放假 他这个时候应该有空 喂 小莫 朱教授 没打扰到你吧 不但没打扰到我 反而这个电话来得很及时 朱教授笑着说道 家里的那个孙女 暑假闲在家里没事 天天烦着我 不搭理她吧 她还生气 搭理她吧 能缠着你半天 谁让她是你孙女呢 打不得骂不得 要是个孙子 估计你老直接抽上去了 给她一点颜色瞧瞧 哈哈 我还真是这么想的 对了 你找我是不是有事 就是想跟你了解一个人 唐朝时候的一位画家 叫狼鱼令 不知道你熟不熟悉的 狼鱼令 我想想 嗯 唐朝是有这么一个人 此人颇有才名 金弓山水 善化古弦 想象风采实称精妙 不过真正让此人名流千世的 是因为一幅画 此画叫历代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 是唐代严历本的画作 可惜的是 这幅画 因为战乱原因流失到海外 如今被老美的一家博物馆收藏 后来很多人经过研究 发现那幅被老美当作镇馆之宝的 历代帝王图 有不少疑点 猜测那是一幅模本 很可能就是出自狼鱼令之手 朱昌平教授 说的内容 比他在网上搜索到的信息 更为详细些 给他提供不少有价值的线索 他需要好好地理出个头绪来 李默 你怎么突然 问起这个人了 朱教授 是这么回事 我在晖州这边 弄到一幅破损严重的古画 有提款印章 就是狼鱼令三字 严重到什么程度 几乎没有鉴赏价值 哎 那真是可惜了 如果破损不严重的话 倒是可以想办法将之修复下 狼鱼令的真迹在市场上 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朱教授 这古画基本废了 可是我在卷轴中 又发现了狼鱼令另外一件作品 是用小叶紫檀做的 紫檀苗金山水图 保存得非常完美 苗金璀璨夺目 什么 还有这等真品 电话那头的朱昌平不淡定了 他接着说道 李默 这等真品可以好好收藏 京都博物馆 就有一件类似的 但不是用小叶紫檀做的 你那件要是断定是他的 那可比博物馆的收藏都要牛 朱教授 我再跟你说件事情 你听了可不要激动 要镇静 什么事情这么正重 说吧 李默沉音下才沉声说道 我在紫檀苗金山水图上 还发现十个正凯字 写的是内藏帝王图 狼鱼令叶笔 一秒 两秒 三秒 手机居然没了信号 李默又拨打一次 里面传出 暂时无法接通的提示 陈小军走到李默身边 他指缝里夹着一根烟 没有点燃 小师说 能问你个私人问题吗 你想知道什么 你和秦家人很熟吗 李默看看他 见他一脸坦然 想了下才说道 我只是觉得 秦老爷子是个值得学习的长辈 要说和秦家关系有多么深厚 还真没到一步 那你和秦思瑞小姐的关系呢 李默想到前些天 秦思瑞妈妈打来的电话内容 不由问道 你在秦家大院 是不是听到神那么风声了 是的 我回来之前 思瑞小姐的父母 已经被秦老禁足 李老爷子最近也去过 秦家大院几次 是想和秦老商量下 给思瑞小姐和他的孙子李嘉宇 举办个正式的订婚宴 订婚宴 李默有点惊讶 老爷子说 思瑞小姐年纪还小 又忙着拍戏 订婚的事情 不必操之过急 李默点点头说道 秦老爷子不是个迂腐之人 这是还要看秦思瑞的想法 这么看来 要订婚是李嘉一厢情愿的事情 小师叔 李嘉的那个公子哥 是恨透你了 思瑞小姐的父母 对你也是一肚子意见 他们认为你和秦思瑞走得太近 是看中了秦家的势力 是居心不良 李默眉头微皱 他沉默片刻才说道 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以后会注意分寸的 陈小军把烟叼在嘴边 刚想点火 看了眼身边的李默 又放下火机 想抽就抽吧 算了 在秦家大院规矩多 烟影也戒得差不多了 这时李默的手机响起 是来自京都的一个陌生号码 他接听后 就听到朱教授的声音 朱教授 刚才电话怎么突然中断了 听到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不小心手一滑掉在地上摔坏了 朱教授的语气 明显要严肃认真很多 小默 我还是很相信你的眼力的 你先说说那句话的真实性有多高 您是指内藏帝王图这句话 是的 你可能还不知道 如果那个紫檀苗金山水图里 真的隐藏着 历代帝王图 那么很多现有的历史资料 研究文献 鉴定结论等 都会被推翻重来 这种历史研究的意义 比起你那个同情又双耳平的研究价值还要高 李默也郑重地说到 狼鱼令的紫檀苗金山水图 保存的品项完整 不仔细看观察 根本发现不了 还有个拼接的缝隙 在两头有几个极小的洞 应该是腹内中空 为了能让空气流通起来 朱教授 我初步推测 里面应该有东西的 但到底是不是你说的那个 历代帝王图 真迹 我还不清楚 因为我手里没有合适的工具 怕贸然动它会造成紫檀苗金山水图的破坏 这点你做得很对 小莫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 如果可以的话 你立刻来京都一趟 我把京大力实习的教授都召集起来 然后再邀请京都博物馆的专家 和你一起研究下 朱教授 今天是我施工的百岁大寿 要去京都的话 最快也要明天才行 这样好了 我去之前跟你通个气 时间允许 就麻烦你联系一些专家教授 好 我这就先和几个老朋友交流下 这手机号是我孙女的 你有事先打这个 李莫挂掉电话 就看到陈小军直愣愣地盯着自己 笑了下说道 我脸上有花 小师说 你是不是又发现什么宝贝了 不然 为什么要邀请一些专家教授 是不是昨天买的那个季红梅瓶 有问题 这是暂时还没有头绪 等事情弄明白了 你自然会知道情况 对了 你打算在老家待几天呢 我和姑姑明天一大早 就要返回京都 李莫想了下说道 明天一起走 我先去和师公说声 对于儿子又要去京都 李中盛夫妇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但他们也知道 李莫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 才会去的 所以只好交代他 在外多注意身体 他们夫妻俩 还会多住几天 陪陪陈家老祖宗 今天陈家村更为热闹 中午开的是流水席 整个村子的老少 都要上桌吃席 甚至一些外地的游客 都会受到热情邀请 这场收烟办的 那是热热闹闹 一直到晚上七八点 才慢慢的消停下来 因为明天要去京都 李莫跟陈小燕 要了个账号 给他转了一万元 说是给他的零花钱 要慢慢的花 然后又找到陈高峰 给他单独赚了四十万 其中十万是给小燕子保存的 十万留下给师公 剩余的钱 麻烦他暗地里 多照顾下姑姑一家人 第二天早上七点二十 李莫 陈凤和陈小军三人 登上了前往京都的高铁 师弟 是郎家那幅古画有蹊跷 还是你观察细心 我在那幅古画的卷轴中 发现了一点很特别的东西 这次去京都 就是找相关专家一起研究下 昨天小军跟我提起这事 我一琢磨 应该不是为了那个季红梅瓶 那剩下的 只有那幅古画 师姐 你这次回京都后 用公司的名义 买辆高档的车子 这样方便你以后出行工干 等秋拍结束 公司会有几亿的款入账 到时候 你再以公司名义 购买两套住宅 以后我们在京都生活也方便点 行 花钱的事情我最拿手 高铁到达京都 已经是下午两点多 和朱教授约好三点 在京大一个会议室碰面 买了两个面包一瓶水 李末在出租车上 先填些肚子 京大会议室 又已经聚集了十二个人 他们当中不是京大的历史系教授 就是从博物馆邀请过来的专家 其中还有个人是李末认识的 正是京都博物馆的馆长 石子明 这些人都在交头接二 小声交流着 不过从他们口中 偶尔蹦出李末二字 朱教授 如果李末发现的那个紫檀苗金山水图 真的是狼鱼令的作品 那事情就有了很多的期待 我虽然没见过李末 但亲身参与了上次那个明红五三 找暗龙同青又双耳屏的鉴定 对他的眼力很是佩服 一个博物馆的专家感叹道 那样的西式珍宝 如果放在我们博物馆多好 哈哈 五专家 国内不知道有多少人 在盯着那个双耳屏吗 我听说 有人都出到十五亿多的高价了 那李末都没动心 其实这次李末打电话跟我说的时候 我的第一反应居然是这是肯定是真的 从李末以往的种种战绩来看 还没失守过 朱昌平语气中带着几分得意 过两月 李末就是他的得意门生了 而且是定向特殊培养 这时石子明说道 李末在精灵发现的那个杨贵妃手镯 现在火得一塌糊涂 前两天还和副馆长联系过 那边天天爆满 都开始现流了 黄金也名不虚传 要说李末的健保能力 毫不夸张地说 我是远远不如 石子明喝口茶水 感慨万千 石官长 你和李末相识 一个历史教授问道 我们是在精灵认识的 他说懂得三招绝技 一招是鉴定瓷器真伪的绝技 弹指变音 一招是鉴定字画的绝技天弓之手 还有一招用来鉴定青铜器的绝技 高山流水 我是亲眼见他施展过弹指变音 可以说是神乎奇迹 石官长 李末真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另外 有个金大教授 还有点不幸 夸张 不 一点都不夸张 你们都知道 前不久有人向精灵博物馆 捐赠了一幅石涛真迹 月下眉竹图 据幅馆长透露 那幅石涛真迹 本来怀疑是大千先生的仿座 但是李末当着他们的面师 展出天公之手 最终确定是明朝石涛的真迹 等那个黄金眼到了 我真要好好 跟他交流一下 诸位专家教授 都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三点刚过几分钟 李末敲响了会议室大门 他刚推门走进来 就感觉到 有十多道目光 瞬间凝聚到自己身上 朱昌平站起来招手说道 李末 坐这边 他给李末依次介绍了下 在座的金大教授 和博物馆的专家 大家好 我叫李末 李末不卑不亢地行个礼 然后朝石子鸣笑道 石管长 没想到还惊动您了 哈哈 本来朱教授没邀请我来 是我听到其他专家的电话内容 一听是你小子又找到了什么了不得的宝物 所以就死皮赖脸的 非要参加这场会议 石子鸣这么说 当然是开玩笑 不过这也说明 他和李末之间的关系还算极好 一点也生分 小莫 你也别再吊着大家胃口了 把你捡到的宝贝拿出来 让我们大家见识一下 李末拿下大背包 从里面抽出一幅卷画 这是唐朝的古画 由于原主人保存不当 已经破损严重 不过款制印章还很清晰 大家先看看 李末缓慢地铺开古画 一个大致轮廓 是人物画像的图 展示在众人眼前 看到上面满是重铸的洞和脏斑 会议室里顿时响起一片惋惜声 要知道 如果是狼鱼令的真迹 以他擅长画古弦的笔法 这幅画 如果还保存完好 那定是一幅了不得的古董 这最后的印章 的确是狼鱼令三字 转客题 看着古画破损程度 也无法真鉴别他的真假 朱教授随即看向李末 这幅古画先留着 回头看看 能不能修复一下 好的 李末随后当着众人的面 重新拨开那个朽木卷轴的帽盖 从里面倒出一根紫黑色 带描金图的圆棍 尤其是紫黑色衬托描金效果 大家眼前一亮 顿时觉得金色耀眼 灿烂的夺目 有淡淡的清香 颜色紫黑 纹理不显 润耳有光泽 这用料 的确是小叶子坛 朱教授随即又开始 鉴赏上面的山水图 崇山峻岭 隐于祥云之中 水从深山而出 无始无终 整个画面已经深远 最后 看向那两列字 内藏帝王图 狼鱼令夜笔 这话可以理解为 紫坛幕府中 隐藏着帝王图 狼鱼令在夜里下笔流言 不管从用料 还是山水图 描金效果 眼前这个 应该就是唐朝狼鱼令的作品 石万丈 你看看 石子明早就心痒痒 他接过去仔细看了一遍 眼睛发亮 真是好东西 比京都博物馆收藏的 那个狼鱼令作品 要好几次层次 毕竟小叶子坛这种材料 算是木材中的帝王 别的不说 光是这个小叶子坛木兜 价值颇高 会议室里 每个人都一一看了遍 他们议论都不停 相互提出自己的观点 石万丈 你对狼鱼令作品非常熟悉 你的结论是什么 有个精大的历史教授问道 的确是他的真品 说实话 我看得眼热啊 比我们博物馆 珍藏的那个都要好 在座的专家和教授 经过讨论 一致认定 这个子坛苗金山水图 是狼鱼令真品 小莫 我给你准备了一套专业工具 你挑选个合适的准备 打开子坛木的帽盖 石子明从随身携带的 公文包里 掏出一个工具包 打开后 里面是各种精致的小刀 镊子 刀片 和一个放大镜 这是别人不敢轻易地做 也只能李末自己动手 他从工具包里抽出一刀片 然后从自己包里 掏出个聚光手电筒 和一块柔软的白色毛巾 朱教授 等会把光聚到这个位置 李末将子坛苗金山水图 横放在白色毛巾上 然后在灯光的照射下 清晰地看到那条缝隙 他一手稳住子坛木 另外一手慢慢地 将刀片封口 插入盖帽缝隙处 下手稳点 朱教授小声提醒一下 李末手稳得很 在他聚精会神的拨弄下 紫坛木帽盖 一点点地退出来 再慢一点 小心封口 使馆长看得紧张 他也忍不住小声提醒下 大概弄了十多分钟 紫坛苗金山水图 一分为二 众人的目光 立刻集中向那个露出来的洞口 里面真有卷化 朱教授立刻把聚光灯关闭 这种光对古化的伤害蛮大的 他抬头 看下顶上的灯 先等等 我把顶上所有小桶灯都关掉 等光纤都暗淡下来后 李末才提起紫坛木抖了抖 里面藏着的画被盗了出来 会议室很安静 静得只剩下众人的呼吸 李末深呼吸口气 将卷花慢慢地铺开 偌大的会议室掌桌 居然还不够他完全铺开来 但仅仅是录出来的画面 就惊呆了所有人 包括李末 这幅画是卷本 色色 画面为横卷 是一幅历史人物肖像画 画面从右到左 依次画着帝王形象 紧紧铺展开来的画面中 有钱汉昭帝 汉光武帝 魏文帝曹丕 武主孙权 蜀主刘备 静武帝司马炎 陈轩帝陈虚 陈文帝陈倩 陈废帝陈伯宗 和陈后主陈淑宝 大家都让一下 小心一点 把剩余的画面都铺展开来 历代帝王图 共有十三位帝王画像 还有最后三个 朱教授示意大家都退后一步 暂时不要急着鉴赏 李末把先头部分卷起来 再把最后的部分铺开来 最后三位帝王形象图 露出了真面目 依次是北周五帝宇文雍 隋文帝阳间 和隋阳帝阳广 各帝王形象图前 均楷书榜题文字 且均有随士 人数不等 形成全画卷相对独立的 十三组人物 共计四十六人 李末 快看下画的最后 可有提拔印章之类 使馆长急切地问道 李末目光落在画的最后 眼中露出精芒 声音有力地说道 有两个都是转体 一个是严立本印章 另外一个是狼鱼令藏印 太好了 这十之八九 就是严立本的真境 会议室里惊叹声接连响起 有几个专家 已经掏出随身携带的放大镜 靠近慢慢地看起来 他们动作轻柔 生怕不小心碰到他 李末查过一些资料 历代帝王图 也叫十三帝王图 是由唐朝画家严立本所作 严立本这人善画人物 车马 台阁 由擅长肖像画与历史人物画 他的绘画 线条刚净有力 神采如生 色彩古雅沉着 笔触叫顾凯之细致 人物神态刻画细致 其作品备受当时推崇 除了历代帝王图外 他还为唐太宗李世明 画了 《秦府十八学士》 和《林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 可见 此人的艺术水平 已经到了非常精妙的层次 正是因为如此 眼前这幅图 很可能是严立本真迹 让在场的专家和教授 都情绪激动 连碰一下都不敢 李末被挤到一边 他只好站在众人身后 静静等待着 诸位专家教授 一边鉴赏 一边小声议论着 甚至针对某个细节 还会有争论 李末这一等 就是一个多小时 会议室里气氛越发的热烈 朱教授坐回椅子上 眼中兴奋之色未退 使馆长同样如此 他示意大家 先进一进坐回椅子上 喧闹的会议室 才慢慢安静下来 李末 你先把这幅 历代帝王图 小心收好 然后 我们再各自发表点看法 李末卷好帝王图 放入小叶子坛腹中 在朱教授身边的椅子坐下 我先来说说 朱昌平教授 组织下语言道 从整幅画来看 作画者融入一种 恢弘博大的气度 运用刚进而厚实的线条 在表现帝王的形象时 他善于通过人物的眼神 眉宇和嘴唇间流露出的神情 来刻画不同帝王的不同个性 气质 以表达对前代帝王的作为 和才能的评价 作画者力图通过 对各个帝王不同相貌 表情的刻画 揭示出 他们不同的内心世界 性格特征 那些开朝建代之君 在画家笔下 都体现了王者气度 和伪力一范 而那些昏庸或亡国之君 则呈现为所拥腐之态 朱教授说得好 一个经大历史教授接着说道 比如图中的前汉昭帝刘福林 文静福泰 从容沉稳 一副胸怀开阔 富有远见着实的神态 俨然大国君主气派 又比如刘秀 他是后汉的开国皇帝 胸襟博大 足智多谋 据后汉书 《光无本记》记载 刘秀身材魁梧 美虚然 口大高鼻 作画者根据这些记载 和自己对刘秀的评价 将其描绘成身材高大 两眼有神 双眉舒展 处处都流露出自信 豁达气质的开国君主 他说完 另外一个教授 也跟着点评起来 可以说 画中的十三个帝王 每个人形象都非常立体 饱满 刚才我和朱教授 还专门讨论了曹丕这个人 曹丕在画中的形象 虽然有开国皇帝的气势 但心地狭隘 显得外露不含蓄 目光逼人 双唇微闭 一副娇横不可一世的神态 这时京都博物馆的一位 五十多岁专家说道 我平时最喜欢研究三国 所以刚才重点看了 蜀主刘备这个人 画中的蜀主刘备的形象 则显得疲惫 面容忧郁 口微张 紧皱眉头 似玉土心生 而又不可言的表情 让人一看就能想到 他那忙碌成疾 却还是心服不了汉室的无奈 他的形象刻画非常传神 与历史文献中 有关刘备的种种描述 尤为契合 可以看到作画者的比例 已经神乎奇迹 哈哈 你喜欢三国 我看了杨坚这个人 又是一个博物馆专家笑着说道 隋文帝杨坚 细高的身材 长脸庞 头略轻 眼神不固定 似在左右溜转 紧闭双唇 一副颇有心计的样子 众人你说几句 我说几句 又开始热烈地讨论起来 话题越是深入 他们越认为 这一定是严历本的真迹 朱教授满脸笑容 他示意大家都平复下 心情说道 总之 那些有所作为的帝王 多半官带喧勉 威严肃穆 睿智隐悟 一派雍容大度的神态 而像陈伯宗 陈淑宝 杨广等几个昏庸无能 或暴虐王国之君 却显得虚弱无力 刚愎自用 专家和教授们的点评 让李默受益匪浅 这也让他清楚认识到 自己的不足之处 史万长 你曾经多次赴美参与 对那福一世狼鱼令魔本 历代帝王图的维护工作 而且 京都博物馆里 还保存了大量的细节图片 对此 你是最有发言权的 石子明轻轻嗓子说道 刚才大家讨论的 都是十三个帝王形象 我就说说其他的 画中除会有十三帝王外 还会有四十六位侍者 比如在陈宣帝的十个侍者中 六个姿态各异的下人 抬着行脸 左右两人直善相随 这些人中 有的看似闷闷的抬着脸干 有的面做苦涩 有的回首期盼 有的则专心恭敬的 侍候着皇帝 在年后跟着的两个侍臣 刻画的也很出色 一个严肃的望着眼前情景 而陷入沉思 另一个年纪大些的显露愁容 世人认为 老美的那幅馆藏 历代帝王图 是魔本 主要就是因为 人人物形象 细节处理上有瑕疵 和严厉本传世真迹的比例 还有一点差距 朱昌平教授想了下问道 石馆长 对于这幅帝王图 你的鉴定结论是什么 严厉本的古贤画作中 最出名的就是 历代帝王图 秦府十八学士 和林阴阁宫臣二十四人图 有神品画作之美誉 李末发现的这幅帝王图 不但十三帝王形象饱满传神 就连那些侍从形象 都刻画得非常出色 真正有神品画作的那种恢弘气派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李末手中的帝王图 有严厉本撰刻印章 和康瑜令藏印 而老美的那幅馆藏帝王图 却没有作画者任何信息 只有后朝的一些名人提拔 一点颇多 石子明最后说道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是严厉本真迹 会议室里诸位专家教授 纷纷点头 天大的好事 只要把这幅真迹帝王图 宣告出来 老美的那幅魔本 就随他去吧 今天只是我们初步鉴定 接下来还需要 一系列科学系统的研究 朱教授看向 一直没说话的李末 你是怎么考虑的 这段时间 我会一直留在京都 配合朱卫教授和专家 另外 这幅帝王图 需要专业的保护 我 李末还没说完 石子明忙站起来说道 这个是我们最擅长的 有设备 有专业人士 交给我们 绝对没问题 小莫 这幅帝王图 不能再有任何差错 先交给京都博物馆 做专业 处理保护 是最好的选择 神品化作现实 动静会很大 朱教授也这么建议 好的 我立刻联系律师 李末不再犹豫 历代帝王图 是唐朝严历本的神品之作 容不得半点马虎 之前一直隐藏在小叶子坛 苗津山水图附内 现在要全部铺开 进行学术性研究 那必须要使用特殊的保护之法 这点不得承认 使馆长他们是专业的 李末联系了朱明成律师 他听后直接回复说 约半小时就能到 石子明那边 也陆续联系了 京都博物馆的相关人员 今天初步鉴定暂时结束 等京都博物馆安置好帝王图 会再次邀请历史方面的教授专家 共同进行研究 京大教授除了朱昌平外 其他人暂时离开 朱明成的速度挺快 还不到半小时 他们就来了一个团队 来了五人 其中居然还有专门的摄像人员 不得不说 他的考虑非常周全 朱律师 辛苦大家了 李先生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朱律师和李默握下手 然后扭头一看 不由喊道 爸 你怎么在这 明成 你和李默认识 朱昌平教授反问一句 父子两大眼瞪小眼 似乎都感觉很意外 朱律师 你是朱教授儿子 这天地也太小了 连这妖巧的事情都能碰上 李默也没想到这点 他随即脑海中冒出个念头 朱教授之前电话中 几次提到他的那个调皮孙女 看来十有八九 就是那个猜猜了 李默九月开学 就是我的学生 今年特招进京大的 朱教授看看李默 你事业上的贵人 不会就是李默吧 正是李先生 朱教授 朱律师 先办正事 回头咱们再聊感情 京都博物馆的律师团队也到了 毕竟这个 历代帝王图 是西式珍宝 不管是本身的艺术价值 还是拥有的社会意义 都不能有半点出错 双方团队将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都协商沟通好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很多 使馆长他们带着帝王图返回博物馆 他们要立刻进入工作中 越早对帝王图的保护就越好 京大校园静悄悄的 三人走在人行大道上 朱昌平教授一脸笑容说道 李末 明成虽然脾气很直 但他的职业操守 还是很有原则的 朱教授 说实话我看中的 正是朱律师处理事情的原则态度 值得信任 这是我应该做的 朱明成面对李末 还是不如朱教授来的自然 大概是立场不同的缘故 家里的老太婆 已经在准备晚饭 吃饭的时候 我有几个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是关你的将来 行 我就蹭的饭 到了朱教授家 李末刚进门 就听到有个小姑娘在吊嗓子 她纹身望去 穿着一身浅色休闲衣服 站在阳台上的那个人 正是蔡蔡 丫头 家里来客人了 朱昌平一脸无奈 这丫头 没那个唱歌的天赋 偏偏还喜欢抽空吊嗓子 蔡蔡本来还想反驳几句 她回头一看 这个笑眯眯的男人 怎么那么眼熟 怎么 不认识我了 蔡蔡忙走进客厅 仔细一看脸上露出惊喜 大侠哥 一句大侠哥 让屋内的人都听糊涂了 感情李末还和蔡蔡认识 大侠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末双手一摊笑道 都是缘分呀 哎呀 快坐 我给你洗点水果 蔡蔡急忙走进厨房 洗水果去了 三人坐在沙发上 朱昌平看看厨房里忙碌的蔡蔡 好奇地问道 大侠哥是有什么典故吗 是这么回事 李末就把和蔡蔡认识的过程 简单地提了下 我从小跟着父亲练八级拳 这门拳法是成 灰州陈家村的 一位百岁老祖 拳法精髓 就是快猛狠 蔡蔡见我身手厉害 就喊我一声大侠了 就是之前网络上传播的 那个武林高手的视频 李末笑了笑 爸 大侠哥一人独斗五人 那出手势如破竹 两个照面就撂倒四人 简直就会活脱脱的武林大侠 蔡蔡端着一盘水果走出来 然后还十分得意地说道 爸 你的电话 还是我给大侠哥的呢 只是我从来没想过 他真的会联系你 还跟你有那么大的合作关系 蔡蔡这么一说 朱昌平和朱明成才明白 其中的前因后果 说白了是 李末先在小吃街认识了蔡蔡 然后通过蔡蔡认识了朱明成 只是 事情就是那么巧合 李末还成了朱昌平的学生 大侠哥 吃水果 丫头 别一口一句大侠哥 要叫李叔叔 朱昌平轻轻敲了下他的额头 什么骂 大侠哥就比我大四五岁而已 我才不叫他叔叔呢 蔡蔡满脸不情愿 撅着嘴生气 朱教授 我们各教各的 你不知道 我这次去晖州给师公拜授 因为我的辈分高 陈家村里练我的小辈中 有三十多岁的见到 我都要叫一声叔公 六十多岁的大爷 叫我一声小师叔 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享受到那种待遇 哈哈 那行吧 这丫头跟他爸一样 死将 晚饭做得很丰盛 朱明成老婆下班后也到这边吃饭 他对李末这样的贵人十分客气 现在明成律师事务所蒸蒸日上 那业务接不过来 规模还在扩大中 大侠哥 你这次来京都是不是又捡到什么大漏了 你这孩子怎么没大没小的 朱明成老婆一瞪眼 蔡蔡对他还是有点怕的 盲笑嘻嘻地说道 大侠哥同意我这么叫的 还没最后得到结论 现在说太早 李末没有透底 李末 我要跟你说的重要的事情 就是与历代帝王图鉴定有关 朱教授放下手中筷子道 你的培养方式和普通的新生不一样 经过我和校领导的讨论 你属于定向培养机制 就是无需按部就班的进行四年制的学习 只要你的能力达标 就可以直接提升层次 本科 硕士 博士 甚至留校提名教授等 朱教授 你的意思是说 这次鉴定过程中 我也全程参与进去 是的 你要把每次鉴定研究 整理成属于自己的专题论文 比如那个明洪武双耳评 那个杨贵妃手镯 他们的艺术价值非常高 完全可以做成两篇高水平的论文 这有这次历代帝王图的鉴定研究 比起明洪武双耳评 更具有话题性 文学性 我会帮你把关每篇论文质量 这才是你的根本 李沫陈思画 朱教授言之有理 那现在且 我就叫你老师了 我不怎么能喝酒 就用饮料带酒 敬老师和师母一杯 一杯饮料下肚 餐桌上的气氛更加融洽 大侠哥 你说的那个 历代帝王图 很值钱吗 我在一些资料上 看过这样的报道 老美的博物馆藏品模本 历代帝王图 有专家给出个预估价 至少六亿人民币 你可以想象一下 真技能值多少 晚饭过后 李沫入住附近的五星级酒店 他和朱教授约好 明天一起去京都博物馆 到时候 朱教授会给他介绍一个人 是字画修复大师 做学术研究很严谨 李沫不但要全程参与对历代帝王图的分析研究 还要对帝王图的发现过程有据可查 要让人知道 这个帝王图是有传承的 而不是凭空突然出现的 所以 对狼鱼令那幅破损的古画 就有必要尝试修复下 最好能找到狼家的族谱 这样形成的学术会更加有理有据 喜豪早躺在床上 李沫给李中盛打了个电话 跟他说了今天和朱教授的沟通内容 告诉他暂时不会回莫都 儿子 好好跟着朱教授学习 将来我们家也出个教授 那才叫风光 爸 你想得太远了 李沫挂掉电话 正想关灯睡觉 手机亮了下有信息进来 他打开一看 是柳盈盈发过来的 小莫 我决定报考京都电影学院导演戏 看来师父和师娘的反对 还是有点作用的 李沫回复道 我是不是先叫你一声刘导 德姓 你什么时候回莫都呀 我今天刚到京都 近期一段时间都会留在这里 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吧 那我找个时间去京都看你 顺便来个京都游 这个安排好 你什么时候过来 外公住在莫都 还是觉得不舒心 他想过两天回老家住 等外公走了 我就去京都找你 好的 到时候提前联系我 柳盈盈最后发来一张 小猪睡觉打呼噜的图片 李沫没有回复 今天还是蛮累的 很快就沉睡过去 第二天 李沫和朱教授在京大门口会合 两人打车 直接去博物馆 老师 你说的那个字画修复大师是什么人 之前跟你提过南宫北雕 我给你介绍的那位 正是南宫中的佼佼者 黄三舟大师 京都博物馆 很多古话古字都是他亲手修复的 记忆精湛 非常厉害 有机会修复的话自然更好 对了老师 你和北雕那位陈兴海大师熟悉吗 熟悉 你需要他雕刻什么东西吗 我之前买了个一块石头 是乌鸦皮田黄原石 约有石金重 想找一个雕刻名家 将之雕刻成百件 将来作为我的一个重量级的藏品 石金重的田黄原石 朱昌平对自己的学生实在是无语 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 田黄石本身就很贵 都是岸刻计价的 如果让名家将之雕刻成百件 那价值更是翻番 老师 这是暂时先放放 等我将乌鸦皮田黄原石 带到京都后再说 行 你自己安排吧 到时候 我再给你引荐下 对了 南宫北雕的手工费不低哦 你要心里有数 放心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 两人走进博物馆的办公楼 朱昌平对这里非常熟悉 他静止带着李莫上三楼 出了电梯 左转没走十米 就来到一个大房间前 通过巨大的玻璃 李莫看到房间里有三个人 正在紧张的忙碌着 每个人跟前桌子上 都有一幅破旧的古画 他们正在给古画表面涂一层液体 也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朱昌平敲敲门 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 老黄 在忙着呢 老朱 经个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 没听说你们近期 有什么考古项目在进行啊 黄三周年纪不算大 五十岁左右 人有点高瘦 带着一副厚镜片黑矿眼睛 他放下手中的瓷碗和刷子 直指不远处的休闲凳子说道 你一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那边坐 跟我说说看有什么事情 没事就不能来找你聊天 要聊天只能等我下班 而且 你还要请我小喝一杯才行 酒多的是 今天想让你帮忙看一幅画 是否还能修复的 三人坐下后 朱昌平让李末拿出那幅古画 这位是 我学生 朱昌平接过李末递过来的画 将之铺开 老黄 你瞧瞧 还有没有救 破损得太严重 就算能修复效果 也不是很理想 可惜了这幅狼鱼令的画作 黄三周看了一遍 满嘴惋惜 效果不理想 问题也不大 这幅画几乎没有修复的价值 你为什么要给它修复呢 黄三周很不解 破损得越厉害 修复难度就越大 耗费的时间越久 有点得不偿失 你天天就知道 闷在房间搞修复 难道没听说 京都博物馆里 今天多了一幅唐朝 严厉本真迹 历代帝王图 黄三周猛地抬头 看向朱昌平 有点不相信地说道 你刚才是说严厉本的真迹 而不是狼鱼令的魔本 你糊涂了不成 狼鱼令的魔本 你有本事从国外弄回来 那倒是 黄三周站起来说道 走 带我去看看 你急什么急 历代帝王图 又不会跑 跟你说吧 那帝王图 就是我学生找出来的 想必你也听说过它 叫李默 李默 黄三周羊头想了下才说道 发现明红武双耳平的那个李默 真人就站在你眼前呢 李默立马行李说道 你好 晚辈李默 黄三周这才正眼 上下打量着李默 刚才还以为他只是朱昌平的普通学生 没想到还颇有来头 之前明红武双耳平弄出的动静太大 有人开出十五亿多的天价购买都没能成 这说明李默还真不是个俗人 这幅画修复后有什么作用吗 实不相瞒 那幅帝王图就是从这幅画的卷轴中发现的 所以这幅破损的古画还是有点历史意义的 黄三周看看那粗大的卷轴 又低头看看整个画面 似乎在思考修复方案 古画留下 十天后来去 这是答应给他修复了 李默连连道谢 离开后 朱昌平才小声说道 他比较喜欢好酒 回头给他弄几瓶尝尝 这是容易 我空了就去办 走 我们去看看那幅帝王图 历代帝王图有五米多长 所以对空间有一定要求 博物馆连夜隔出一个大的空间来放置它 因为还没有最终的结论 所以用高高的屏风将它包围起来 游客走进也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况且屏风外面还有安保 拉了警戒线 没有通行证是不能进入的 朱昌平打了个电话 就看到石子明从里面走出来 带了两个胸牌 小莫 快进来看看 效果保准让你满意 通行证长期有效 李默跟着使馆长进入围挡起来的独立空间 就看到一个特制恒温恒湿衡养的玻璃罩内 光线条的微暗 但不影响观赏 此刻已经有七个专家 正在对帝王图细节做些最后的处理 还有专业的摄影工作人员在一旁做拍摄记录 小莫 你可以放心了吧 石子明那是相当开心 等帝王图研究结束 就可以正式对外宣布成果 功劳名誉都会有的 而且 历代帝王图绝对又是一件镇馆之宝 比起那些青铜器和瓷器之类 更加的吸引人的眼球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使馆长 这幅帝王图保存的还不错吧 何止是不错 使馆长笑着说道 1400年左右的时间跨度 你看卷本色色 变化程度可以忽略不计 我猜测应该是小叶子坛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研究证明 小叶子坛有防蚊防虫和抗氧化的作用 使馆长 等帝王图研究结束 我想把狼鱼令的子坛描金山水图和帝王图一起展出 这项法好 到时候 我让人把这个空间再稍微改动下 使馆长刚说完 就看到有几个人走进来 他盲盈上去说道 杜菊 勤菊 我们过来 就是先看看帝王图 老师 这幅确认是严厉本真记 你可不知道 前几天老美那边又联系说 希望我们能派专家过去 好多宝贝都放在他们仓库里 慢慢腐朽 心疼啊 更加气人的是 他们的经费越来越少 勤菊 我们初步认定是真记 但还需要系统的研究 说话的中年男人不断地说好 他上前几步 靠近仔细地欣赏着 不时发出惊叹 李末不认识他 但认识那个秦菊 正是秦雅丽 秦雅丽也一眼看到他 走过来笑道 小莫 你怎么在这里 李末直指帝王图 别告诉我这个 历代帝王图 也是你发现的 秦姑姑你猜中了 秦雅丽张口欲言 却又不知道说什么好 只朝他竖起大拇指 一起看看 朱教授和另外一个专家 正在小声讨论着 李末现在一边 画中这些帝王有的战力 有的坐姿 多数头戴轩敏 构图上采用主大从小的方式 以小称大 以突出帝王形象 区别身份 十三位帝王形象 具有各自典型的性格特点 均合乎史料 对其形体特征 及性格特点的记载 可见 画家是通过了解历史 熟悉对象 然后加入自己的理解 对其想象风采 从而创作出性格鲜明的帝王形象 昨天回家后 我连夜查了一些资料 今天在对照这帝王图 正如你所说的那样 比如这曹丕 史记说他博文强制 就画得目光敏锐 陈旭无能平庸 就画得两眼无神 软弱松弛 阳间表面平和 心中有计谋而多猜忌 就画的是一种 深沉而有谋略的神态 朱昌平教授 有意指点下李末 看他一眼说道 小莫 你也来整体看一下 如此典型性格的刻画 表现出严厉本在创作时 刻意注意到人物的传神 对各位帝王的面部五官 尤其是眼睛和嘴 都根据其不同的性格 进行深入细致的刻画 从而体现出生动形象 而又各不相同的精神气质 线条技法方面 严厉本沿用了 魏晋南北朝以来的铁线描 淡线的表现能力得到发展 人物的衣纹 轮廓 以及面部的五官 运用不同粗细的线条 线条的变化 也使形象较前代更为生动 体积感增强 他的比例 他的思想 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探索 去学习 李末可以对他进行断代 辨别真伪 但要说对他的深刻理解点评 他还没那个能力 说到底 还是文学底蕴欠缺 老师 你说我听 回头我整理出来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自贴之类的 鉴定简单 周围的人都笑起来 自贴鉴定比古画的确要轻松很多 老师 我手里还有一副大名第一狂草柱之衫的 陋世明 真记 空了拿给你鉴赏一下 李末小声说道 朱昌平脸色愣了好几秒才苦笑道 哪一天 你不捡饱了 我还不适应吗 其实我这次在晖州 还掏到一个青庸正级红莓瓶 目前博物馆收藏个例 还是极少的 你呀你 我算是服了 在一旁参观的秦亚力此时说道 小莫 老爷子知道 你在京都一定很高兴 晚上去家里吃饭 秦家老爷子的身份非常高 周围的人对李末更是高看一眼 今晚不行 已经和老师说好了 去他家吃饭的 秦姑姑 我回头跟老爷子通个电话 空了 就过去看望他 朱昌平疑惑的看了他一眼 不明白李末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尽办法 要进秦家大院吃饭呢 他倒好 还撒了个荒不愿意去 秦局 小莫会在京都待一段时间 今后有的是机会 今晚就别跟我争了 那行吧 秦雅丽也没其他想法 小莫 这两天 我们会先收集各种细节信息 然后再召集专家 使学家开会讨论 你不需要全天待在这里 可以去参观下博物馆 里面可是有不少好东西的 今天我先在这多学学 明天再好好逛逛博物馆 朱昌平微微点头 自己这个学生 心态非常好 远比同龄人要稳重成熟 秦雅丽下班后 回到秦家大院 家人已经在吃饭 今天下班有点迟 快坐下一起吃饭 秦老夫人让保姆去装一碗饭 餐桌上除了父母和二哥二嫂外 还有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男子 他一边吃饭 一边玩手机 不时还发出一两条语音短信 斯蒙 你要吃饭就好好吃 看看你现在成何体统 秦雅丽语气有点重 妈 今天你车火药不成 我就给同学回复几条短信 年轻男子呛他一句 以前我待在家里 你总是让我出去多叫些朋友 现在我有朋友聊聊天 你又有意见 你想让我到底怎么做才行 斯蒙 不准这么跟你妈说话 秦老爷子眉头一皱 有些不悦 秦雅丽看他儿子 叹口气说道 罢了 等你毕业后 就自力更生吧 人与人之间真不能比 看看你 每天过的什么日子 再看看人家李末 真是没法比 雅丽 今天你不对劲呀 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老妇人关切地问道 我没事 爸 你还不知道 唐朝画家严厉本的神品之作 历代帝王图 真记现实了 是李末在辉州发现的 秦老爷子家菜的手顿了下 他放下碗筷 声色凝重地问道 那个历代帝王图 是真记 博物馆的专家 和经大的诸多教授 昨天下午做了联合鉴定 从种种细节来看 是真记无疑 接下来 他们会做系统的研究分析 整理成书面文案流荡保存 秦雅丽再次看了眼自己的儿子 真是人比人气死人 要说家庭背景 他的儿子已经甩过无数同龄人 可那又如何 除了吃喝玩乐外 还真没看出身上有什么优秀的地方 妈 你怎么又盯着我 那个李末到底是什么人啊 二舅 你别光吃饭 你也说是我妈 怎么老是胳膊肘往外拐 秦国明本来听到 李末的名字就一肚子气 此时外甥一提 他顺水推舟不满地说道 小妹 吃饭的时候 别说其他事情 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帝王图 不就是一幅古董画吗 他能值几个钱 有一亿吗 啪哒一声 秦老爷子一拍桌子 脸上威严毕露 餐厅里温度好像一下子降下来般 秦国明不禁背后发凉 一天到晚不学无数 爸 国明不是这个意思 他秦国明老婆想要解释几句 哪只秦老爷子虎目一瞪 吓得他立刻闭嘴 他什么他 你们两个都四十好几的人了 每天无所事事 除了跟斯瑞一直要钱 还能做什么 我警告你们 如果你们还这样不思悔改 以后秦家大院的门 永远别想再踏入半步 要生要死随你们自己做去 老头子 一家人还能不能好好吃顿饭了 秦老夫人用筷子一敲秦老爷子的手 让他先吃饭 有什么等会再说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秦老爷子哼一声 重新吃起来 秦雅丽摇摇头 他解释道 在老美的博物馆里 收藏着一幅镇馆之宝 历代帝王图 但有很多解不开的疑点 所以世人怀疑他是魔本 尽管如此 有人给那幅魔本画估值至少六亿 二哥 你说真记要值多少钱 秦国明夫妇对望一眼 都露出震惊之色 魔本都值六亿 那真记岂不是要值十亿以上 十五亿 二十五亿 你跟他们说这些 他们能听得懂 秦老爷子没了胃口 他放下碗筷 对雅丽说道 有空让你家里的那口子 好好管管儿子 别整体忙着工作 忙一辈子又能怎么样 儿子养肺了 你们很自豪吗 秦老爷子咳嗽起来 爸 你别借 秦雅丽连忙拍拍他的后背 外公 我又没惹你 好好吃你的饭 秦雅丽真想上去扇他一巴掌 一点眼力尽都没有 我出去走走 你们自己吃吧 秦老爷子气呼呼地站起来走出餐厅 你们一个个都不让人省心 秦老夫人直指儿子女儿 然后追出去陪着老爷子一起散布消食 第二天 李默睡个懒觉 等到上午十点多 才洗漱好出了酒店 他先把狼鱼令的那个子坛 苗津山水图存放进银行保险柜里 然后才打车前往京都博物馆 今天还没开研讨会 所以他想好好逛逛博物馆 京都博物馆是历史与艺术并重 即收藏、展览、研究、考古、公共教育 文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总建筑面积近20万平方米 藏品100余万件 展厅48个 最有名的藏品 有人面于文桃盆 大鱼顶 后母雾顶 四阳方尊等 在网上也能查询到一些相关信息 李默今天要看的对象就是国企青铜 他想近距离地观察下 商周时期的青铜艺术代表作 因为是暑假期间 李默达到博物馆石门外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他有通行胸牌 所以不需要排队 直接走工作人员专属通道 进入博物馆 青铜器展馆 李默一走进去就感觉气氛怪怪的 似乎有一种无形的庄严充斥的每一片空间 放眼望去 竟是各种青铜重器 袖技斑斑 给人一种瞬间从现代穿梭到青铜时代的错觉 他随着人流一步步地朝前走着 目光在那些青铜器身上扫过 感受着他们身上 自然散发出的那种鼓捉大方的神韵 快看 是后母屋顶 没多久 李默就听到前边有人惊呼一声 随即又压制住自己的声音 生怕惊扰到旁人 又走了三分钟左右 一个巨大无比的青铜器 出现在李默眼前 这是迄今世界上出土最大最重的青铜锂器 享有镇国之宝美誉的后母屋顶 后母屋顶又称后母屋大方顶 因顶腹内壁上 柱有后母屋三字得名 顶成长方形 重达八百多公斤 顶身雷纹为地 四周浮雕刻出盘龙 及饕贴文样 反映了中国青铜铸造的超高工艺 和艺术水平 第一次亲眼看到这样的镇国之宝 李默下意识地使用一同看去 陡然从那巨顶体内 相继透射出七种色彩光韵 犹如雨后彩虹一般 焦香灰映 七彩光圈向四周扩散 天地间再也没有沉重之色 而是绚丽的七彩之色 而巨顶仿佛也拥有了生命一样 七彩光圈生生不息 尊贵 高贵 神圣 李默有一种跪下来膜拜的冲动 这是华夏先祖的最高智慧结晶 跨越数千年时空 留给后人的不朽之作 什么明红武双二平 什么历代帝王图 这些在后母雾顶面前 统统失去了神采 就在李默神游七彩空间时 忽然看到无数光韵 受到什么吸引一般 朝他的双眼蜂拥而至 一丝丝清凉融入眼瞳中 让他感到十分舒服 清凉的能量越聚越多 李默眼睛由开始的舒服 逐渐变成肿胀 似乎快要容纳不了 那么多的七彩光韵 也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 李默只好闭上眼睛 那种透视的能力消失 当他再次睁开双眼 眼前世界回复正常 因为双眼的肿胀感还没消失 李默不敢再尝试 动用一同之能 这时身边有人在推他 估计是想让他一步朝前走 不走的话站一边 别挡着后面人的道 一个中年大叔嘀咕道 李默站到一边 朝自己胸口指了指 是这里的工作人员 就很了不起吗 中年大叔看看李默胸口的牌子 不由又嘀咕几声 随着人流一步步的朝前走去 李默笑笑 就是这么了不起 接下来他又近距离 观看了四阳方尊 这个是商代晚期青铜礼器 祭祀用品 四阳方尊外观看是场景 高圈足 颈部高耸 四边上装饰有胶叶纹 三角魁纹和寿面纹 尊的中部是气的重心所在 尊四脚各宿一阳 肩部四脚是四个卷脚阳头 阳头与阳颈伸出于气外 阳身与阳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 同时 方尊肩是高幅雕舌身而有爪的龙纹 尊四面正中及两阳比灵处 各一双脚龙手探出气表 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李末很难想象在几千年前 那时候的先祖就拥有了如此高的铸造记忆 走出青铜气管时 已经过去两个多小时 李末抬头望天 那轮烈日光线刺的他眯起眼睛 肿胀感还有一点 但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先去吃午饭 下午再逛 李末摸摸肚子 还没走多远 就感觉到手机震动 掏出来一看是牛三胖 一些日子没联系 也不知道那家伙有没有回京都 刚接通就听到牛三胖那急切的声音 李少帮兄弟一个忙 怎么了 听声音很急 能不急吗 我遇到四个瓷器 但没把握 所以想请你帮我鉴别一下 如果可以 还要请你来京都一趟 你什么时候回京都的 哎呀李少 我什么时候回的京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能不能用最快时间赶到京都 李末不由逗了下他说到 最快时间 你想要多快 如果今晚你就能到的话 兄弟给你包个五千大红包 你可真大方 行了 你把地址发我 我现在就在京都 马上就赶过去和你会合 李少 你真是我的好兄弟 地址马上发你 李末挂断电话 随即收到一条短信 看这地址 应该是一个高档别墅区 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大本营 午饭也没来得及吃 李末就打车 前往会合点 到了别墅区门口 保安不让进 李末打了个电话 围过两分钟 拦下他的保安 就陪笑着请他进去 刚进小区就看到 牛三胖气势汹汹地 朝这边奔来 真是难为他那一身肥肉 居然还跑得那么快 就是到了跟前 气喘得也粗重 三胖 你要减肥了 看来 看来不减肥真不行了 才跑几百米 就差点喘不过气来 牛三胖拍拍自己的胸口 脸色潮红 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 要不要坐路边休息一下 真怕你一口气喘不上来 没事 我们慢慢走回去 你住在这里 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买的 我妈偷偷给的钱 本来是想一毕业 就和大学里恋爱的女朋友结婚 哪知人家 嫌弃我穷逼 找了个借口 就把我踢了 哈哈 你后来就没找他 向他展示一下你的肌肉 他都钻人家怀里了 我跟他秀肌肉 也没什么意思 李沫 等会到了家里 你帮我多张张眼 总共有四个瓷器 但我只相中了一个 因为心里没底 所以还想请你帮忙把关一下 行 我到时候见机行事 你家里有吃的吗 面条啥的都行 我还没吃午饭 就赶过来了 这肚子一饿 浑身不得进 方便面行不行 最多再加几个荷包蛋 其他的没有 我基本不在家吃饭 只能吃方便面了 快点走 牛三胖住的独栋别墅 在小区中间位置 别墅之间距离较远 阳光充足 房前屋后都有花园 这样的别墅价格不低 徐家兴站在门口等着他们 看到李沫他微笑着点点头 气色不错 大概在京都的一段时间 得到了牛家人的更多认可 恭喜徐大小姐 看来年底应该能喝上你们的喜酒了 徐家兴脸色露出一丝羞涩 李少 没那么快 没那么快的 牛三胖搓搓手 笑眯眯地说道 徐家兴立刻朝他翻个大大的白眼 给他一丝警告 李少请进 外面天气燥热 里面要清凉很多 一楼大厅非常空旷 装修检院不适个调 偌大的客厅是下沉式户型 要走三步十梯 有三个人坐在沙发上小声交流着 茶几上摆放着一个场景求瓶 见到牛三胖带着一个年轻人进来 沙发上的三人连忙站起来 无名 这是我好兄弟李沫 这次比较幸运 他人正好在京都 所以接到电话就直接赶过来了 李先生 你好 无名主动伸出右手 他五指细长 皮肤白皙 手腕上戴着一个卡蒂亚手镯 你好 两人轻轻一搭手就收回去 李少 无名是我学姐 这两位是他的朋友 瓷器就是他们带过来的 你先坐 我让佳馨给你煮点方便面 徐佳馨对他握起粉拳示威一下 不过还是乖乖地走进厨房 而无名对李沫的年纪和能力明显有怀疑 不过 既然是牛三胖找来的 那能不能搞定 这两人就看他的本事 李先生 这个瓷器 是我朋友在大英旅游时买到的 牛总说 你擅长瓷器鉴定 所以 麻烦你先看看 说不上擅长 只是家里开了古玩店 专门卖瓷器的 所以有点心得 李沫拿起茶几上的瓷器看了会儿 可以问下这个瓷器 你们买了多少钱吗 两千欧元转化成国内的差不多两万上下 一个略胖的男人回到 那你们准备卖多少 李沫把瓷器放回茶几上 不动声色地继续问道 其实我们对瓷器并不精通 当时觉得 这个瓷器做工非常精致漂亮 所以就买了回来 回国后 有一个长辈说 这个可能是真古董 让我们找人鉴定下 有鉴定结论吗 我们买这个瓷器才花两万 可是问过几个古董店的老板 他们说如果要鉴定的话 收费至少要三万 李先生 你说这不是挺扯的吗 万一不是古董 我们岂不是亏大了 李沫笑了下说道 这个东西的确是古董 清代中晚期的瓷器叫天球瓶 整个造型非常大气 你们看他的堆瓷堆得非常艳丽 表面的图案叫太师 少师 总共五头狮子 寓意着五式同堂 古代做东西 不是乱说乱做的 都是很有讲究的 都是有一定寓意的 从太师到孙子 一辈辈的都做大官 这类瓷器 目前市场上非常的少见 不过这样的东西 一般都是成双成对的 你们只看到一个吗 只有一个 微胖的男人 一听说是清代中晚期的古董 立马提起精神 李先生 那你觉得这个古董价值多少 李沫摇头说道 这个天球瓶没有敌款 说明不是官窑烧制 而是民窑烧制出的精品 如果有一对天球瓶的话 因为有五式同堂的寓意 所以上了拍卖会 或许能值十多万 但目前只有一个 价格就上不去了 或许能卖个两三万吧 他不想太打击几人 所以没说后一句话 那就是 或许没人愿意买下他 只能自己放家里收藏传下去 才两三万 我还以为 如果是古董珍品的话 能值几十万 甚至上百万呢 坐在一旁的牛三胖 失望的叹口气 刚才牛总说 你们总共带了四个瓷器 剩余三个 能不能拿出来看一看 牛三胖感到失望 那三人更是失望 但无名更多的是怀疑 怀疑李末的能力 怀疑李末是否别有用心 李少 那这个天球瓶拿到 拍卖会上意义也不大 牛三胖第一眼就觉得 这个天球瓶造型与众不同 如果能断代是古董的话 应该是个不错的拍卖品 李末摇摇头 当然 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 如果你们心里有疑惑的话 可以去找专家在鉴定下 三人相互望望 看来这个天球瓶真不值什么钱 如果能保本的话 就已经不错了 李先生 这三个小瓷器 同样是在大英旅游时 一个集市上面买的 当时也是觉得精致漂亮 所以才买下 总共花了四千五百欧元 微胖男人 把放在脚边的一个盒子端上来 放在茶几上 打开盒子 露出三个高约十五公分 腰身宽约八公分的 不同造型的蓝色描金瓷器 李末没有上前拿出来 而是用一桶一扫 三个小瓷器 都透射出灰色光韵 光圈扩散出数十道 是清朝中期时候的真品瓷器 李少 这三个都是小器 不知道做什么用 外观看起来 还是非常漂亮精致的 这三个瓷器 你们要出手吗 李末突然问道 李先生对这三个小器感兴趣 吴敏盯着他的眼睛 可惜没看出有什么异常 看起来还不错 就是随口一问 李末这时起身 准备去餐厅 徐大小姐做好的泡面 已经端出来 先填饱自己的肚子再说 他一离开 吴敏就小声说道 学弟 你这个朋友说的话 怎么感觉那么不靠谱呢 靠谱 非常靠谱 牛三胖盲保证 随即又十分可惜地说道 我本来对这个天球瓶暴 有很高希望的 吴敏学姐 这四个瓷器 你们还是先带回去 上拍卖会的不划算 就算流拍你们 也需要缴纳一定的费用 如果真值两三万的话 也只是能保本 吴敏和两个朋友 简单沟通下才说道 之前听你说过 你们拍卖行 可以一次性买断古董 不知道你愿意出价 多少买下 这个天球瓶 买断的 也是那些价值高 升值潜力大的 这个两三万的 不在我们考虑范围内 那能不能请李先生 再帮忙鉴定下这三个瓷器 学姐 你可能不清楚 古董型的规矩 之前你们去咨询的那些人 都是半吊子水平 都跟你们要几万鉴定费 更何况我朋友 这样的健保高手 真不是我跟你们瞎吹 别人要是想请我兄弟出手 鉴定费至少一百万起步 你们听清楚 我说的是 至少一百万起步 之前我打电话给他 就只提了这个天球瓶 他能赶过来 那是真把我当兄弟 所以这三个小器 你们还是考虑清楚了 真需要我兄弟出手 吴敏脸色有点不好看 他扭头看看 餐厅里正在吃面的李末 怎么看 也就是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而已 他的本事 还能比专家要厉害 吴总 三胖说的一点都不夸张 你们要是知道李少的身份来历 你们也就不会猜疑了 徐家兴端了一点水果放茶几上 刚洗得干干净净 徐总 还请透露一点 吴敏对牛三胖和徐家兴的背景 还是知道的 既然他们都如此说 想必李末的来头真的不简单 这两个月 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 明洪武三爪暗龙同青幼双耳屏 和杨贵妃手镯 都是李少 从茫茫沙里中逃出来的 你之前不是一直追问 三胖拍卖行的那些数益藏品 是怎么来的吗 我告诉你 那也是李少 从市场上逃出来的 别说一百万起步的鉴定费 你就是出五百万 一千万 人家还未必乐意呢 吴敏整个人都听愣住了 吴总 这三个小瓷器 我也挺喜欢的 如果你的两个朋友愿意出手 可以开个价 合适的话 我买回去放在明茶柜台上做展示 我 我和朋友在商量下 在餐桌上埋头吃面的李末 此刻听到徐家兴要买那三个小器 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笑意 那女人精明得很 牛三胖在这一方面 反应就要迟钝很多 也不知道 她将来怎么接手牛是那么大的家业 或许这也是牛老爷子 执意要撮合三胖和徐大小姐的原因 我朋友说 他们差不多花了四万五 如果徐总喜欢的话 就给个七万吧 连这个天球瓶一起给你 他们不亏本就行 这价格也公道 那我就全都要了 我现在就转钱给你们 徐家兴做事果断 很快交易就完成 行了 今天这事也算圆满结束 刘总 你之前提到的合作方案 明天我们抽空再沟通下细节 你们牛市想要进入珠宝界 而我们也想进入物流业 这合作的事情 董事会应该能通过决议 那就明天上午十点 我到你们公司找你 等吴敏三人离开 徐家兴忍不住扑到那三个小气跟前 互保一样把他们搂在怀里 牛三胖一撇嘴说道 我还能抢你的东西不成 你知道个屁 这可是大漏 李少之前都问他们 想不想出手了 就你还像那三傻子似的 反应不过来 牛三胖站在那里待了下 突然狠狠一拍自己的脑袋 经他这么一提醒 他才想起 李末真的问过这话 快拿到餐桌上 让李少说说 是怎么回事 徐家兴小心捧着盒子来到餐厅 将之放在李末眼前 李少 不 李哥 我现在连跳楼的心都有了 送在眼前的漏都没抓住机会 牛三胖一脸懊悔不已的模样 李末用纸巾擦擦嘴笑着说道 我看你 还是早点 娶了徐大小姐吧 就你这领物力 真怕将来牛市企业会败在你手中 你是我轻格行不行 你快点说 我都急死了 李末从盒子中拿出一个小器说道 从造型和工艺来看 这是纪兰苗金双尔小尊 这个小尊有什么用你不知道 因为你没见过这一类的东西 三胖 我建议你多抽点时间出来 去故宫多转转 到了那里 你就会看到这一品类的真品小尊 其实 瓷器分尘设器 就是那种摆在房子四周的那些大件一类 还有日用品瓷器 像那些杯 碗 碟 碟之类的 还有就是在皇帝的床边 有一些小薄古厨 里面放的都是非常好的小玉器 小的瓷器 和小的漆器 这些小的东西 都是皇帝用来玩赏的 属于皇帝观赏品 所以 每一件小器都做得特别精致 你看这个胎是糯米胎 是从玉瑶厂里烧制出来的 圈足底部有款大清乾隆粘制 这是官瑶真品 李末把双尔小尊的身 展示在两人眼前继续说道 你们在看着身上的柚 不露白柚 全部都是满彩 里面是松绿柚 外面是宝兰苗精 没有白底 所以 这是小中见大 小气大样 非常难得一见的精品 牛三胖就像在听天书一样 他眨眨眼说道 你怎么知道的那么多 所以我让你多花点时间去逛 去看 去记 这些都是一点点积累出来 李末拿起空碗 就要去厨房清洗一下 别走呀 你还没说这三个苗精小尊的 到底值多少钱呢 我记得在前些年 一场瓷器专场拍卖会上 有一组四个这样的小气 拍出了九百多万的价格 加上手续费 合计过一千一百多万了 徐大小姐手里的是一组三个 你未来的媳妇 花了几万就得手 是不是捡了大漏 徐家新看了牛三胖一眼 立刻骄傲地扬起下巴 这三件先自己收藏着 过几年还考虑出手的话 可以拿出来 李末提醒一句 我才不拿出来拍卖呢 我看牛爷爷的收藏里 就没有这样的精品小气 我带回去送给他品鉴收藏 徐家新脸上露出甜美的笑容 把盒子包好 这是一份有钱都未必能买到的大理 别忘记要给我包个五千大红包的 牛三胖眼神从那盒子收回来 有些失落地说道 等会就给 李末喜好碗筷走出来 见他一副眉睛打彩的模样 过去一拍 他的肩头说道 反正都是一家人 他的就是你的 你这么想就不会感到失落了 好不容易碰到的一个大漏 哎 没这个命 对了 你们公司不是有鉴定顾问的吗 怎么不让他们鉴定一下的 公司昨天组织员工去金陵五日游 顾总败队 所以他们都不在京都 李少 我还没问你呢 你不是去晖州给你事工办寿了吗 怎么一转眼又来京都了 李末一屁股坐到沙发上 拿起一个苹果啃起来 在晖州逃到了好东西 所以就来京都找专家一起研究下 能被他称之为好东西 那肯定是国宝之类的古董 牛三胖一扫颓废 他连忙问道 又逃到什么了 唐朝画家严厉本的真迹 历代帝王图 李末 见两人都摇头 郁闷的只想吐血 就这样还想把拍卖行发扬光大 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志气和勇气 等都研究透了 能够对外展示的时候 你们过去瞧瞧 没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接下来一段时间我都会待在京都 有什么事再联系我 李末正准备走 牛三胖想起什么事情 他走到李末身边小声说道 你是不是好长时间没和思瑞联系过 前两天他还私下跟我打听你的消息呢 你记得给他发个短信 李末没让三胖开车送 而是自己打车走了 看着出租车消失 徐家兴轻声说道 三胖 你说他和思瑞能成吗 牛三胖想了下 别的不说 光是思瑞那个冷性子 我就觉得他们俩不合适 还有秦家那是真正的家大业大 不知道有多少名门望族 想要和秦家结阴呢 李末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可根基太浅 但事事无绝对 他们都还年轻 机会多的是 你说的也是 我大哥对思瑞还曾抱有幻想 可惜我爷爷一听说 李家正准备和秦家 他就严厉警告我大哥 让他死了那条不该有的心思 牛三胖看他一眼 嘉欣 你真的要嫁我 是我要娶你行不行 两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半嘴起来 接下来的半个月 李末的生活变得很有规律 从酒店到博物馆 两点一线 每天都参加研讨会 会后按照朱昌平的要求 还要查阅大量的资料 他仿佛又回到了高中时代 每天都是做不完的作业 连牛三胖好几次邀请 都直接拒绝 等到所有研讨都结束 已经快到七月底 资料的整理 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 李末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 就是图书馆 他需要再补充一点史料 狼家沟族谱的资料 也早通过朱教授的人脉关系 得到详细的信息 狼家族谱 狼鱼令 狼鱼令的话 隐藏的狼鱼令的紫檀 苗金山水图 和隐藏的严历本真迹 历代帝王图 形成一条清晰的脉络 按照使馆长的建议 预定在七月三十日 正式开个发布会 对外公布帝王图真迹现实的消息 到时候 参与研讨的人 都会成为发布会的主角 只有李沫婉拒了这事 朱教授家里 李沫将一碟厚厚的资料 放在餐桌上 擦擦头上的汗珠说道 老师 京都的天气也太热了 地面温度 我估计都超过四十度 一出门没两分钟 就汗流加倍的 哈哈 这干热还算好的 你们魔都那边属于湿热 我听说开着空调 还要吹着电风扇 不然身上还是湿湿的难受 先坐下歇会 马上就凉爽了 蔡蔡穿着灰色连衣裙 端着一盘切好的冰镇西瓜 放在李沫面前说道 大侠哥 这西瓜可是我经手挑的 吃一口能一直甜到心 你快尝尝 蔡蔡 你眼里怎么只有大侠哥 也不给爷爷拿一块 朱教授故意一皱眉头 爷爷 大侠哥是我们家客人 所以要招待好 蔡蔡的理由很正 朱教授一时语色 只好自己拿一块吃起来 这西瓜还真好吃 蔡蔡你还有这么一手 怎么样大侠哥 我说的没错吧 这瓜就是甜 李沫连吃三块冰镇西瓜 身上的燥热慢慢退下去 老师 我按照你的要求 这篇有关 历代帝王图的专题论文 已经整理好 你看还需要什么改动吗 专题论文先放这边 我把挤出重点修改的部分 再看一遍 小莫 等这篇帝王图论文完结 你就要着手开始整理 明红武双二屏的专题论文 和杨贵妃手镯的专题论文 当然这两篇 你可以休息一段时间再开始弄 建议在九月底前全部整理好便可 那这篇帝王图的论文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我会和历史系的几位教授联合审议 一致通过后 就会签名存档 留在京大资料室里 朱昌平教授吃了一块西瓜后 感觉有点凉 就没吃第二块 昨天碰到情局 他问你最近在忙什么 一直想要邀请你到家里做客的 李末放下西瓜皮 擦擦嘴角的西瓜汁说道 其实我是听说 那个秦家大院里住了不少人 我去那里看望秦老爷子 没什么问题 就是不想和其他人碰头 看到他们就感觉很别扭 你呀你 还真会找理由 行了 秦局那边我早帮你说好 说你一直在忙帝王图鉴定论文的事情 你现在也消停下来 抽空过去一趟走走 离开朱教授 家时已经下午四点多 太阳火辣辣的挂在天空 热浪滚滚 他准备先去博物馆 看看那些青铜重器 这段时间 他的双眼已经吸收过五次那种七彩光韵 心里隐隐有一种大胆猜测 或许一同要再次发生什么变化 刚出京大校门 就接到柳盈盈的电话 电话那头他 唉声叹气好久 最后无奈的说道 小莫 京都是去不了 又发生什么事情 你不是一直想先来京都逛逛的 这时间都推了三次 再推的话 还不如等开学呢 反正以后时间多的是 你想怎么逛京都都行 不是大学通知书到了吗 我爸妈非要回老家办一场酒宴 邀请亲戚朋友祝贺下 我估计 他们就是想回老家炫耀炫耀 其实这个时间不来京都也好 这边可比魔都热多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回乡下老家 大后天 明天是叔叔阿姨的培训班开业 我和爸妈过去帮帮忙 等这边没什么事情就走 你什么时候回魔都 阿姨都念了好多次了 说你还没上大学呢 就忙得见不着面 事情进展顺利的话 也就是这几天就能回魔都 那行 我先挂了 我要给叔叔写那个邀请函 李末挂掉电话 就看到一辆黑色保时捷 开过来停在身前 车窗打开尘缝 朝他挥挥手 老板 上车 师姐 你这是闹得哪一出戏 再司你是我师弟 再工你是我老板 这叫公司分明 以后你到了公司 也别叫我师姐 免得别人还以为我们有裙带关系 影响不好 你约我这个点在这碰面 是想带我去哪里啊 当然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晚上在国贸大厦 有一场重量级的珠宝御展 牛总他们也会参加 我们公司也收到了邀请 所以就带着老板 你一起过去看看 我还以为真有什么钥匙呢 珠宝有什么好看的 还是送我回酒店 嬉嬉在空调室里睡觉 不舒服吗 老板 你不喜欢珠宝 可不代表别人不喜欢啊 你看中什么 可以买下来送给你妈妈 你女朋友 又或者哪个最亲近的女性呀 我可告诉你 女性对珠宝 是天生没有免疫力的 李末只好依靠在车椅背上 老板 其实我有个想法 公司这么好的平台 我想 能不能也进军珠宝行业的 和牛总合作 不然我们这么大的公司 平时都没什么事情 闲得很 你懂珠宝 老板 我们不需要懂珠宝 我们只需要看准机会 投资一点就行 李末琢磨了话 师姐说的也有道理 秋拍结束后 公司会有几亿进账 这么大一笔资金 留在银行 也不是个事 那我先回酒店洗个澡 换身衣服 身上穿的有汗味 老板 你坐稳啊 国贸大厦 位于东二环金融中心地段 晚上六点左右 一楼门口停满了各种豪车 一个个长相漂亮 穿着统一制服的女子 引导着参加珠宝预展的贵宾 进入大厦 李末下车看了一圈 有点无语 那些参加宴会的男子 各个衬衫比挺 西裤搭配皮鞋 还在脖子上扎的领结 至于女人 人家穿着礼服 是为了斗艳 那自然另当别论 老板 要不你还是去买件正式的礼服吧 陈凤一脸苦笑 等会说我是你的司机不就可以了 那么正式的衣服 我穿着也难受 还是休闲简单一点的好 女士你好 请问是过来参加我们的珠宝预展活动的吗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走过来 带着笑容问道 陈凤从手提包里 拿出一个邀请函 两人 两位贵宾请这边走 陈凤穿的也是一身得体礼服 半路相间 化着淡妆 手里拿着爱马仕小包 之前在魔都经常参加类似的活动 所以穿着打扮 举手投足间的气场 都驾驭得非常到位 李莫图的是舒适 所以就是一身修行黑 身上斜块一个小包 放着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 他走在尘缝后面 咋一看 真像个跟班司机 珠宝预展在国贸大厦八楼的一个巨大的会议厅里 沿着墙面布置了三十多个钢化玻璃的展柜 每个展柜里面都陈列着一个珠宝 在灯光的灰映下闪闪发亮 吴总 这次的预展规模比上次大多了 看来在你的领导下 贵公司在珠宝行列内快要登顶 谢谢陈总夸赞 以后还请多多支持 里面请 吴总 吴总 进入展厅的人都很客气的 和迎宾的那个年轻女人打着招呼 李莫离着老远就认出那个人 正是牛三胖的学姐吴敏 这么说 珠宝预展是他一手操办的 吴总你好 陈凤和吴敏轻轻一握手 两人早就相识 陈总 感谢今晚来捧场 吴敏笑着回到 他目光忽然落在跟在陈凤身后的李莫身上 脸色明显有点意外 自己好像没邀请他 他怎么也来了 吴总 李莫是我的老板 陈凤见他一直盯着李莫望 盲小声解释道 李先生你好 感谢你能来捧场 请进 吴敏笑脸相迎 吴总你好 三胖到了吗 牛总早就到了 就在里面观赏那些展示的珠宝呢 李莫走进大厅 里面想着轻柔的音乐 很多人走来走去 看着展示的珠宝 同时还小声交流着 老板 你随意看看 我去认识一些人 你不必管我 李莫目光一扫 都是人头 也没看到 牛三胖在哪个展柜前 他看了看不远处的那个展柜 人相对少点 于是朝那走了过去 这个玻璃柜中展示的 是一个女款钻石白金王冠 整个线条非常细长 在关顶位置 镶嵌了一颗大钻石 四周还环绕六颗小钻石 灯光一照 折射出耀眼的光芒 李莫虽然对珠宝不懂 但也能看出 这款王冠珠宝 价格不菲 老公 这款王冠好漂亮 等会我们把它买下来好不好 没问题 只要你喜欢 今晚把全场的珠宝都买下来 我也不会皱下眉头 李莫扭头看了下身边的一男一女 男的三十多岁 身材高大魁梧 女的一头金发 长相甜美 应该是个混血 请让一让 别处在这里挡着视线 有人在后面推了下李莫 只是没有推动的他 闲杂人请让一让 身后的人有点不耐烦 还拍了怕李莫的肩头 这么大的地方 还不够你站的吗 这里明明就很空 随便站都不会影响视线 身后这男的想干什么 找查不成 被李莫对了一句 那个四十多岁的男人 脸色立刻阴沉下来 就连他身边那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都露出怒意 你算哪根葱 这里是你该来的地方吗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怎么什么人都能放进来 这档次也太低级了 男人明显是瞧不起李莫一身穿着 在这个场合 穿着这么廉价的衣服 不是偷溜进来的 就是某个老板的小跟班 你有能耐 就把这里所有的珠宝都买下来 也让我看看 你是多么的有档次 哼 如果买不起 就别人母狗样的瞎逼逼 一看就是没素质 李莫突然想到朱昌平教授的助教 他之前可是一直对他没素质的 现在照搬过来对对别人 感觉还真爽 你算什么东西 男人气得伸手就要 拉李莫的衣服 哪知李莫出手比他更快 左手一探 就抓住他的手腕 五指发力 那个男人立刻疼得哇哇大叫 脸色都变了 在空调大厅里额头都冒出汗珠 这边动静太大 引起骚乱 四周的人立刻让出一片地方 同行的女人一看男人被治 吓得忙大喊起来 保安 保安 这么大规模的珠宝御展 肯定是有保安在一旁守着 这边有人一喊 立刻就有七八个保安围上来 保安 这个人意图不轨 快点把他拿下 救救我 男人疼得脸色都发青了 声音嘶哑 发生什么事情了 吴明走进大厅 看到闹出动静的是李莫 再看那个被制服的男人 一副痛不欲生的模样 心中有了计较 他示意保安 不要轻举妄动 然后朝李莫说道 李先生 如果这位公总 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我替他向你道歉 还请高抬跪手放他一次 李莫也没想对他怎么样 这家伙纯粹就是自寻死路 自己真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的话 一巴掌就能抽飞他 这里毕竟是珠宝玉盏 不管怎么这 也要给主人一点面子 他松开手站到一边 吴总 快让保安抓住他 这小子来路不正 你他妈说谁来路不正呢 信公的男子话音刚落 就看到一个胖胖的身影 从人群中冲出来 抬脚就揣在那人肚子上 一脚将他踹倒 胖子还不停脚 连着跟上去又是脊脚 你瞎了狗眼 连我兄弟都敢欺负 冲出来打抱不平的是牛三胖 李莫愣了下 忙上前拉住他 李少 你放手 这家伙之前总在老子面前嘚瑟 今天肯定又是他没事找事的 要找你麻烦 听这口气 牛三胖和他之前有点恩怨 牛英俊 你想干什么 农庄女人挡在男人面前 气得直喘粗气 但他又不敢拿三胖怎么样 牛三胖重哼一声说道 之前爷爷是念在你 曾经也为我们牛市企业出过汉马功劳的份上 所以才放过你一次 怎么的 真当我们牛家的人好惹 牛总 还请息怒 无名头都大了 今晚好好的一场珠宝御展 愣是出了这么大纰漏 牛三胖这才走到李莫身边笑着说道 这家伙 怎么惹到你了 李莫怂怂肩头 就是起了一点冲突 这件事情很快平息下来 牛三胖拉着李莫 来到另外一个展柜前 刚才你下脚挺重的呀 你是不知道 那家伙是个什么德行 他之前正是新世纪拍卖行的总经理 此人吃里爬外捞了很多 后来事情曝光 才把他给撤了 这么说 你能接手拍卖行 还多亏他了 李莫笑着说道 那你们就没对他怎么着 此人不行 但他的大哥不简单 专门倒腾翡翠原始生意的 在国外规模挺大 珠宝行业中的佼佼者 都和他大哥有生意上的来往 我们牛家其实也一直想分一块蛋糕 所以他的事情曝光后 爷爷考虑了好久 只让他吐出不应得的那部分 没有对他太过深究 你刚才那几脚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不会 我早就想揍他了 今天正好给我逮着机会 这家伙离开新世纪拍卖行后 自己通过大哥的关系 也开了个珠宝店 规模不大 但店里还有些好货的 行了 今晚这里预展的珠宝款式非常多 我们一起看看 李莫跟着牛三胖逛了几个掌柜 不远处 陈凤和徐家兴 也在情绪高涨地交流着珠宝心得 李少 你看看 这款翡翠手镯 眼前展柜中放着一对手镯 颜色浓绿 金银剔透 非常漂亮 下面还有个标价签 售价一千万 三胖 这一对手镯值一千万 这是帝王绿翡翠 市场就值这个价 这可是武士珠宝的镇店之宝 你不是对古安挺精通的吗 有没有听说过慈禧老佛爷手上戴过的那个帝王绿翡翠手镯 市场估值一个亿 李莫瞥他一眼 我不是万能的 李少 这珠宝行业的利润可不低啊 尤其是高端系列珠宝 那都是有价无市 武家珠宝做得这么好 听说就是因为家里团了一批好货 只要牢牢掌握住那一部分高端客户 每年都能挣得冒油 这时有几对有钱人围过来 他们的女伴都被帝王绿翡翠手镯迷住了双眼 不时发出惊叹 三胖 我们去看看其他的 两人来到另外一个展台 里面立着一块长方形玉牌 一面雕琢的是人文山水 另外一面雕琢的则是诗文印章 这个紫钢牌雕琢的手艺相当了不得 李莫仔细看了下印章 雕的是星海二子 原来是北雕大宗师陈星海老先生的作品 难怪雕工如此精湛 出神入化 李少 你说这个玉牌叫紫钢牌 难道是指明朝那位雕琢大师陆紫钢 紫钢牌原先是指明朝雕琢大师陆紫钢的预制作品 但它没有子嗣继承技法 是由工坊中的弟子发扬传承下来的 到了清朝已经演变成一种品牌 紫钢牌最大的特点就是 一面雕琢人文山水 一面雕琢世文印章 只要是这种雕琢手法的统称位紫钢牌 只是用才有别 雕琢人的手艺有高低 目前市面上常见的紫钢牌 多是现代制品 只有在博物馆里会常见到明代 清代传承下来的紫钢牌 牛三胖摸摸肥厚的下巴 盯着紫钢牌琢磨着什么 走 我们再去其他展柜 李少 我之前和陈总聊过 看能不能合作投资珠宝这个行业的 我现在是越来越觉得大有可为 我之前和吴总谈合作 主要是希望他们能提供货源 我们就先小打小闹 把店面整起来 现在除了拍卖行外 我最希望的 就是把珠宝店发展壮大 也做成一个品牌 李莫摇摇头 三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 你不同意我的想法 牛三胖跟在李莫身边 他还是非常注重李莫想法的 稳定的原材料 尤其是高端的原材料渠道 你有吗 囤货需要无数资金 你资金充足吗 至于需要精湛的手艺 这种人才 你能请到吗 这才是最基本的 缺一不可 否则你永远只能小打小闹 赚取一点差价费用 牛三胖脸皮抽搐几下 伸手轻轻扇了自己一个嘴巴 看来自己真不是做生意的料子 李莫再次走到一个特别的柜台前 说他特别 是因为看的人才三个 而且年纪都六十开玩 柜台里展示的不是珠宝玉器 而是两块小木牌 一块香金 一块包银 整体看起来设计简洁大方 他对这个起了兴趣 和三个老头一样 凑上钱仔细地观赏起来 李少 这两块木头 有什么说法 牛三胖看不出来什么名堂 还是让李莫讲讲 他听着学习下 这是两块阴沉木 你仔细看它们表面的纹理和光泽 具备了木的古雅 也具备石的神韵 阴沉木有东方神木之称 也有植物木乃一之称 历代都有把阴沉木雕琢成护身符 佛像 工艺品等 有辟邪之用 以前阴沉木也叫乌木 所以古人有云 家有乌木半方 胜过财宝一箱 武士珠宝能做得这么成功 看来也是有根本性原因的 他们将珠宝重新定义 连这种阴沉木元素 都融入到了珠宝设计中 三胖 如果你真想进入珠宝行业 就要花时间潜心学习 否则真不如不做 牛三胖顿十倍受打击 李少 那这次 你要不要入股一份试试 你参与进来的话 至少不会亏本 你不参与的话 我这心里太没底了 我现在手里闲钱不多 等秋拍后再说 三胖 你不是一直说 要和我合开个仓馆的吗 牛三胖眼睛顿时一亮 谢天谢地 这小子终于想通了 这是你可以先张罗起来 回头我们合计下 看看怎么操作 行 前妻的事情我先做 牛三胖脸上多了几分笑意 只要李沫参与的事情 他都觉得能成 对他有一种相当大的信任 接下来 两人把所有展柜都逛了一圈 每个展柜都是独具匠心 有创意 有品质 陈凤他们和李沫会合 两女聊得有点激动 对珠宝的免疫力是在太低 李绍 接下来就是预定环节 如果你有喜欢的款式 可以预定 老板 你有看中的款式吗 李沫想了下说道 那个阴沉木箱经营的款式还可以 其他的不是太有感觉 陈凤轻叹口气说道 老板 你的眼光总是那么与众不同 李沫笑了笑说道 其实我是想 将来有机会的话 给你们每人都淘一件骨品首饰的 上次我在琉璃场古玩节上 就淘到一件二龙戏珠金香银手镯 那可是清朝皇宫里预制品 现在戴在我妈手腕上呢 老板 你刚才说的话 我们可是都记在心里了 陈凤两眼发光 怪不得之前在陈家老宅时 见到诗衣手腕上的手镯时 就觉得不简单 原来还是皇宫里传出来的 武士珠宝玉展举办的很成功 现场下单预定的客人非常多 当然有些款式是限定数量的 比如那种帝王绿翡翠 每年仅有一两个名额 听牛三胖的说法 帝王绿里也分好几个级别 最极品的一个帝王绿手镯 就要一千万左右 他对翡翠没什么涉及 所以也就随便听听了解下 牛三胖也下定了一款珠宝首饰 价值一百零八万 瞧那徐家心脸上洋溢的笑容就知道 这是为他定做的 李少 明天你有什么安排吗 明天已经有约 还有明天你们注意下新闻 是有关历代帝王图发布会的内容 帝王图真记现实 我估计国内外都会引起热议 既然你有安排 那我下次再带你去一个地方 上次你不是让我打听下谁手里 有几十年的藏酒吗 还真被我一个朋友打听到了 听说家里的藏酒装满了一个地窖 藏酒时间最长的一款酱香酒 都有五六十年了 这么久 那应该挺贵吧 陈凤惊讶地问道 这我就不是很清楚了 年份最长的藏酒要论价值 可能几千 也可能几万 十几万 物以稀为贵 贵点也正常 这次没时间 下次再来京都的话 我提前跟你说声 到时候抽空再过去看看 第二天 李莫起个大早 今天约好要去秦家大院 看望下老爷子 到了胡同口 就看到陈小枫在那等着 小师叔 小枫 你之前电话跟我说 有要事找我谈的 是什么事情 陈小枫抓抓脑袋犹豫下才说到 小师叔 我准备离开秦家大院 你公司那边还缺人不 就这事啊 你直接跟你小姑说声就行了 不过 这里做得好好的 怎么突然想要离开 就是感觉自己还年轻 不应该把最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秦家大院里 所以 我想跟着你做事 多学点东西 让你小姑先安排下 具体做什么 你自己决定 我明天就回魔都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的话 估计要等到八月底开学 才能来京都 谢谢小师叔 说什么谢谢 都是一家人 对了 上次我听师兄说 你在京都还谈了个女朋友 是做什么模特的 陈小枫脸色难得红了下 他憨憨一笑说道 是做平面模特的 有一次晚上轮到我休息没值班 所以就一个人出去走走 然后就碰到有人 对他身险诸首 我就救了他 后来经常发短信聊聊天 一来二去就熟悉了 但我们还没发展到 男女朋友那一步 对方不错的话 可要加紧 小师叔 人家长得那么漂亮 又是大学毕业 而我只是当兵的出身 没什么本事 我担心人家看不上我 只是把我当成普通朋友 连你都看着自己 还能指望人家女孩子 高看你一眼才怪呢 我爸妈经常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你都没尝试下 怎么就断定 人家对你没那个意思呢 小师叔 你好懂的样子 李末咳嗽几声 擦擦额头上的汗珠 他懂个屁 还没这儿八经谈过恋爱呢 就算有初恋 那也是暗恋 书上都是这么写的 走到秦家大院门口 陈晓峰低声提醒到 思瑞小姐的父母 还被禁足在大院里 等会你看到他们 尽量离着走 我心里有数 李末斜跨着个小包 走进大门 有一个保姆带着他 走入二经院落 秦老在书房写字 交代你到了 直接带过去就行 书房里 秦老爷子正在泼没一幅山水画 他不但精通宋徽宗的寿经体 在水墨画上功力也较深 只是他的水墨画 都是字画字上 休闲沙发上 有两个老者 正在悠闲地喝着茶 李末一进书房就认出他们 一个是李老爷子 另外一个就是师爷爷 小莫 正等你一起品茶呢 秦老头正藏的极瓶铁观音 师老朝李末一招手 让他过来喝茶 李老爷子脸上也带着笑容 只是眼神一直在审视着李末 二位老爷子 你们好 李末行个礼然后坐下 面前一个杯子已经倒好了茶 浓郁的茶香飘起 是最好的铁观音 小莫 这茶可不是白喝的 等会还需要你 这个黄金眼出出力 师爷爷 你这么说的话 那这杯茶我倒是该喝 还是不该喝呢 李末一杯茶端在半空 脸上露出一丝苦笑 呵 李末小喝一口 眉头舒展开来 好茶 秦老爷子放下毛笔 走过来笑着说道 再好的茶喝多了也无趣 李老 你说的那幅字 还没送过来吗 嘉宇开车送过来的 算算时间应该快到了 秦老 你这什么急啊 等会保准 让你大开眼见 上次小莫在琉璃厂 逃到一幅柱枝山 狂草真迹 陆世明 我看到那都没怎么样 你的那幅字 还能震倒我不成 师老爷子 放下茶杯 惊讶地说道 大明第一 狂草柱枝山的真迹 哈哈 我记得师老手里也有一幅柱枝山狂草真迹的吧 所以我才说小莫在字画鉴定上也是一绝 李老 你收藏的那幅字到底是谁写的 字都快送到了 还不肯透露半点口风 李老身体朝后 依靠得意地说道 是董奇昌的一幅楷书 东方先生话赞碑 什么 是董奇昌的楷书 真是没想到你居然能收藏到他的大作 秦老爷一生最爱的就是瓷器和字画 但董奇昌这样的大拿 他的藏品中还真没有 再者就是董奇昌流传下来的 主要是行书和草书 楷书极少 所以听李老说 他收藏了一幅董奇昌楷书真迹 让秦老爷子羡慕得不得了 爷爷 你要的自道了 李嘉宇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书房 他手中拿着一幅字 来 平铺到书上 秦老爷子三两下把桌面清理干净 还不放心地用干毛巾再次擦拭一次 董奇昌的真迹可不便宜 绝对不会低于一个亿 嘉宇 你小心打开 让你秦爷爷好好的长长眼 是 爷爷 小莫 你也来鉴赏下 董奇昌的传世楷书不多见 主要原因在于楷书不义公 他认为如果字写得如算子 便不是书 秦老爷子喊他 李末只好站起来走到书桌旁 目光一扫 神色顿时凝重起来 董奇昌是明末的画家 大书法家 尤其是擅长行书和草书 而他对自己的小凯也是相当自负 凯书是传极少 所以出现一幅绝对是破译的价格 李末动用了一桶 可是令他十分意外的 是 眼前这幅字透射出的不是代表明代的蓝色光云 而是代表清朝的灰色光云 而且颜色偏浅 也就是说 这幅楷书其实是清晚期的某位书法家的模本 他不着痕迹地瞄了眼里老爷子和他那个上蹿下跳的孙子 这爷孙俩到底知不知道这是模本 秦老 这幅董奇昌的楷书如何 李老爷子摸着下巴的胡子 悠悠问道 董奇昌的书法 吸收古人书法的精华 但不在笔记上刻意模仿 零 二有颜古照姿之美 他的书法 综合了静 唐 颂 原各家的书封 自成一体 其书封飘逸空灵 风华自足 笔画原静秀义 平淡古朴 再者 他用笔经道 始终保持正风 少有眼笔 卓智之笔 在章法上 字与字 行与行之间 分行布局 书朗云衬 立追古法 用墨也非常讲究 枯实浓淡 尽得其妙 书法制董奇昌 可以说是极古法之大成 秦老对字画的鉴赏水平很高 尤其是这种名流千史的大书法家 更是熟悉 这幅楷书 可以说是董奇昌字画中 最具代表性的一幅作品 李老 这幅字 是在哪里淘到的 唯的老头子 哪有这本事 是嘉宇两年前 在国外的一场拍卖会上买回来的 折算下来 也花了将近两千万 不过这幅董奇昌凯书 在国内估值有一 两亿 算是减了的大漏 爷爷 一两亿是两年前的估值 现在上拍卖会的话 说不定还能升值得一两千万 嘉宇 这幅字好好收藏 升值潜力巨大 秦爷爷 我听你的 李嘉宇讨好的说道 他刚要把字卷起来 突然看看 站在一旁不发言的李莫笑着说道 李莫 你好称是黄金眼 对瓷器玉器 有很高的鉴赏能力 对字画也有一定的鉴别水平 你觉得这幅董奇昌的凯书如何 李莫淡淡一笑说道 我对字画的鉴赏水平一般 上次在琉璃厂捡了个柱枝山的草书 也是秦老帮我鉴定的呢 所以 你问我对这幅凯书有什么想法 那真是问错人了 那这个机会更是难得 你要不要再请教下秦爷爷 这话说的就有些过分 似乎是在炫耀 三个老爷子是人老成精 他们不由都微皱眉头 但也没当面说什么 而李莫更没有在意 反而笑说道 对于一幅字画的鉴赏 有很多层面 比如 你们看到的是他的字 他的印章 他的价值 秦爷爷可能还会鉴定他的用墨 他的用指 他的年代 而我有时会重点关注他的装表工艺 他的卷轴造型 用料 甚至是很多你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细微末节 这人与人比较 在几句话间 就能清楚地分出胜负高低 施老对李莫是比较喜欢的 至少他这番话 说出了他与众人所不同的地方 抬高的别人又没有贬低自己 还能显得自己独立特别 你能说出这番话 就说明你的鉴定水平还是很高的吗 我对字画才是不精通 所以还要向你请教一下 李家宇步步紧逼 我这点水平 还是不在大家面前献丑了 家宇 这幅字你收起来 我们过去喝茶 李老咳嗽一声 自己的孙子这度量心胸 还是不够大 爷爷 他明显就是在敷衍我 也是在敷衍你们 我可是听说 他在精灵为司军鉴定了一幅石涛的真迹 现在就挂在精灵博物馆里呢 那幅石涛真迹 你们都是鉴定过的 可都没有明确结论 但他就可以 秦爷爷 是爷爷 李莫他是瞧不起谁呢 书房里一下冷场下来 李莫脸色阴沉 他盯着李家宇的眼睛冷冷地说道 我先说两句话 第一句 这幅字在我鉴定之前 他能值一 两亿 甚至更多 但在我鉴定后 他可能就值几十万 甚至一文不值 第二句话 我现在当时秦老 施老 还有你爷爷的面 我再问你一句 你确定要我鉴定吗 众人明显听出了他的怒火 而且 他们也明显听出了他的意思 那就是 这幅大家都认定为 董其昌的楷书真迹 可能有问题 秦老对李莫还是比较了解的 既然他当着大家的面如此说了 那此话百分百有问题 李家宇被两句话顶的傻眼 小莫 这字真有问题 秦老神色凝重地问道 秦老 其实我刚才就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 我鉴定字画 更多关注的是 他们的细微末节 虽然没有正面回答 但也侧面地肯定了 这幅字是有问题的 小莫 如果这幅字卖给你的话 你能出价多少 李老这个问题很有智慧 可以从李莫给出的金额数字 猜测这幅字的水分 李莫摇摇头 不收 白送给我都不要 李莫 你太目中无人了 李家宇咬着牙齿说道 他内心充满了愤怒 还有一些惶恐不安 李莫几句话 就在他心中 深深扎进一根刺 如果他确定要李莫鉴定的话 那后果很可能 让他无法接受 如果他不要李莫鉴定 那就相当于 当着三位老爷子的面 狠狠地扇了自己一个耳光 他丢人不说 他的爷爷也会跟着丢面子 毕竟眼前的秦老和师老 都不是一般的人物 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什么叫骑虎难下 李家宇就面临着 这个非常尴尬的局面 我觉得秦老收藏的 几瓶铁观音非常不错 要不我们继续品尝 李莫突然建议到 我也觉得 那铁观音口感不错 和大红袍各有千秋 师老直接走向茶几 这是给大家一个台阶下 李老看看自己的孙子 内心没来由地生起一种失望 这就是他抱以希望的继承人 连一点胆气都没有 这样的人永远不会入秦老法眼的 心胸不够 胆气不足 或许秦老早已经看透他的本性 所以才找借口 一直没同意联姻的事 师老 品茶的事情先不急 想喝的话天天嘟 现在 我倒是对李莫刚才的一番话有了兴趣 不管这幅字有什么问题 我还是想弄个明白 不然你们两个年轻人真肩对卖牙的也没意思 自己的孙子没胆量 但他不能让此事就这么了 李莫望向秦老 秦老赫视老两人对视一眼 也笑着说道 好奇心是每个人的本性 我们两个老家伙也挺好奇的 你有什么不同的鉴定结论 尽管说 这是在向李莫表明 不管结论如何 他们会兜底 李莫早就发现了这幅字的破绽之处 但如果他不点名 这幅字或许永远被认定为董奇昌的楷书真迹 同时他也不得不承认 这幅楷书的造诣非常高 这让他想起一个人 就是大千先生 他仿八大山人 仿石涛 仿出来的作品比真的还真 眼前这幅楷书也是 董奇昌的大作被一位晚清的书法家 给仿的真假难辨 如果不是有透视能力 他也不会发现仿座在装表时 还留下了暗记 可能也是仿者的一个恶趣 看谁能发现 既然你们都想知道 那就给你们一个真相 也让这个李嘉宇知道 以后再找自己麻烦 就要掂量下后果有多么严重 李莫将字平铺好 然后换了几个方位和姿势 装模作样的观察着整幅字 最后伸出右手食指 在衣服上摩擦几下 再次的最后面空白处 开始一寸寸的摸起来 他的食指就如蜻蜓点水 浮在表面一滑而过 等他将所有空白处都摸个遍 最后又选择三处地方 再次触摸感受 大概三分钟时间 李莫的食指 在最后一处停留下来 他点点此处说道 破绽在这 四人立刻围上去 瞪大眼睛 愣使没能看出什么 秦老和李老 还先后用指尖触摸几下 感受不到任何的不同 秦老拿出放大镜对着看会儿 最后看向李莫 这里有什么问题 下面脏子 李莫走到茶几旁 端了一杯清水 他用指尖沾水后 轻轻在那处一岸 纸面潮湿 水汽渗透下去 在众人的注视下 潮湿的地方 逐渐显露出几个凯字 嘉庆八年秋 草庐仿座 孔屋先贤 留字以名 丁氏 这句话的大概意思是 嘉庆八年的秋天 在一件草庐里 完成了这幅仿座 生怕仿座不经 玷污原作者的名声 所以留下这个案记 让别人知道 是一个姓丁的人做的仿座 这 这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不可能的 这绝对是不可能的 李嘉宇额头上大汗滚滚 满脸惊恐 原本架着一个多亿的 董其昌 楷书真迹 怎么一转眼 就成了无名之辈的仿座 这幅字 这个印章 这上面的剑印 居然都是仿客出来的 多少专家都认定 他是董其昌真迹 怎么到了李沫手里 就成了仿座 李嘉宇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情绪失控 指着李沫近乎咆哮 一定是你做了手脚 对不对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李老爷子见他情绪失控 甩手就是一巴掌 将他抽得连退好几步 丢人现眼还不够吗 这时陈小军带着几个保安冲了进来 他们还以为这里发生了什么突发事件 我先出去下 李沫暗叹口气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他相信今天发生的事情会成为李嘉宇的噩梦 爷爷 肯定是他动了手脚 你们都被他给欺骗了 别让他走 一定要让他说个明白 闭嘴 走出书房的李沫摇摇头 这都什么破事 本来打算看望下 秦老就离开的 谁曾想到李嘉宇对自己逼得那么狠 两千万本钱算是打水漂了 在走廊里没待几分钟 就看到陈小军他们控制住李嘉宇带了出来 后面李老爷子拿着那副字跟着 秦老赫施老两人脸色古怪的走出来 黄金眼之称不是假的 他居然连这样的破绽都给找了出来 食指就是那么一摸 就能感受到那处细微末节的不同 小军 今天这是跟你无关 不必放在心上 秦老笑了笑问道 刚才施展的是不是天公之手 算是其中的一部分吧 李沫无可奈何地说道 我也是被逼无奈 才走出这一步的 我倒觉得这对李老是个好事 对嘉宇也是个好事 不经历巨大的挫折 很难成为合格的继承人 你看老牛家的那个牛犊子 从小到大 什么零花钱之类的 都要自己去打工正 现在身上可没有一点顽固之气 哈哈 那个牛犊子我也见过 好好培养 是个不错的苗子 施老说到这里 脸色略微变化 轻叹口气 似乎想到了什么不愉快的事情 小墨 你会像象棋吗 秦老看出施老的情绪异常 不由扯开话题 象棋会 不过我之前都是和师父两人对异 没赢过 至于水平 说实话我 一直被师父批评 说我是臭棋篓子 所以如果要和你二老侠象棋的话 可能几分钟就被将军 李末有点不好意思的说到 就是因为被柳川庆批斗的太多 他对自己的象棋水平也没信心 这时秦国敏夫妇听到动静 也过来看看 是怎么回事 当他们看到李末 就也在这里实那脸色有多难看 就多难看 真是越不愿意见到的人 偏偏越是能碰到 爸 刚才发生什么事情了 秦老看了眼儿子和儿媳 你们去李老那边看看家瑜 记住 以后规矩一点 不然后果你们是知道的 家瑜怎么了 李老早上不是也过来喝茶的吗 让你们去就去 不去的话 就老老实实待在家里 秦老对他们有点不待见 语气都严厉几分 爸 你别生气 我们现在就过去 唉 当初一心把精力铺在老大身上 疏忽对他的管教 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 他们却越活越回去 石老笑了笑说道 而孙自有儿孙福 我们就一样天年 没事找找乐子就行 小莫 我们也俩对异局 也让我见识下你的棋力 到底有多丑 施老与秦老经常对异 书多赢少 所以同心大起 今天来整整李莫也不错 李莫看看时间 历代帝王图发布会已经开始 网上有现场直播 不知道现在情况怎样了 棋局是在客厅里 李莫和施老还没坐下 就见到秦老夫人急急忙忙走进来说道 老秦 老李家怎么回事 家与那孩子好像受到什么刺激 一直在院子里大呼小叫的 老李也脸色难看 你们不是在一起喝茶的吗 老嫂子 这是有点复杂 你别急 他们没什么事情 施老安慰道 能不急吗 我还以为老李又来和老秦谈结亲的事情 以为你明确地拒绝了他们 才导致他们爷孙俩情绪都不对劲 这不 我就急忙回来问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进来我和你说点事情 让小莫他们对异一举 今天看了李家宇的表现 秦老内心已经对他不再抱有什么期待 心胸不够 眼界又高还不踏实 这真不是他想选择的人 抛开家庭因素 他宁愿思锐将来找到像李末这样的人 施老摆好黑红象棋 示意李末坐下说道 你先出手 李末执红棋 先走一步 直接跳马 施老想都没想小卒顶上 开局过后 李末也没多思索 就按照以往和师父对异的节奏来 红棋黑棋来来往往 相互厮杀 大概二十步后 施老脸色不再那么悠闲 而是正经严肃起来 反观李末依旧内服我水平就这样 陪你玩玩消磨时间的架势 好小子 终于给我逮住机会了 终于施老拿起一枚马 猛的一拍 发出啪的声响喝道 将 李末望了望局面 把红车直接顶上 让黑马成了拐角马 跳不起来 同时还要吃掉他的一个黑炮 施老车炮 李末的一枚红炮横一三步 淡淡的说道 将 施老回头马 挡住红炮 李末把红军一顶到底 再将 施老两眼盯着棋局看了一分多钟 才抬头看了眼李末笑道 再来一句如何 谢谢施老对我手下留情 先让我一句 我让你个屁 明明说自己说臭骑篓子的 没想到 也是嘴上跑火车不靠谱的家伙 施老心里嘀咕了几句 第二局开始 施老黑棋先动 当头炮 李末依然跳马 第二局一开始就比第一局的气氛 要来的紧张 两人一来一去 布局挖坑 样样都来 大概一刻钟后 李末红军再次一顶到底 轻声说道 将 施老的手刚落旗还没收回 就停顿在半空 怎么又是这一招 毁棋是不可能的 但连输两局 施老大概也明白 李末所谓的臭骑篓子 是怎么一回事了 章法还不错 似乎和秦老走的是一路风格 等会你再和他对一两局试试 是吗 那我等会真要向秦老请教一下 回头也杀杀我师父的锐气 免得经常说我是臭骑篓子 李末没多想 还以为施老这两局 是先考验他的象棋水平 施老 你们吓得怎么样 秦老谈完事 走过来问道 施老淡定的起身说道 没他说的那么多 水平还可以 你们也来下两局 你这么一说 看来小莫还是有点水平的嘛 闲着无事 我也来整两局 秦老坐下 第一局 花了十五分钟 李末同样一招顶军结束 第二局 花了二十五分钟 嗯 还是以鼎军结束 秦老旺旺坐在一旁观战的施老 见他一脸笑容 他也点头笑起来 对李末说道 齐力还真可以 也没你自己说的那么不堪嘛 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的 我和师父对异了十多年 从来没赢过 所以后来 对下棋就失去了兴趣 下棋只是忙里偷闲 你的主要精力 还是放在学业上 行了 今天就试试你的齐力 以后空了 再好好对一几局 我们去餐厅吃饭 冰箱里有冰镇啤酒 你要不要来点 可以来一小杯 三人前往餐厅的路上 秦老狠狠地瞪了眼师老 这老伙计居然给自己下了套 李末的齐力哪里平庸 简直是高深莫测 师老强忍着大笑 直指李末背影 意思是别让小辈看笑话 饭桌上菜色都比较精致 一道酱排骨 让李末吃得很尽兴 小莫 你这么喜欢美食 不妨就弄个餐馆玩玩 以后我们几个老头子 闲了下来 也过去碰碰场 是爷爷 我和牛三胖已经通过气 开餐馆的事情 已经着手开始准备 您家里有谁想要一起玩玩的 可以直接找三胖 大家一起 弄出个有特点的 说不定还能火爆金兜呢 行 我家那个小子是搞科研的 天天就知道研究 回头跟你们多接触接触 年轻人一起玩有朝气活力 小莫 也把我们家的几个小子一起带着玩玩 回头空了多句句 秦老也笑着说道 什么多句句啊 秦雅丽走进餐厅 今天穿着非常正式 应该是从发布会上过来的 你爸刚才说 让他们小年轻的 有空多句句 秦老夫人让人给他盛了碗米饭 还以为你中午不回来吃饭了 爸不是关心 历代帝王图的发布会情况吗 所以一结束就回来汇报下 小莫也在 你就说说 用一句话来形容 那就是现场沸腾 全网火爆 今天这场发布会 相关部门的主要领导都出席了 还有各大 主要博物馆的负责人 和各大媒体 随着时间推移 历代帝王图 会引发全国人民的讨论 小莫 你要有思想准备 这幅西式珍宝帝王图 会被列为永久禁止出国展览艺术品之一 早想到了 我也没打算让他出国 目前已经和京都博物馆合作 历代帝王图 会先放在那里展览 他们也有专业的设备 技术和人才 去保护好帝王图 在这一点上 你做得非常好 秦压力吃了一口饭又说道 小莫 那帝王图现世 已经引起很多大收藏家的注意 有些人十分感兴趣 压力 这是你别瞎掺和 秦老眉头一皱 上次那个明红五双耳屏 就有不少人想通过 他关系得到他 这次又来 就算他们没找到我 也会通过其他方式 去联系小莫 我现在说出来 也是让他有个准备 有人已经出价十八亿 这才是发布会刚结束没多久 我明白秦姑姑的意思 其实这些西式珍宝 我自己会永久收藏 价值十八亿与一文不值 对我来说是一个结果 不管是之前的明红五双耳屏 还是现在的帝王图 其实都是我们整个民族的宝贵财富 等我百年后 这些质宝我也会留给国家 让他们能得到更好的保护 让后世之人永远能了解到几百年 甚至几千年前 先祖们所经历过的磨难和辉煌 秦老和师老都点点头 这小家伙身上拥有的品质 是同龄人所远远无法具备的 秦老 师老 帝王图的事情暂时结束 我打算明天就回摩多 下次再见面怕是九月了 走的时候 把那块苏氏藏烟一起带走 放在这里 有些人总是打着如意算盘 谢谢秦老 下午 李末带着苏氏藏雁离开秦家大院 而帝王图现实的新闻 带来的影响越来越大 网上不但有新出世的严历本 历代帝王图 真记照片流传 还有老美那边 荡成镇馆之宝的魔本帝王图细节 也相继被曝光 两两一对比 真假立变 全名哗然 李末背着休闲大包 走出高铁站 临近傍晚 外面的热浪汹涌而至 让他有种要窒息的感觉 这次回来 他也没有通知任何人 他需要独自一人静一静 在返回途中的高铁上 同学群里都在议论 历代帝王图 这样的神作 都在猜测到底是谁 是在哪里发现的 而在网络上的议论话题更多 随便打开一个新闻网站 头条报道的 都是关于帝王图的消息 甚至有媒体为了流量 故意制造话题 在线搞了个虚拟游戏 让网友积极参与进去 让大家都来体验下 你的前生 是否是十三地中的某一位 书香名愿家中 洗完热水澡的李沫 穿着浅色T恤 搭配大裤茶盘 坐在沙发上 前面的茶几摆放着各种烧烤 还有一盘烤鱼 一盘麻辣小龙虾 和几瓶冰镇啤酒 电视中正在播放着电影 是他最喜欢的几个喜剧演员 这才是夏天最正确的开启方式 空调下喝着冰皮 撸着烤串 在看着令人捧腹大笑的喜欢电影 这生活真是有滋有味 正吃着欢快的时候 大门友响动 然后老爸老妈推门走进来 三人视线相对 儿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也不告诉我们一声 真是的 诗姨走过去 有点责怪的说道 他手里也拎着打包好的小龙虾 老爸手里的是啤酒 就是 你回来也不提前招呼一声 李中盛也对他有点怨言 李沫就搞不懂了 这是自己的家 我回来为什么非要通知你们呢 再说 你们都搬到玉玲珑小区 那边的凌江豪宅 你们不去住 非要跟我争这个小房子 有意思吗 不过当他目光扫到墙上的那个时钟时 忽然想起什么 他拍拍自己脑袋 从沙发上站起来 笑眯眯的说道 爸妈 真是不好意思 我先自我批评下 我这个月忙的晕头转向 忘记今天是你们的定情纪念日 你们等一等 我把这些都打包带走 给你们留下私密的二人空间 今年就算了 一起吃吧 诗姨对他翻个白眼 儿子 啤酒再开两罐 今年我们一家三口 共同过这个难忘的纪念日 爸 我突然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主要是我和你妈就带了点小龙虾 你倒好一个人点了这么多烤串 烤鱼的 我们就沾沾你的光 对了 你这个月在京都都干什么呢 李末包了一个龙虾尾 沾点蒜蓉美滋滋的吃起来 边吃边说 这两天你们没看新闻报道吗 我在京都和各位专家教授 一起研究那个帝王图呢 原来你参与了帝王图的鉴定研究 看来朱教授对你的培养 真是尽心尽力 儿子 好好努力 争取我们老李家 也出个知名的教授 那走出去 也备有面子 李中盛现在走到哪里 只要是熟人都知道 他的儿子已经被金大录取 那风光真是之前从来没想过的 施仪开心的说道 儿子 你要是成为教授 老妈这辈子 也就没什么遗憾了 还有那个帝王图 真有那么贵吗 我看网上说 这幅真迹 估值至少二十亿以上 你说世上 到底是谁走了这么大狗屎运 一幅画 可活三辈子人生 老妈 你嘴里那个走了狗屎运的人 就是你儿子 不然我干嘛要待在京都 一直在研究那个帝王图 李中盛夫妻俩面面相去 先是震惊 然后又一副坦然的模样 来 我们一起干杯 祝你们二老定情日快乐 永远幸福 谢谢儿子 谢谢儿子 八月 李末报了一个考驾照班 因为李中盛在驾校里有认识的人 所以每天都给他安排课程 只要顺利 一个月内拿驾照没问题 他白天练车 晚上就在家里整理资料 准备先把杨贵妃手镯的相关资料 引入到自己的专题论文中 他觉得杨贵妃手镯中 隐藏的秘密更有意思 而且和精灵博物馆的专家 都深入地交流过 所以写下来 也要省事省心很多 每天的生活又变得有规律 从家到驾校 两点一线 时间一天天过去 转眼就到了八月下旬 李末顺利考照 而杨贵妃手镯论文电子版 也发给朱教授审查 再过五天 就要去京大报道 李末忙碌了将近一个月 终于可以抽空在放松下 他今天很嘚瑟地开上了车子 但一路上后面的喇叭声 就没停止过 车子慢悠悠地 终于到了城隍庙 李末停好车子 擦擦脑门上的汗珠 事业未成 自己仍需努力 推开古运轩大门 柳川庆正在为客人介绍瓷器 他手里拿着一个粉彩小罐说道 你看这里的粉彩用面很透亮 色彩饱满 表面花卉小鸟非常灵动 你再看底部 有我们古运轩的款 这是我徒弟写的中山传 这三个字是不是非常的有神韵 这么跟你说吧 凡是我古运轩卖出去的瓷器 都保证是精品 当然 我们的价格比起同藏也要贵点 就看客户自己觉得值不值了 我们就是冲着古运轩三个字来的 行 我就再挑选几件 放家里书柜上做展示 我给你尺寸 你帮我推荐几个合适的 柳川庆这生意做得越来越顺 李莫自己从冰箱里 拿了瓶冰镇矿泉水 走到柜台 那把台面上杂乱的东西 收拾整理好 大约十分钟 柳川庆送走客人 四十分钟的路程 愣是被你开成了两个多小时 再来晚一点 我午饭就自个吃了 老司机也是从新手开始的 经个中午有什么好菜 你爱吃的宫廷记卤菜 还有你师娘做好送过来的椒盐排骨 我又点了两个凉拌菜 柳川庆挂了个暂停营业的告示牌 然后关好门 你跟我提出的定制款瓷器的方式真管用 古运轩三个字 将来说不定还真可能值钱 什么叫可能 应该是百分百的把握很值钱 师傅 我跟你提过的方案你觉得怎么样 我和你施工商量过 都觉得你的方法是最好的 把古运轩当成一个品牌来运作 这是我们从来没想过的 当然也不敢想 你施工的意思是 古运轩三个字你 直接拿去注册成商标就行 怎么来做你自己决定 反正这个店将来也是需要交给你的 七 行 我会投资两千万 再成立一个公司 专门运股运轩这个牌子 施工和你两人各占一成股份 小莫 这个占股的事情 我和你施工就不要了 我们要那个股份也没什么用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之前讨论过 这事就不要再提 那我再折中一下 我把两成股份挂在银银名下 这个 你们可不能再有什么想法 柳川庆这次没说什么 虽然有李末在 他们这辈子也不会缺什么 但女儿不一样 将来他是要结婚嫁人的 就算给他预备一点嫁妆吧 师父 我们来点啤酒 就你那个酒量 我都没兴趣和你一起喝 再说 你现在也开车 酒精别沾 吃完午饭 师父两人在店里闲聊着 柳盈盈推门走了进来 他小脸红扑扑的 身上还带着清晰的酒气 柳川庆眉头顿时一皱 不高兴地说道 一个女孩子喝什么酒 还是这大热天的 万一出点事情怎么办 爸 今天是我们同学聚餐 再过些天 大家隔奔东西 想聚就难了 所以心里伤胆 就不禁喝了几杯 本来吃完饭 还要去唱歌的 这不我没去 就先回来了 以后非要喝酒的话 提前和我们说声 爸 你放心 我会永远记住 刚才的那些话 柳盈盈并没有喝醉 只是有点上头 她坐到李沫旁边的椅子上 小莫 今天我们聚餐 你猜我碰到谁了 这没头没脑的疑问 李沫怎么可能猜得出来 你怎么也想不到 我们居然碰到了 那个大明星秦思瑞 他们应该是剧组聚餐 就在我们包厢隔壁 柳盈盈掏出手机 打开一张照片 兴奋地说道 这是我们拍的合照 秦思瑞真人比电视上拍的还要漂亮 你看她的小脸蛋 这皮肤 我都羡慕死了 李沫看了看照片 秦思瑞的脸上多了几分笑容 少了一点往日那种亲王 你再看看 这个秦思瑞 是不是特别漂亮 我可以说自己也忙吗 李沫知道这个问题是个坑 回答漂亮 柳盈盈会说 你们男人就是俗 如果回答不漂亮 或者一般之类的 她又会说 你们就是虚伪 她可是经历过这样类似的拷问 所以现在遇到这个问题 她也学会了打太极 还算你聪明 没有被美色迷了双眼 柳盈盈打开一瓶矿泉水 咕咚咕咚喝个不停 你慢点喝 又没人跟你抢 柳川庆真是操碎了心 连女儿喝水都怕她呛着 丁 门口的风铃响起 又有人推门走了进来 那是一个收救货的老人 李沫经常看到她 她就在这一带天天转悠 大爷 你有事吗 老人身上的衣服 已经被汗水湿透 她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 擦擦头上的汗 有点不安地说道 小老板 我昨天在一个老宅里 收到了一个东西 体积挺大的 就跟个圆桌似的 一开始还没在意 晚上回去收拾的时候 越看越觉得有蹊跷 不像个普通的东西 所以就过来问问小老板 有没有空去看看呢 大爷 你为什么要找小莫啊 柳盈盈好奇地问道 老人憨厚地一笑说道 我在这附近收救货 已经有十多年了 每次见到这位小老板 他都会主动跟我打个招呼 从心眼里 就没有瞧不起我 我就相信他 所以才过来麻烦小老板 帮我去看一看呢 反正现在也没事 李沫也没多想 拿了两瓶水 给老人一瓶说道 大爷 离这近吗 近的话 我们现在就过去 走路过去差不多二十分钟 小老板 真是麻烦你了 老人住的地方 也是个老宅 这片区域 因为历史原因无法拆迁 所以形成一个很特别的城中村 已经被规划 打造成一个古村旅游景点 跟着老人穿过几个小巷 终于到了他住的地方 是一个不大的院子 里面 已经堆满了各种旧货 比如废纸箱 废铁废铜 报废的电器 还有书本之类 大爷 现在室外温度这么高 你堆了这么多废纸书本的 小心引起火灾 李沫好心提醒他 这是可马虎不得 小老板说的是 一把我当天收到的旧货会 连夜整理好 第二天去卖掉 昨晚不是遇到 那个奇怪的东西了吗 今天就没去 小老板 那东西较大 又显眼 我放在屋里了 进屋瞧瞧去 老人开锁推开门 屋内收拾得很整洁 没有意味 在屋子大厅 躺着一个圆形状的东西 直径约一 四米 表面满是污垢 还有一点不分不均匀的 浅绿色物质 出于本能反应 李沫脑海中第一反应 就是那个绿色物质 应该是铜锈 小老板 你瞧瞧这个 有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李沫蹲下 用手在表面一抹 这些污垢 居然是长期暴露在 空气中氧化后的效果 近距离仔细一看 污垢下面 已经有淡金色露出来 难道这是铜做的 李沫随即又否认了 这个猜测 铜的颜色偏红 而不是偏金色 目光在表面扫视一遍 发现有两个拇指粗细的小洞 挨得挺近 应该是用来穿绳之类的 然后将只悬挂起来 大爷 这东西 背后有图案之类的吗 有有 我把它翻过来 还是我来吧 李沫抓住边缘 轻松就将只翻个身 这原状东西 重量还不轻 有一百五十斤左右 翻过来后 李沫就看到 表面居然雕刻着动物的图案 数数刚好是十二只动物 而且还刚好是对应了十二生肖图案 小老板 你看这个像不像的古董 老人带着一点期盼 小声问道 李沫没有 立刻回答 而是动用一同 当视线轻松穿透 这个原状东西时 陡然有一道金色偏深的光运 透射出来 形成一道道光圈 扩散出来 这光运颜色 介于紫金色和金色之间 按照时间推断 应该是秦朝向汉朝过渡期的 那一段时间 事情大发了 这个东西不但是古董 而且还可能大有来历 因为在他的一同中 这圆形东西 更像是一个巨大的铜锣 铸造铜锣的材料 主要是黄金和铜 只是具体的成分比例不清楚 不管黄金比例有多少 在秦朝时就规定 黄金是上币 价值极高 难以想象 在秦汉过渡期的那段时间 到底有谁能有此大手笔 用黄金和铜来铸造这么大的铜锣 可以说用极度奢华来形容 也不为过 有此大手笔之人 在历史上肯定也不是无名之辈 小老板 小老板 老人轻轻推了下李默 李默这才回过神来 小老板 这东西能看出点什么吗 李默凭腹下心绪说道 大爷 你真相信我吗 不相信你的话 我也不会直接找你 老人目光没有躲闪 这是真心话 大爷 这个类似巨大铜锣的东西 是个古董 但我目前还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也难以确认 它的价值有多高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 这里面有黄金和铜的成分 黄金成分 老人猜测过 它可能是古董 但没猜测过 它是用黄金和铜柱造成的 大爷 这东西 你打算怎么处理 小老板 实不相瞒 我是用十元的担价收来的 那家主人 也是个孤寡老人 年纪快要八十岁 听他说 这东西 还是他儿子二十多年前 在外地买回来的 后来儿子 出了事故去世 这东西 就一直放在老宅里 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因为年纪大了 腿脚也不方便 就随便把它处理掉 免得放在家里还占地方 老人顿了下 才继续说道 小老板 这个古董 你愿意收吗 我可以收 但我不清楚具体的价格 大爷 这里面黄金含量 到底有多少 我们都不清楚 或许光是黄金 就十分值钱 更何况还是个古董 老人想了话 伸出右手五指说道 小老板 如果你愿意出五十万的话 我就把它转让给你 就算他将来价值连城 我也不会后悔 五十万针不多 就算作为古董 他都远远不值这个价 老人见李莫没有立刻答应 以为他觉得要价太高 不由神色黯然说道 小老板 价格再少点也行 我老家还有一个孙子孙女 他们学习都非常好 考大学肯定没问题 我就是想给两个娃多准备点钱 孩子父母呢 都是穷惹的货 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妈就离婚走了 他们爸之前也是做收救货的小生意 有次三轮车翻了 压到自己的腿 因为救治不及时 腿就残废了 所以他们就留在老家 我来魔都做这个救货回收的小生意 小老板 要不四十万怎么样 老人试探地问道 李莫却摇摇头 脸色郑重地说道 这个古董有些来透 其价值肯定远远不止五十万这么少 大爷 这个古董需要找专家进行详细的鉴定 或许是价值连城 这个 这个 哎 真要是价值连城 我也不敢要这个东西 小老板 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李莫点点头 小老板 我就要五十万 李莫想了下说道 大爷 我先给你五十万 然后留个电话号码给你 以后如果遇到什么困难了 可以随时联系我 另外 我建议你重新办理一个银行卡 就是家人都不知道的 你自己保管好 钱慢慢地拿出来用 就说救货生意做得还不错 老人感恩戴德 差点就要给李莫跪下 五十万对他来说 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有了这笔钱 家里的生活条件就要改善很多 大爷 那就麻烦帮我运到店里 到时候 我们签个合同 我再陪你 去银行办卡 打钱给你可行 行 非常行 小老板 我现在就搬上车 大爷 你去把车掉的头 这玩意挺沉 我一个人搬就可以 老人做事还是非常细心的 生怕路上颠倒古董 还用不少硬纸板铺了三层 等李莫一个人 把那巨大铜锣搬到三轮车后 老人又用一块遮雨的帆布盖在上面 很快 两人就回到谷运轩 李莫招呼师父一声 把铜锣搬到后院 小莫 这么大玩意是什么 师父 这个你给我盯死了 就算店里的瓷器都被偷了 这东西也不能丢 我初步鉴定过 可能是秦汉时期的古董 具体的 还不知是何物 柳川庆一听是秦汉时期的 盲小鸡吃米一样连连的点头 我暂停营业 也过来好好地看看 到底是什么东西 师父 给老人弄个五十万的合同 等会我带他去银行办理下 打款手续 等五十万款转到老人的新卡上 就见他忍不住眼红落泪 一遍擦着一遍哽咽着 小老板 真是太谢谢你了 大爷 这钱在老家那边 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你可要保管好了 如果以后 还继续在城隍庙一带的话 有事随时联系我 嗯嗯 小老板好人定有好报 与老人分开后 李莫返回古运萱 就看到柳川庆 拿着一个毛刷轻轻地刷着 盈盈拿着一根雪糕站在一旁 小莫 这个东西真不简单 你看这露出来的颜色偏金黄 光泽闪亮 还有铜锈 说明有黄金和铜的成分 李莫蹲到他旁边 师父 还看出点什么吗 一面有十二生肖雕刻 你看其中的龙的造型 最具有时代特征 这个龙行到了秦汉时期 龙纹多成兽形 只找齐全 形象基本定型 即长脚 兽足 蛇躯 你的判断是对的 这个的确是秦汉时期的风格 爸 这么大的东西 要有一百多斤重吗 如果黄金含量高的话 那本身岂不是就很值钱 柳盈盈摸了摸说道 是的 这需要科学的鉴定 才知道含量多少 小默 这个东西 你打算怎么去鉴定 要提醒你的是 这几个月 你闹出的动静太大 那个 历代帝王图 经过一个月 热度非但没有下降 反而越来越烈 尤其是估价 已经升到了二十三亿 光城皇庙一带 每天都有人在打听 帝王图的所有者是谁 李莫叹口气说道 所以这个月 我都窝在家里 或者驾校里 都没和外界有什么交流 这样 我先多拍几张照片 然后自己查询一些资料 看能不能查出点有用的信息 如果最后还没头绪的话 我再向老师求助 李莫掏出手机 开始聚焦拍起来 主要是细节 他足足拍了五十多张 然后用尺测量了几个尺寸数据 还具体称重了一下 小默 这个东西研究价值非常高 放在这里也不合适 这东西太大 我先运回老房子放一段时间 等找到些线索再说 李莫在城隍庙老接纳 找到一辆货车 将巨型铜锣运回书香名院 他先在网上搜索一些关键词 但可能关键词不准确 没有找到有用的信息 接下来几天 他都泡在魔都图书馆里 尤其是秦汉时期的证实 也使人物传记等等 都是他查询的主要资料 可惜时间不够 明天就是开学日 他要前往京都办理报名手续 然后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 关于这个巨型铜锣的研究 也要往后拖一拖 儿子 这几天你一直在研究这个铜锣 有什么结论没有 诗仪一般帮李莫收拾整理行李 一般在旁边跟他聊着天 哪有那么容易 李莫躺在沙发上 两眼望着吊顶 在思考着 是不是自己的方向找错了 既然没头绪 为何不向你的老师求助 老师这十多天不在京都 参与了一个考古挖掘项目 昨天跟他联系过 是他的助教接的电话 说老师非常忙 我也就没再打扰他 妈 明天我一个人去报道 你们不需要送我 等到了京大 我再联系其他历史系的教授 向他们咨询下 上次一起研讨帝王图 他和京大历史系的几位教授 都非常熟悉 历一代帝王图发布会后 那些参与研讨的教授 纷纷被其他的组织机构 邀请去讲课 人人是大出风头 自然讲课的报酬也不会少 既然不需要我们送 那你到了告诉我们生 妈 你就放心好了 我一个人在外 不会让你们操心的 对了 你们的培训结构怎么样 火得不行 你爸就按照你说的那样 带着几个陈家小辈 在公园小孩多的地方 弄个摊位 连续几天在那边练舞 报名的小孩越来越多 我们准备把旁边的商铺 也盘下来 正式的挂出陈十八集拳的招牌 我给爸写的那几个计划 你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的去尝试做做 或许有一想不到的效果 家里的事情你不要担心 在京大要好好学习 有事及时联系我们 另外一有时间 你就去看看盈盈 那孩子还是第一次出远门 独自生活 有你照顾的话要好些 柳盈盈是提前一天 前往京都电影学院报到 柳川庆夫妇一起陪同 他们正如世宜说的那样 那是一万个舍不得 女儿长这么大 就没离开过身边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李沫是下午两点到达京都高铁站的 他走出站就看到有很多高效的接送车 一个个和他差不多大的新生脸上 带着激动和对这个国际化城市 好奇登上了各自的专车 师傅 去京大本部 李沫坐上出租车 给出个地址 小伙子 你是京大的新生 我去年就考上了 如果是新生 就直接去坐那个接送车 还省四五十元呢 出租车师傅笑了笑 没有在说什么 直接开车出发 到了京大门口 李沫付完四十七元车费 拿着行李箱 走进这个熟悉的校园 出租车开出二十多米的时候 那个师傅才想起什么 嘴里念叨着 京大老生都开学好多天了 操 遇到一个贼精的小子 进了大门 主通道两边 摆满了一排排的展台 都是各个院各个系 各个专业的新生报道地方 有很多高年级的学长学姐 带着他们走完整个报道流程 李沫拖着行李箱 在人群中找了好久 才看到历史系的新生报道处 历史系也分很多专业 考古专业只是其一 此刻报道的新生很多 加上新生父母 里外围了好几层 儿子 京大是你人生的大跳板 你未来能有多大的出息和成就 就看你在京大的这几年 爸妈相信 通过你的努力 你依然可以继续辉煌 女儿 你一个人在京大读书学习 要多多团结同学 有事就打电话给爸 生活费够不够 爸再赚五千给你留着 出门在外 身体健康最重要 要吃得好些 零花钱不够 就跟我们说 宋先生的父母 在叮嘱着自己的儿女 李沫坐在行李箱上 慢慢地等着 这时 一个高年级的学姐走过来 热情地说道 这位学弟 你登记过了吗 没登记的话 通知书给我 我这边帮你登记好后 带你去住宿的地方 先安顿下来 李沫忙从背包里 拿出通知书 谢谢学姐 学姐笑着打开录取通知书 然后看到上面的内容 眼珠陡然瞪大几分 还以为自己看错了 他看看通知书 又看看李沫那张阳光的脸 这才说道 学弟 你稍等 我去登记下 不一会儿 那位学姐 带着几张登记表 走过来说道 李沫学弟 我带你去住的宿舍 学弟 我叫汤盈 高你一学年 我看你通知书上 写的是考古专业 八年制直播联读 这个专业新生 我已经接了十多个 都是普通四年制 你这个很特别 其实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是特招进来的 特招 汤盈真的 对他刮目相看 能够被惊大特招 那这人肯定是有过人的本事能力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五十多岁 戴着黑矿眼镜的男人 他手里拿着基本教材 身后还跟着三个学生 吴教授好 李沫笑着打个招呼 李沫同学你来报到了 先去办理手续 回头去我办公室做做 我有点事跟你聊下 吴教授很和气地说道 办公室地址 我发你手机上 好的 我安顿好就去找你 正好有重要的事情 向你请教 那我等你 分开后 汤盈对李沫更是好奇 李沫 背后有人在叫他 李沫转身一看 盲行李喊道 张教授您好 我还以为看错人了呢 还真是你 张教授在历史系主攻的方向 是古文字研究 尤其是甲骨文领域 有极高的成就 我办公室有个东西还不错 你空了去做做 帮我参考下 好的 回头我找您 和张教授分开后 汤盈终于忍不住问道 学弟 你和历史系的教授 不会都认识吧 基本都认识 那你是因为什么 被特招进来的 也没什么特别的能力 就是自小学了一些 有关瓷器 玉器 古文杂像等东西 后来朱教授 面试了 我就被招进来 学的是考古这门专业 考古涉及到的学科非常多 所以和其他历史系的教授 就有了接触 李莫说的比较模糊 汤盈听了 倒也没有怀疑什么 新生一班四人一间房 有独立卫生间和淋浴 条件还不错嘛 但是 你不同 我给你登记的时候 安排的宿舍 是博士 才能享受到的 一室一厅一味的 而且还是 今年年初 才装修完毕的新公寓楼 汤盈有点羡慕地说道 一个人住真好 安静 自由 李莫还是挺意外的 不过这大概是朱教授安排的 毕竟他的身份有些特别 培养的方式 也和普通的学生不同 新公寓大楼 靠近金大职工住宅楼 新楼共有六层 一楼大厅门口 有专门的登记窗口 李莫到时看到 已经有十几个人 在排队等待 他们中有看起来 比较年轻的二十多岁 也有三十多岁 甚至四十多岁的新生 李莫朝那么一站 顿时就引来很多目光 同学 你没走错路吧 一个工作人员善意提醒下 汤银忙上前将手里的资料交给对方 那人接过翻看一下点头说道 那就排队等着办理手续吧 李莫学弟 这是开学指南 里面有食堂 教学楼 小卖部 休闲娱乐等导航图 不懂得可以仔细研究下 今明两天 你在校园里多逛逛熟悉下环境 免得后天正式上课了 找不到教室 谢谢学姐 等入住手续办完 已经下午四点多 李莫入住的 是六楼一个潮南公寓单间 极简装修 家具领域都是新的 大概有三十平的面积 潮南是高三米的落地窗 一层窗纱 一层遮光布 可以说这样的学习生活环境太优越了 李莫觉得自己这个便宜 占得真大 床品之类都是新领取的 自己需要买些生活日用品就可以 行李很快收拾完毕 李莫看看时间 先去找吴教授一趟 时间来得及 再去找张教授 来不及明天再去 根据吴教授的短信 李莫来到交工楼四楼 办公室比较大 有六个工位 李莫走进去一看 四个都是熟人 吴教授你好 王教授你好 常教授你好 周教授你好 两位教授你们好 李莫 我刚才还和他们聊到你呢 来得正好 这边做 有刚泡好的碧罗春 你来尝尝口感如何 李同学 八月你在做什么呢 都没你消息 哈哈 我早说过这小子惊着呢 估计躲在家里避风头 还真被猜中了 我回摩都后 除了考驾照 就是窝在家里 两耳不闻窗室 李莫坐到吴教授办公桌旁的椅子上 端起一杯绿茶 闻了下说道 这是雨前茶 吴教授 回头我让朋友记一点 名前碧罗春来 好家伙 你可给我睁脸了 吴教授一拍桌面大笑起来 我刚才跟他们打赌 不管什么茶 你只要看一眼 闻一下就能知道是什么级别的茶 他们都不信 你帮我赢了一顿酒 李莫哭笑不得 这些知名教授 居然也会玩这一套把戏 诸位教授 你们也别打赌了 回头我请客 吴教授止住笑说道 朱教授还没回来 你有什么事情 以后可以先找我 生活上 学习上都行 李莫掏出手机 打开图库 放大其中一张图片 将之放在吴教授眼前说道 我这不是来向您来求助了吗 吴教授对李莫的战绩 最熟悉的就是三项 明洪武三找暗龙同青幼双耳平 杨贵妃手镯 和历代帝王图 但不管是其中的哪一样 都足以在史上留名 他挂名是金大珠昌平教授的学生 所以金大在这三四个月内 风头一时无两 连他们这些史学教授都受益匪浅 现在李莫神神秘密的 又拿出一张图片让他看 难不成又遇到什么宝贝不成 先是一张完整图片 那是一个看起来像巨型铜锣的物品 然后是另外一面图片 表面雕刻着十二生肖图案 接下来的每一张图片都是细节 吴教授慢慢坐回椅子上 一张张的翻阅着 李莫 把这些图片都传到电脑上 我和其他教授一起研究下 这东西你是怎么发现的 旧货里买的 老欧 看你脸色这么凝重 到底是什么东西 王教授走过来问道 还没搞明白 但从图片上的那些生肖造型来看 应该符合秦汉风格 李莫一番操作后 图片都传到电脑上 打开后更为清晰 办公室里六位教授都围上来看看 这一看都忍不住瞪大眼睛 生怕错过什么细节 李莫坐在一旁 喝着雨前碧罗春 这么多教授 应该能得到一些线索 你们看这上面的龙形 和秦汉时期的特征非常一致 这东西 如果不是人为仿造 那肯定是秦汉时期的古董 再看这张图片 李莫拍摄的 还是比较清楚的 看起来像是铜袖 这边露出来的是 淡金色的光泽 可能有金和铜的成分 这里还有两个小洞 应该是用来穿绳子之类用的 将它悬挂起来 这么想来 倒是有点像一面巨大的铜锣形状 几位教授七嘴八舌地 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他们主攻方向不是考古 所以对这些照片 无法做进一步的推测判断 小莫 你自己有什么看法吗 李莫放下茶杯说道 我的初步判断和诸位教授 刚才说的差不多 能得到的信息太少 后来自己去魔读图书馆 也翻阅了不少史料 但因为开学 所以还有很多的资料没有看完 目前没有头绪 要不这样 我们根据这些信息 先查阅下资料 主要是秦汉时期的史料 看看有没有相关记载的 你已经办好手续了 那张一卡通 可以进入京大图书馆 有空也去找找看 好的 那我先去处理自己的事情 李莫走后 吴教授他们立刻讨论起来 李莫有个外号叫黄金眼 被他看中逃出来的东西 最后都有着十分惊人的来历 震动史学界 和考古界 这个东西 既然被他逃出来了 那肯定是秦汉的古董 从李莫提供的数据来看 这个看起来类似铜锣的东西 直径1 39米 重161 两斤 厚5公分 如此大的器物 如此精致的雕刻工艺 以秦汉时期的水平难度非常大 所以 铸造这个东西的 肯定不是普通人 最有可能就是出自王侯将相之手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想法 先找些人物传记看看 说不定能找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李莫走出办公室 又去了张教授办公室一趟 他刚好不在 只有先离开 准备去超市买些生活用品 等事情都忙完 已经是六点多 这个时候天色还亮 李莫躺在床上休息会 突然手机铃声响起 他拿出一看 是牛三胖打过来的 李少 晚上给你接风洗尘 我哥们那边的海鲜火锅怎么样 今天算了 现在不想动 别啊 还有其他朋友 正好在京都 我们一起吃个饭呗 都认识吗 李莫躺在床上懒洋洋的 实在不想动 有认识的 也有不认识的 不是你说要把餐馆开起来的吗 今天你来京都报到 我就把几个要合伙的都约出来 大家一起碰下头 好吧 那我冲得早就打车过去 李莫起身快速冲洗一下 换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又从桌上的一叠资料上 拿出几张写满字的纸 这个公寓楼的管理 相对要松一点 毕竟很多人除了学业外 还有其他重要的事业 只要不随便带陌生人进出 时间上要自由很多 海鲜火锅到了夏末 生意越发火爆 不但有火锅 还增加了各种海鲜烧烤 配上透心凉渣皮 一个自爽 李莫走进包厢 里面坐着的五个人中 认识四个 还有个男人 大约二十六七岁 看起来文质彬彬 李少 我们都差点等级了 还以为你会放我们鸽子 这里的交通情况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我自己开车来的话 估计这顿海鲜火锅 要吃到明天了 李莫开玩笑的说道 然后目光看向坐在那边 一言不发的秦思瑞 追踪的戏拍结束了 还有一点 要十月份开工 秦思瑞的目光 和李莫目光对上 他并没有躲闪 反而是李莫败下阵来 他坐到三胖身边的椅子上 自言自语的说道 京都的天气真热 李少 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师兵 师爷爷的孙子 李莫起身和他握下手 笑着说道 师爷爷可是提起过你的 说你一心扑在科研上 除了对工作感兴趣外 其他的都懒得考虑 其实我爷爷说错了 我除了工作外 对找女朋友这事 也很感兴趣 可惜教过几个 都说我是书呆子 全都不了了之 现在依旧在努力寻找中 这个师兵还是挺风趣的 包厢里的人都笑起来 就连秦思瑞 也忍不住明嘴一笑 这和之前清冷的性子 完全不同 既然李莫到了 那我就让人上菜 除了火锅外 还有烧烤 女士们如果想吃清淡一点的 可以吃清蒸的 稍微沾点酱油 就非常鲜美 这里的老板李燕 新出门通知人上菜 牛三胖才小声问道 李少 这里都不是外人 你能不能透露下 那个李家的公子哥 到底怎么得罪你的 居然被李老爷子 给外派到其他地方的 分公司磨练去了 你说的是谁 李嘉宇 就是那个准备在影视界 大展宏图的公子哥 牛三胖看一眼秦思瑞 见他没什么反应 才继续说道 我听说他生了一场大病 还吐过血呢 小道消息说是和你有关 我也听说了 说你是一怒为红颜 徐家兴露出敬佩之色 有胆量对那个公子哥动手 你真是挺疯狂的 他嘴里说的红颜 自然是指秦思瑞 可从他脸上 看不出任何异常情况 好像这是和他完全没有关系 李莫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勇气 我早就找到女朋友了 还不至于现在还是单身 小道消息害死人 这到底是谁胡说八道传出来的 知道实情的 也就那几个人 不管是谁传出了小道消息 这多少都有点照顾到李家面子的意思 既然两位老爷子都没说实话 自己也不便道出实情 这是不提也罢 海鲜上的吉时 一道道摆满了圆桌 然后还有烧烤之类的 也上了不少 两位女士自然吃不了多少 基本都是四个男人瓜分 李少 餐饮公司我们准备计划 总投入三千万 师兵投入两百万万 严心投入三百万 剩下的你想投入多少 你一心想做好事业 就有你控股 你出多少 剩余的我和思瑞分 还是李少懂我 这样我出一千万 你和思瑞各七百五十万如何 我没问题 秦思瑞也点头说道 可以 李末从包里拿出几张纸 大家看看 都是我这些年走南闯北吃到的 还不错的菜色 等找个时间 我给大家露几手 你们都是吃几顿 试试口味 你还会做菜 李延欣有点惊讶 我的厨艺 都是跟着我爸学的 他做主厨 还是非常不错的 不过他现在主要精力 在推广城市八级全 那我们就等着你大展厨艺了 为了我们的小小事业干杯 海鲜火锅吃到一半 牛三胖问李末十号的时候 有没有空参加秋季拍卖会的 据他所说 拍卖会上 有时也会出现小漏 这比在市场上淘宝更为便捷 对这个李末 还是很感兴趣的 不过想到军训时间正好冲突 又有点遗憾的说道 时间安排上有冲突 这次赶不上 明年春拍倒是可以参加 海鲜火锅结束 已经晚上九点 李末回到金大公寓楼 洗完澡很快入睡 虽然喝的是啤酒 但他对酒精的抵抗力 还真不行 两杯啤酒下肚 就让他有种晕晕的感觉 开学第二天一大早 李末手机接到短信 下午三点在某个教室集合 算是同班同学第一次碰面 他洗漱好 就匆匆去食堂买了点早餐 吃饱喝足 一头钻入金大图书馆 秦翰时期的史记 还剩下一部分没看完 今天他准备在重点 挑选几个名人本记看看 临近中午 李末接到吴教授电话 声音挺急 让他立刻到办公室一趟 有重大发现 李末赶到办公室时 里面已经聚集了十几人 他们纷纷在议论着 气氛非常热烈 李末快过来 你来看看这本 史记项羽本记的内容 李末向在场的所有人 都行李打招呼 认识他的人都笑笑 其他人都带着好奇的眼神 打量着他 李末的名声 还仅仅在部分人群中传播 所以很多人 还是不知道他来历的 结果吴教授递过来的书籍 他认真看起来 史记项羽本记中记载 因向良犯命案 项羽和他一起在吴中避难 他们就生活在会计一带 及现在的绍兴 当时 他们就隐居在项里村一带 并在当地村民的庇护下 暗中积聚力量 招兵买马 很快 他们便招募了八千名江东子弟 在项里村附近练兵 项羽铸造了十二面金螺 用来对士兵进行操练 在起兵前 项羽为报答项里村人 命士兵连夜在山上 埋下了这十二面金螺 吴教授 你是怀疑我那个巨型铜锣 其实是这十二面金螺之一 李默有点不可思议 他买下的那个东西 居然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项羽 扯上关系 你再看看这些内容 吴教授把电脑屏幕转过来 让李默看清楚 调出来的文件资料 这是绍兴当地出版的一本 地方志从书 书中 有对项羽和十二面金螺友 更有详细记录 书中写道 项羽为避难 得项羽村民庇护 此后 项羽招了八千江东民众 在这附近训兵 并且打造出十二面金螺 明螺交战 习武练义 这十二面金铜锣 金弓细作 别具一格 分别用八成黄金 和两成的黄铜合柱 螺大如伦 生红殷青 背面柱有十二生孝图 价格不菲 在这个地方志中 重点提到了黄金和黄铜合柱 背面柱有十二生孝图的字眼信息 这和李默手中的那个巨型铜锣情况 有了一定的联系 吴教授 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当然有 你看这地方志记载中 有这么一句话 罗大如伦 在出土的秦朝车马实样中 车轮最大直径可达一 四米 这和你提供的那个数据基本符合 所以我们经过讨论 都觉得 你手中的那个古董 和史书上记载的像 与十二面金螺很接近 吴教授有些激动 他眼神炙热地说道 小默 如果真能确认 那个巨型铜锣 其实就是十二面金螺之一 那牵涉到的问题 就非常大了 因为十二面金螺 和项羽宝藏有关 传说项羽宝藏中 可能埋藏着大秦 收刮六国的所有金银珠宝 秦国掠夺六国财富 当时关中聚集了全天下 最珍奇最罕见的宝物 根据力道源在 水晶 《未水柱》中的记载 项羽入关发之 以三十万人 三十日运物不能穷 吴教授语音都有些颤抖 可见心情是多么的澎湃 他继续说道 这个记载是说项羽获得的珍宝 用三十万人 足足搬运了三十天 还搬不完 虽然记载有夸张嫌疑 但还是能够想象 项羽当时掠夺了大秦多少财宝 李默咽了下口水 自己听得都有点傻眼 怎么又和项羽宝藏扯上了关系了 李默 你能不能立刻把那件古董 运送到京都来 我们京大做你最强大的后盾 到时候 邀请各方专家一起研讨鉴定 吴教授带着期盼问道 其他人也纷纷点头 好像李默买到的那个古物 就是传说中的十二面金螺之一 一旦为真 那传说的项羽宝藏 也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 如果有生之年 能够破解这两千年的传说 那他们都将名流迁使 吴教授 明天就开始军训了 我这也没时间啊 吴教授一拍桌子说道 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怎么能耽误大事 我去打个招呼 你的老师朱教授还没回京 我等会就跟他联系下 让他尽快赶回来 这时另外一个教授提议说道 让京大保卫队一起跟着回去 全程安保 另外 这时虽然还没确认 但事关重大 我认为 还是有必要向院领导 和校领导先打个招呼 李默同学 你今天就赶回摩都 明天把那件古董 直接运入京都国家博物馆中 那边有藏宝地库 李默有点郁闷 他昨天刚到京都的 今天就要回去 明天又要过来 他都不急 这些教授都快急坏了 其实从内心来讲 李默还是觉得有点不靠谱 但种种线索表明 他手中的那个古董 还真和十二面经罗友 莫大关系 生活总是充满了变化 充满了戏剧性 吴教授把情况向领导反馈上去 很快就得指示 不但有一组四人的安保 还意了吴教授提出的随行申请 李默 我们即刻出发 六人登上了最早的一班飞往魔都的飞机 同时已经联系好明天最早的一班返程飞机 因为有特殊的古董 要通过飞机运送 惊大的领导也不知道动了什么关系 反正一切都安排妥当 就等他们准时登机便可 当晚吴教授亲眼看到那个巨大的仪式 像与十二面经罗之一的古物 兴奋地研究到后半夜 要不是李默再三提醒他 以后时间多的是 估计能鉴赏到天明 第二天一辆货柜车停在书香名院小区内 李默一人将之搬上车 因为有特殊通行证 一直开到飞机停车场 李默索性不去管 他登上飞机就闭目养神 说实话 昨天第一次坐飞机 那脚底悬空的感觉的确不是很舒服 他也终于明白师傅不敢坐飞机的原因 飞机是上午十一点多到达京都机场的 安排好的货车早就等待 还有专门的接送车 等到了京都博物馆门口 那边已经聚集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小莫 那个真是传说中的十二面金螺之一 石子鸣抓住刚下车的李默 要向他证实 石班长 我说 踏实也不做数呀 你说是 那八九成的概率就是 谁的眼里我都不信 就信你的 李默有点汗颜 这算不算是盲目的信任 石班长 我有点心虚 还是您和诸位专家 先亲自鉴定后 再讨论他的真假来历 走走 我们一起 朱明成团队已经做好各种文件 双方一签字就算交接完成 朱律师 以后这样的事情 让你信任的人过来就可以 不需要亲身亲为的 相比较而言 李先生的事情更重要 李默不再多说什么 瞧人家的敬业态度 绝对是无可挑剔 京都博物馆有藏宝库 连夜整理出一个单间 等李默把秦汉时期的谷物安稳地放在落地架上后 等待不及的诸位专家和教授连忙围观上去 李默 要不你有事先去忙 等这边消停了 我再联系你过来 吴教授的建议是正确的 李默也正好要再去青铜器馆一趟 他的双眼有蜕变的趋势 目前只有商周时期的青铜重器 透射出的七彩光晕会被他的一铜吸收 走进青铜馆 站在那四阳方尊面前 李默动用一铜 顿时七彩光晕形成一条小溪 钻入他的双眼中 最开始的清凉感觉 让他浑身都感觉舒服 可没过多久双眼再次肿胀 七彩光晕连绵不绝 融入的速度越来越快 就在李默快要忍受不住的时候 眼前陡然陷入一片黑暗中 他感觉自己的眼珠好像爆炸一样 痛得他脸上的肌肉都在抽搐 扑通一声 李默摔到在地上昏迷过去 这边有人昏倒了 几个工作人员过来一看 都认出他是何人 忙对讲机紧急求救 医院担任病房里 李默安静地躺在床上 右臂梳着点滴 床头的仪器显示生理机能一切正常 病房外 牛三胖和秦思瑞正在咨询医生 从检查结果来看 患者是严重低血糖引起的 目前已经在补充葡萄糖 等醒来后就能出院 放心 没事的 医生走后 牛三胖才嘀咕说道 难怪每次跟他一起吃饭 他的饭量那么大 这么强壮的一个人 居然也会有低血糖 三胖 你公司比较忙 先回去处理正事 我留下来照看他 牛三胖看看秦思瑞 那张无瑕的俏脸 见他的目光始终是透过玻璃 落在李默身上 内心不禁暗叹口气 思瑞 那你先照看一下 我要回公司忙着秋拍的事情 这里有什么情况 及时通知我 秦思瑞恩了一声 牛三胖微微摇头 离开了医院 不知道过了多久 李默迷迷糊糊的苏醒过来 眼前先是一片模糊 然后慢慢的聚焦 他的目光穿透了房顶 看到了上面一层的空病房 视线依旧具有强烈的穿透性 再次穿透一层屋顶 然后就是那炙热的太阳 九月的太阳 依然释放着他热情 李默被中午阳光一刺激 双眼下意识地紧闭 再次睁开 眼前一切恢复正常 一同的透视能力 果然增强了很多倍 李默扭头看向病房外面 墙体已经不再是障碍 他看到走廊里来往的医生 护士 病人 然后就看到了很辣眼的一幕 立刻闭上双眼 静静地躺在床上 没几分钟 有人推门走进来 李默扭头一看 来的人竟然是秦思瑞 他手里拎着煲汤 你醒了 秦思瑞眼里满是担心之色 李默坐起来 看看床头柜的手机时间 自己整整昏迷了一天 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 三胖有事打你电话 是惊大的一位教授接听的 告诉他 你突然昏迷 已经在医院里 秦思瑞打开煲汤 给他倒了一小碗 端到他跟前轻声说道 三胖又联系了我 我就来医院看看你 你放心好了 医生说 你是严重低血糖引起的昏迷 以后注意点就行 这是刚炖好的乳鸽汤 非常补元气 有点烫 慢点喝 李默放心下来 医生给他找了个完美的解释 谢谢 李默接过乳鸽汤 小口慢慢喝起来 你是不是在躲着我 秦思瑞突然问道 李默顿时被一口汤腔的直咳嗽 好一会儿 他才止住咳嗽 两眼都咳出泪来 我躲你做什么 秦思瑞目光平静地盯着他 真没躲 李默把碗放到床头柜上 抽出一张纸擦擦眼泪 他的内心起了波澜 就如那一潭汪水 被砸入了一块石子 水波荡漾着 你突然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事啊 我就随便问问 你没躲我就行 我去给你办理出院手续 乳鸽汤都喝完 秦思瑞走出病房 转身的那刻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李默望着他的背影 有些是他心里很明白 就是明白 才不得不做出一些抉择 反正现在是一团糟 秦思瑞把李默送到京都博物馆 离开前再三叮嘱他 好好休息 吴教授看到李默 放下手头工作问道 身体检查没问题吧 没事 就是滴血糖 昨天赶飞机 没吃饱肚子 没事就好 这两天 我们先整理各项细节 汇聚成策 然后会动用大功率仪器 对他的成分 内部成影 做个详细鉴定 需要我做什么吗 朱教授那边的工作在收尾阶段 大概还要一周左右才能回京 这段时间 你就一直跟着我们 主要是记录每个鉴定环节的详细数据 这对你今后写专题论文也有用 随时鉴定程序铺开 关于这件 已是西楚霸王项羽留下的宝物数据 越来越丰富 尤其是对其金属成分的鉴定 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黄金含量有78.3% 黄铜含量21.7% 这两组数据与史书上记载的八成金和两成铜的数据非常接近 因为所处时代不同 科技水平不同 这两组数据甚至可以说是吻合的 按照成分比列来看 这不是铜锣 而是货真价实的金螺 与历史上记载的十二面金螺的关系又贴近一步 鉴定到了第四天 不管是现有的数据 还是历史记录文字 都能证明 这面金螺九成概率 就是西楚霸王项羽锻造出的十二面金螺之一 现在还缺一组数据 那就是追寻来源 如果来源地与史记上记载的一样 或者说同属于一个大区域 那就完善了整个鉴定程序 而这面金螺的来历 恐怕也只有李莫才知道线索 在众人殷切的期待下 李莫拨通了那位做救活生意的大爷的电话 很快便接通 大爷 我是古运轩李莫 小老板你好 真是太感谢你了 有你的那笔钱 我已经把儿子送到康复医院去治疗 专家说还是有希望能够甩掉拐杖正常行走的 这真是好消息 大爷 我给你的钱先花着 不够的话再跟我说 跟你说实话 你卖给我的那个古董 经过专家鉴定 价值不菲 小老板 你能跟我说这些话 就说明 你是个坦荡之人 我也不是那种见利忘恩的糊涂人 五十万我还能拿着 再多的钱 我拿着也不踏实 我现在在老家 过几天就回魔都 继续做救活生意 如果再遇到可疑的救活 我立刻联系你 大爷 如果联系不上我 就去古云轩找我师父 那个店面的老板柳川庆 另外 我打给你电话 还有一个问题 想要向你了解下 就是那个古董 你当时有没有向那个主人打听下来的 还真多问了几句 那人已经年近八十 很多事情都记得不清楚 不过断断续续也说了点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李莫立刻打开免提 让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 大爷 你就把当时的情况说说 或许对我是有用的 小老板我想想 当时他提到他的儿子在世的时候 是做黄酒生意的 那次去和厂家洽谈来年的合作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代理权没有签下来 后来他儿子就非常的郁闷到 附近一个旅游景点 游玩了几天散散心 那个古董应该就是那时买回来的 当时放到家里后 也没跟他多说什么 反正没多久 儿子就出事去世 那古董一直就放在家里 只是老人不知道那是值钱的古董 就随便处理卖掉了 大概内容就这些 小老板 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的 暂时还不确定是否有用 我这边和专家在沟通下 大爷 我这边先挂了 小老板再见 李莫挂掉电话说道 似乎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信息 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来源鉴定 正面金罗 还不能以西楚霸王的十二面金罗命名 吴教授有点遗憾 其他教授专家也小声议论着 都有点遗憾 毕竟十二面金罗 关系到史书上记载的一个宝藏 如果能集齐十二面金罗 那所具有的价值 简直无法想象 更何况 史上还猜测 大秦的财富都被西楚霸王所掠夺 即使后来也被刘邦所获 但世人猜测 应该还有一部分的财富 被项羽埋葬在另外一处 那一处也许和埋藏十二面金罗的地方有关 但是现在金罗鉴定无法最终确认 这让史上的传说再次成为一个谜 李默 这面金罗是你发现的 如果无法最终鉴定 那对他的命名 你有什么想法 吴教授言辞中多有遗憾 吴教授 我是这面想的 关于这面金罗的来源 我会安排人去做细致的调查 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新的线索 至于命名的话 不妨就先称之为 秦汉十二生肖金罗 这个挺切合实际的 吴教授认同这个命名 另外关于秦汉十二生肖金罗的消息 我们暂时先不对外公布 等我安排的人调查一番后再说 石子明点头说道 先按照你的想法来做 毕竟就算不是西楚霸王项羽 留下的十二面金罗之一 光是他本身是秦汉时期留下的金罗索 具备的价值就非常高 李默早就估算过 即使把金罗中的纯金提炼出来 也要价值两千多万 要是论历史价值 以他的铸造工艺和时代背景来看 那也是一件国宝 秦汉十二生肖金罗 暂时会存放在地库中 不对外宣布和展览 李默走出京都博物馆 他先打了个电话给陈小军 知道他已经入职到千年盛葬公司 暂时是安保部门的编制 小军 有个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去办 小师说 你请说 我一定办好你交代的事情 李默将事情清楚地说了一遍 最后说道 我等一下把那位做旧货生意的老板手机号码发给你 你再去和他仔细交谈下 另外 找你小姑从财务先知取三十万的活动经费 事情调查得越清楚越好 实在没有突破口的话 我再想其他办法 明白 我这就准备下动身 自己一人在外 小心保重 安排好调查的事情后 李默打车回到金大宿舍 那边金罗的鉴定工作暂时停下 那他这边就要参与正常的军训 洗好热水澡后 李默翻翻手机信息 是吴教授发过来的 是他班级辅导员的联系方式 姓贾 拨通电话响了三十几秒 就要挂断的时候 里面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你好 你好贾老师 我叫李默 因为之前有事 吴教授这边给我报备请过假 没有参与班级会议和军训 现在这边事情暂告一个段落 所以我想问下明天怎么安排的 是李默同学啊 朱教授和吴教授都和我说起过你的情况 军训已经进行好些天 你不用再参与进去 等军训结束开班会的时候 我再把你介绍给同学们 那贾老师 这段时间我就自由安排了 嗯 李默同学 我是你的辅导员 生活上有什么需求 可以跟我联系 行 谢谢贾老师 挂掉电话 李默卓磨了会儿 又拨通了牛三胖的电话 问他关于其他拍卖公司秋拍的具体时间安排 如今他有时间去现场参与 机会还是不想错过 李绍 目前共有五家拍卖行参与秋拍 时间上经过协商 共分十场 进行两轮 每轮的顺序会抽签决定 我把具体时间安排表发给你 好 到时候我会去现场 李默结束和牛三胖的通话 很快接收到秋拍时间安排 他看到牛三胖的新世纪拍卖行 是第一轮第一场和第二轮第四场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就不需要重新筹集资金 只要三胖的第一场拍卖结束 他这边就可以先入账一部分 到时候遇到合适的拍卖品 也可以出手买下 李默从来没有参加过春拍和秋拍 所以也不知道 整个拍的市场是火爆的 还是萧条的 但9月10号上午 第一场新世纪拍卖行的隆重开幕 让整个京都秋拍市场 一下子火爆起来 上午8点半开始签到 李默以嘉宾的身份进入拍卖会场 他领到的号码牌是0089 也就是说 他是第89位签到入场的嘉宾 偌大的拍卖会场 摆满了一排排的座椅 嘉宾多数是两人或者三人同行 应该是在遇到难以决定的时候 第一时间能够商量沟通下 像李默这般独自一人的也有 比较少 也不知道是不是同样来打酱油的 等到9点开始 会场已经坐满了嘉宾 李默环顾四周 参与第一轮第一场秋拍的嘉宾数量 不少于160人 再加上在线参与竞争 热线电话已经开通 整个拍卖还没正式开始 就呈现火热现象 主持人是一个30多岁的女人 没有穿装重的礼服 而是非常职业的白衬衫 搭配黑色短裙 看起来非常的精神干练 尊敬的各位来宾 新世纪拍卖行第一场拍卖正式开始 这次总共有18件拍卖品 有大家非常熟悉的大青龙油 全国山河一片红 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牛师会的画等 话不多说 下面有请我们的拍卖师闪亮登场 李末坐在下面感受着现场的气氛越来越火热 尤其是戴着白手套的男拍卖师简单的热场后 四周的人都被带动了情绪 准备大干一场 邮票收藏虽然是小众 但不得不说 只要精品珍惜的邮票出现在拍卖行 必定会引来很多收藏大恶的关注 今天第一件拍卖品是 青家庆粉彩白子大碗 起拍价12万 每次举牌加价5000 现在开始 12万 12万5000 13万 在拍卖师充满激情的言语带动下 价格一路拔高 很快就冲破20万大关 以李末的了解 这样的官窑青家庆粉彩白子大碗 一般市场价在25万到28万之间 但现场参与竞拍的人很多 价格很快就冲破25万 然后突破28万 在李末有些发愣的时候 第一件拍卖品以31万5000的价格成交落锤 这只是拍卖价 再加上中介手续费 其实要买下这家庆粉彩大碗 已经接近40万 真是出乎李末的意料 如今的收藏界 真的有这么活吗 因为第一件拍卖品 竞争就非常的大 所以 第二件拍卖品 即使是一个清晚期的文房四宝 也引起很多嘉宾的追捧 前面六件拍卖品 成功调动了所有人的情绪 当第七件拍卖品 全国山河一片红出现时 坐在李末旁边的两位嘉宾 开始坐不住了 看来这是他们此行目标之一 这张全国山河一片红的邮票拍卖者 设置了最低价 如果最终成交价低于设置的最低价 那是为自动留拍 起拍价880万 每次加价5万起 现在开始 拍卖师话音刚落 就看到号牌接连数起 拍卖师有种应接不暇的价势 800多万是十年前的拍卖价 现在是起步价 竞争激烈 使得价格节节拔高 很快就突破1200万 1500万 2000万 随着价格越来越高 参与者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又增加一些 这些后参与进来的 才是更有实力的人 2200万 李默竖起号码牌 他一下子将价格提高100万 他并不是想拍下这张邮票 而是纯粹的 想感受到参与的氛围 2210万 李默的话音刚落 立刻被其他人声音盖住 当突破2400万后 还继续举牌的人已经不多 大概还有七八人 而且增加的复读也没那么大 当时李默一口价卖给新世纪拍卖行的价格是2450万 如今这价格已经突破2500万 在最后的十多轮竞价后 被一个40多岁的女人以2708万的价格拍走 李默终于知道 为什么牛三胖立志要把新世纪拍卖行做到行业第一 这利润实在太高 接下来又是五件普通的拍卖品 价格从几十万到上百万不等 这些都是过度 大家最关注的还是那些动则数千万 甚至过亿的真品 当大青龙游陈列出来时 整个现场都轰动起来 这种随便都能拍出上亿的真品 也意味着升值潜力巨大 大青龙游同样设置了最低拍卖价 6600万起步 每次加价10万起 能够参与上亿竞拍的嘉宾都是身价不菲 有的是自己亲自参与 有的是委托艺术品结构代为竞拍 这种竞拍的节奏在九千万之下非常的快 然后逐渐放慢 参与竞拍的也越来越少 当破译后 只有几个势在必得的大鳄还在竞价 李默只举过一次牌 其他都是静观其变 但同样也被现场这种氛围所感染 经过最后几轮熬价 最终是一 19亿成交 比李默当初的一口价一 08亿溢价1100万 再加上中介费 新世纪拍卖行赚的流油 估计牛三胖和顾凤仙 他们都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乐得合不拢嘴 李默掏出手机发了的短信 很快收到回复 他弯着腰走出现场 来到隔壁的一个会议室里 除了牛三胖和顾凤仙外 还有不少排行的员工 他们脸上都带着兴奋之色盯着大屏幕 李绍 这边坐 牛三胖拉着李默坐到他原来的椅子上 然后搬过一张凳子坐在他旁边 新世纪拍卖行的员工都瞪大了眼珠 心到这个年轻人是谁啊 自己的大老板好像在一个劲地巴结他 恭喜你秋拍太门红啊 这第一轮第一场的总交易 我估计也要4亿左右了吧 哈哈 双赢双赢 李绍 这些都是小打小闹 如果你要是把那些宝物也拿上秋拍 那我们新世纪拍卖行立刻成为行业第一 这霸主之位无人可以撼动 李默咳嗽几声 牛三胖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得意忘形 又不小心说漏了嘴 对了李绍 这场拍卖结束后 如果资金到位 我立刻让人和陈总结算 如果还没全部到位 我们公司也有数千万的备用金 到时候你先用上如何 其实上了秋拍的古董 应该没什么漏可减 我也只是预备一些 说不定遇到喜欢的 想自己收藏的 可能会出手 牛三胖让人给李默泡了一杯绿茶 你不是在军训吗 怎么又能抽出时间了 遇到一个不错的东西 在京都博物馆里折腾了几天 然后那边的军训就不参加了 坐在一旁的顾凤仙 是最早就认识李默的 对他的成长之路非常熟悉 短短几个月时间 他的人生蜕变 可以说是火箭般的速度 光是名红武双耳瓶 历代帝王图的两件藏品 就奠定了他在收藏界 无人可比的地位 现在他又说 有一件不错的东西 放在京都博物馆 那肯定又是什么了不得的 国宝之流 李默 能透露一下吗 虽然还没对外公布 但对你们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就是前不久 在做旧货生意的老板那里 买了一件古董 经过研究鉴定 是秦汉时期的十二生肖金螺 牛三胖和顾凤仙 没听说过这样的宝物 李默随后补充一句 有专家和教授也认为 那是西楚霸王项羽 留下的十二面金螺之一 光当一声 牛三胖手中的茶杯没端稳 手一哆嗦 掉在地上摔得四分五裂 秦汉十二生肖金螺 他们不知道是正常的 但现在提到西楚霸王项羽 他们就算再傻 也知道那个金螺是多么的有来历 这是还没有完全定论 你们大概知道个消息就行 三胖 牛时会的五瓶 逐时孤情图 是这场的压咒吗 不错 照目前的火爆现场来预估的话 牛时会的五瓶化真迹 最终拍卖价 很可能会轻松超过一 五亿 有员工又给牛三胖泡了一杯绿茶 他们在会议室里 时刻关注着拍卖现场的动向 随着时间推移 今年秋拍第一场第一轮拍卖 迎来了压咒品 五瓶 竹石孤情图 被制作成五个移动屏风推出来 李末直指大屏幕问道 那屏风是什么木种做的 海南黄花梨 牛三胖坐在那里 翘起二郎腿得意地说道 李少 我这一招怎么样 五个移动屏风 找了大师专门雕刻制作 虽然只花了两百多万 但这效果绝对是大大超值的 看来做生意 牛三胖还动了大脑筋 拍卖师先介绍了牛时会这个人的生平 又重点介绍了他的作品 和对后世的影响力 以及目前作品在市场上的收藏地位 其实这些内容参与拍卖的嘉宾都很清楚 但在这个时刻 又说一遍给众人带来了心理暗示 这件作品绝对不能错过 五评逐时孤情图 拍卖出的价格越高 李末自然越是高兴 他目光忽然在屏幕上看到了几个熟悉的身影 直指那个方位说道 朱律师他们什么时候到的 大家开场前几分钟吧 朱律师这人做事没问题 原则性很强 我们公司的业务也有一部分委托给他们 李末点点头 压轴拍卖已经开始 起拍价同样是6600万 每次加价十万起 李末当时设定的是一 四亿最低价 如果最终价格低于一 四亿 那视为自动留拍 压轴拍卖品引发了全场最后的火爆 有一些从来没有举牌的嘉宾 此刻也开始亮相 价格一路攀登 七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一亿 破亿后举牌的速度 依旧没有停顿下来 反而每次加价越来越高 到了后面 基本是每次加价一百万 李末身在场外 也被内场的火爆程度弄得心血沸腾 当价格突破一 四亿后 还在举牌的越来越少 到了后面 仅仅有三家在相互拼着胆气 现场拍卖师激动飞扬 撕心呐喊 全身心将浑身激情都释放出来 96号嘉宾 一亿五千七百七十万 49号嘉宾 一亿五千八百七十万 32号嘉宾 一亿五千九百七十万 一六亿 96号嘉宾站起来举牌喊道 96号嘉宾一 六亿 一六亿第一次 一六亿第二次 好 32号嘉宾一 61亿 96号嘉宾一 62亿 32号嘉宾一 63亿 一六十三亿第一次 一六十三亿第二次一 63亿第三次 成交 顾总 我们开香槟 会议室里 牛三胖举起拳头喊道 所有人都跟着欢呼起来 李末也很满意最后一拍 牛市会的五评 竹石孤情图 总价超过一 六亿 以这样的行情来说 八大山人那副真迹 涨幅可能也很高 他没有留下 参加新世纪拍卖行的庆祝 而是乘坐专梯 来到第三十八层 公司开业后 他还从来没有来过 他也没有提前 和陈凤说 算是突然杀到 出了电梯迎面 就看到千年盛藏四个中山转标志 进门需要刷卡 只有员工才能自由进入 其他访客需要提前预约 有专人接待 处处体现这一种高端 透过玻璃门 看到正面是一个新布置的前台 全部用大理石和灯带组合而成 前台背景 也是千年盛藏四个发光的古朴中山转大字体 有两个身高差不多一米七的年轻女子穿着统一的职业装 她们是公司的门面形象 陈凤之前跟李默说过公司的员工情况 他选人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这两人形象气质都俱佳 看到一个陌生年轻人刷卡走进来 两人连忙带着微笑客气的说道 先生你好 请问你是我们公司的新职员吗 也算是吧 我今天第一次过来 陈总在吗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大家庭 陈总这回不在 他去参加什么拍卖会了 好的 你们表现不错 李默回报微笑 然后静止走向他的办公室 就在两女要追问的时候 见他一亮卡打开门走了进去 那是公司幕后大老板的专用办公室 就连陈总都没有进入过 难道那个年轻的不像话的人是公司的大老板 两女对视一眼都露出惊骇之色 其中一人盲波通内线打了个电话 陈凤给他准备的办公室装修得很简约 有一排开放式的书柜 一套办公桌椅 一套对着摆放的沙发和一个茶几 茶几上游早就准备好的茶台 是用来泡茶煮茶的 墙上没有任何装饰 在书柜旁边有个门 进入后室套房 有床 有洗手间 淋浴间和衣帽间 所有的家具都已经配合 李默可以随时使用起来 李默从套房里走出来 就看到陈凤已经回公司 带着一群人在外面等着他 老板 陈总很恭敬地喊道 其他人也忙行李喊一声老板 李默知道他的意思 所以也没在称呼上纠结什么 他只指身后的套房说道 这给我准备也没什么用 回头你的办公室挪到这里 那不行 你不再就空着 陈凤一本正经地说道 李默看他一眼 笑了笑说道 我们去会议室做做吧 刚才你也在新世纪拍卖行活动现场 朱律师团队在现场 我不在 听邮总说 你想参与秋拍现场 所以我去重新收集了一份 其他拍卖行 即将拿出来拍卖的古董资料 和四张邀请函 到底是职场精英人士 考虑问题比较全面 有什么特别的拍卖品吗 要说特别 还真有一个 金百利拍卖行 要拍卖一辆定制型防弹 劳斯莱斯轿车 据说性能和老美的那辆一号人物 专车配置一模一样 市价高达五千万左右 众人来到会议室 李末自然坐在主位 其他人分别坐在两边 人人都比较拘谨 没办法 陈总平时就比较严肃 连他都对幕后神秘老板 恭恭敬敬 而且这老板还是那么年轻 更说明他的不简单 到底是什么情况 连轿车都能拿上去拍卖 李末也没立刻和员工相识 反而是很随意的聊天起来 听说这辆车员是一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董事长 为自己专门定制的 可惜那辆车刚办理好各项手续 还没上路跑 那家上市公司就陷入财务造假的舆论危机 然后在上级部门的督导下 强行退市 公司被查 那辆车也被封 这可是稀罕事 后来呢 那家公司资不抵债 最值钱的就是那辆定制防弹车 但是经过几次官方拍卖都流拍后 就尝试着弄上民间拍卖会 从前年开始到今年 已经上拍了四次 毫无例外都流拍 这次是第五次 李莫惊讶地问道 是最终成交价太低 不是 而是根本没人参与近拍 陈凤此刻也笑起来说道 有钱人觉得 那辆车实在太灰气 不想碰 没钱人 也只有看看 而没有近拍的底气 所以 起拍价 从之前的三千万起 一直下降到两千五百万起 两千万起 一千五百万起 我估计这次上拍的话 还会继续下降 说不定低于一千万起 李莫摸摸下巴 露出感兴趣的神色说道 陈总 那辆车如果还没人近拍的话 你就出手拍下 我刚拿到驾照没多久 那辆车开上路 估计是其他人都避让着我 我也不担心会碰到别人什么的 好 以你名义 还是公司名义 公司 今天上午新世纪拍卖活动已经结束 光是牛市会的五评真记 就拍出了一 六十三亿的价格 其他的东西估计等结束了 总价值要超过四亿 国庆节时给大家多发点福利 谢谢老板 陈凤看向在座的其他人笑道 老板已经开口 下个月每个人奖励半个月薪水 国庆节福利 大家私底下 商量好 在汇总上来 谢谢老板 谢谢陈总 原本还挺拘谨的员工 此刻都高兴起来 有几个活泼的 还高声喊起来 陈总 中午我们一起吃饭 有点事情跟你再商量下 行 董事会大楼里有两层是专门做餐饮的 陈凤对此比较熟悉 他选择一家相对口味不错 环境还十分优雅的店面 师姐 京都的生活还习惯吧 挺好的 生活没了之前 那种浮躁 工作量也相对要少很多 尤其是薪水 那是提升一大截 人生到了 我这个地步 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习惯就好 李末给他倒一杯柠檬水 又给自己倒一杯说道 秋拍后会有大笔进涨 这些资金的利用我有几个想法 先跟你说说 听听你的建议 陈凤认真听着 一下子进账四一多 这样的收益 真是远远甩了很多创业版的上市公司 和不少西洋产业的上市公司 目前公司其他业务并没有同步开展 那这笔钱只能躺在银行账户上 从他专业性的眼光来看 金钱不流通 那就等于在贬值 我准备成立一个慈善基金 专门用来帮助孤儿院和养老院 这个基金我每年都会注入一笔 等基金运作上了轨道 而我们公司的资金量也充足的话 可以考虑扩大规模 将慈善更多化 陈凤对李默很敬佩 这个理想是崇高的 这个想法是什么开始有的 李默喝口水说道 小时候就有了吧 我妈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 听她说过 小时候她的养父母因为车祸去世 后来就被村里人送过去镇上的孤儿院 在那里 她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爱 在那里成长学习 一直到初中毕业 后来是院长奶奶资助她读了高中 又考进魔读艺术学院舞蹈专业 毕业后 我妈一直在回报那家孤儿院 认识我爸后 他们俩一起在做这事 虽然钱不算多 但这是他们的一片爱心 如今我有了更大的能力 所以想去做更多的事情 陈凤想了想问道 其实资金多少 一个亿 成立慈善基金需要很多审批手续 你确定要做 我就着手去办 慈善基金名字叫什么 就叫美好慈善基金 挂在理事家族企业下面 基金绝对不碰风险投资 只做稳定性收益投资 这点你要记住 成立后 暂时也交于你打理 引入监管方 做到资金透明 需要组建什么团队的你自行决定 好 我记下了 第二件事情 就是牛总那边要做的联合小投资项目 做餐饮生意的 你安排个机灵的人跟进就行 这事 牛总已经跟我沟通好了 一切都在进行中 师姐 其实我对这个小打小闹的餐饮 却抱有很大的期待 将来说不定还能弄个上市公司 到时候 我分你股份 哈哈 当然这是个远大的目标 你是这方面的专业人才 要时刻提点牛总 这十点的菜一盘盘的端上来 李莫只是闻了闻就说道 这里厨师水平一般 这些菜色看似清淡 其实是事先经过了处理 很多营养已经流失 师姐 如果你想吃健康食品 还需要重新挑选家 真的 陈凤看了看面前的菜 顿时没了胃口 他看看四周环境说道 难怪这里的环境这么安静 简单吃一点吧 李莫拿筷子吃起来 没吃几口说道 师姐 我们还是换一家吧 两人付款离开 下午的一场 拍卖会是三点开始 李莫吃完午饭 就在办公室里 静静地翻阅着 这些天即将上拍的古董 金百利拍卖行 准备的拍卖品 种类比较多 除了字画瓷器外 还有不少玉器 古玩 比起新世纪拍卖行的 更丰富更多 其他三个拍卖行 准备的也各有特色 有一个重头戏 是钱币的拍卖 各个朝代的都有 民国时候的银员 也准备不少 幸好陈凤提前搜罗了资料 根据资料 自己可以选择性的安排参加 他最关注的 还是字画方面的拍卖 下午一家 大同拍卖行 准备的拍卖品中 就有石涛的三幅画 还有一幅是唐颖的画 两点半 李莫和陈凤 开始签到入场 今天主角是陈凤 他的身份 是千年盛葬的总经理 这类人自然 最受拍卖行的欢迎 师姐 明天两场拍卖会 是在另外一个地方 上午的那场没什么意思 我下午 会过去参加 金百利拍卖会 那辆车子价格 一千万左右的话就拍下 其余的等我通知 行 最迟明天上午 牛总纳的第一笔款一 无意会到账 我们也算是 有了一点资本 两人的位置 在前面三排 这场拍卖会的人数 要比上午的还要多一些 牛总立志 要把他的拍卖行 做到行业第一 看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呀 陈凤小声说道 拍卖行拼的就是资源 你有好的资源 就能脱颖而出 这世纪不得 拍卖会很快开始 最先的几件拍卖品是玉器 李末坐在前面 看着大屏幕上的投影 只对其中一只汉八刀 有点兴趣 但没有出手 拍卖价有点虚高 第六件拍卖品推上来后 是石涛的一件作品 石涛是青出画家 四僧之一 他供诗文 善书画 其画善山水 兼供兰竹 这件作品 就是他的花卉画作之一 画面上有提诗 款制和几个印章 视为满空相散如烟雾 一片月明飞落霉 款制为伶丁老人 拍卖师在激情地讲解着石涛的生平 和他的作品影响力 看到现场嘉宾的积极性 都被调动起来 才激昂地说道 起拍价680万 每次加价10万起 9号嘉宾680万 23号嘉宾690万 51号嘉宾700万 台上的拍卖会在接连抱着数字 座位上的李末动用了一桶 他的一桶蜕变后 可透视距离已经超过了30米 所以视线凝聚下 那幅石涛画作陡然透射出乳白色光韵 形成一层层光圈扩散出去 我操 李末大跌眼睛 眼前的一幕 无疑是在说明台上的画作 根本不是石涛真迹 而是他人仿品 以这种造诣来看 十有八九 又是大千先生的仿作 没办法 大千先生太喜欢仿唐营 仿八大山人 仿石涛的画作了 市面上有种说法叫石化九访 全部都是真假难辨 问题来了 大同拍卖行 是把它当成石涛真迹来拍卖的 如果买下后发现是仿作 这又怎么解决 李末想了想发了条短信给顾总 问问他之前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如果担心是仿作 可以在付款前签协议 谈好赔偿事宜 顾凤仙回复了一条短信 没几秒又来一条 你发现了仿作 李末没有回复 想必顾总心理已经猜出来了 师爹 你对这话感兴趣 一旁沉凤小声问道 本来感兴趣的 现在还是算了 李末摇摇头 暗叹口气 石涛化作竞价节节攀升 经过十多分钟的竞价 已经突破三千万 又经过七八轮喊价 最终以三千两百六十万落锤成交 恭喜五十二号嘉宾 李末扭头看看不远处的那个五十二号嘉宾 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她脸上带着激动的神色 为自己能够入手一副石涛真迹而高兴 下面一件拍卖品 同样是石涛画作 荷花图 下面直接进入竞价环节 起步价六百八十万 每次加价十万起 拍卖师话音刚落 举牌的相继而起 而李末也自然的动用一同望曲 看到眼前一幕 忍不住要抱粗口 这个大同拍卖行太坑人了 第二幅画 居然也是仿座 荷花图 以三千零九十万成交 接下是几件普通的拍卖品 价值几十万不等 时间过去快三个小时 现场的气氛也到了最火爆的时候 最后两件压轴品一次性推上来 一幅依旧是石涛作品《梅花图》 而另外一幅则是唐银作品《荒山竹林图》 刚推上来 李末一同视线就扫了过去 然后默默的起身小声说道 师姐 我们走吧 怎么突然走了 陈凤虽然不懂 可看得热血沸腾 似乎意犹未尽 没什么可看的 三幅石涛画 一幅唐银画 都是大千先生的仿作 这是要是曝光出去 大同拍卖行 算是完蛋了 陈凤这下不淡定了 他三两步跟上李末不乏疑惑地问道 你怎么知道 那些都是张大千先生的仿作 李末眉头一动 自己忘记这茶室了 好在他反应也快 淡淡一笑说道 我之前手里就有一幅是八大山人的真迹 何时鸳鸯 还有一幅大千先生的仿作 何时鸳鸯 所以我对他的画作技巧比较熟悉 李末的鉴赏能力是有目共睹的 陈凤这才呕了声 真是稀罕是 一场拍卖会 居然同时出现四幅大千先生的仿作 那如果是大千先生仿作的话 市场价值多少 如果是大千先生仿作 市场价不会太高 一般在一千万左右 这与他的其他水墨画作品 在艺术性上有着本质之别 李末边走边说道 我猜测那四幅画 可能来自同一个收藏家 师姐 我先回学校 明天下午 我再参加另外一场拍卖会看看 牛总那边你提醒下他 遇到唐银 八大山人和石涛的话 千万别急着入手 先跟我说一声 好的 我送你回校吧 不用那么麻烦 这鬼天气还挺热的 早点回去洗个热水澡 和尘缝分开后 他打车回校 京大食堂有三层 晚上七点 还有很多同学在吃晚饭 菜品丰富 量大实惠 李末找了一个卖快餐的窗口 一个阿姨热情地说道 同学 吃点什么 我给你打 一份红烧鱼块 一份空心菜 一份尖椒牛柳 一根卤鸭腿 和一份青菜豆腐汤 阿姨 我饭量大 米饭多一点 好嘞 食堂阿姨开始大菜 在李末的注视下 那个勺子带着弧线 搂起一份鱼块 然后手轻轻一抖 原本六块鱼段 还剩下四块 阿姨 你手腕实力轻一点 李末忍不住喊道 身后传来一阵轻笑 同学 米饭管够 吃完来添加 阿姨神色淡定 在饭盒里装了两次米饭 李末接过饭盒 转身就要找个位置坐下 身后有几个 还穿着训练服的女生 窃窃私欲 李末同学 李末停不扭头看一眼 脸上露出笑容说道 是你啊 偌大的京都 偌大的校园 遇到同班三年的同学 顿时感觉内心意暖 虽然平时交流的不多 但那顿同学聚餐 让他们的关系拉近不少 眼前这个长相甜美的女生 正是高中时班长楚黎 李末 你等等我 我打个饭一起吃 啊 好吧 这要求不过分 不过 等楚黎的饭打好 李末看了眼 就是两个蔬菜和一点米饭 他自嘲道 跟你一比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饭桶 两人找个空位坐下 与楚黎一起的五个女生 也各自打了份饭 坐在他们旁边 有两个人还特别好奇地打量着他们 似乎在猜测两人关系 你们好 我是楚黎的高中同学李末 李末大大方方地跟他们打个招呼 李末 我在国际金融系 王亚鹏在电气工程系 有空我们三人约出来一起吃饭 行啊 我基本都有时间 对了 你住在哪个宿舍 到时候联系不上你的话 让王亚鹏去你宿舍找 我住在单人公寓楼 你手机号没变的话我发给你 如果电话联系不上 可以去那里找我 单人公寓楼 在座的几个女生 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李末 那可是新盖的宿舍楼 只有独博的会有那种待遇 我手机号码没变 用的还是魔多的号码 楚黎每次见到李末 都感觉他身上有种微妙的变化 但又说不出来 还没吃多少 李末的手机响起 是朱昌平教授打过来的 老师 你回京都了 哈哈 下午四点多 刚到 你现在有没有空 到我家里我们聊聊 我在食堂这边 等会就过去 那我等你 李末挂掉电话说道 楚同学 我现在有事先走一步 手机再联系 嗯嗯 等李末走后 楚黎的其他同学 才七嘴八舌地问起来 那个李末到底是什么人 怎么有资格住到单人公寓楼的 楚黎 你同学长得可不赖哦 你不下手 的话我们 可就逮出机会下手了 就是 小伙挺帅 难得碰到一个 浪费资源就太可耻了 楚黎对他们翻个白眼说道 小仙女们 你们的矜持哪里去了 楚黎 看来你对矜持的含义 有点误解 只有你看不中对方 那摆出的态度就矜持 如果你看中对方 要矜持做什么 哈哈 楚黎叹口气 自己的摄友 怎么能这么飞扬呢 李末敲了敲珠教授家大门 开门的是蔡菜 大侠哥 一个月 不见你又变帅了 又这个词用得不好 听起来就好像 我以前长得很丑 只有最近 才变得越来越帅 我又没有整容 乃能天天变帅 李末 唬着脸说道 蔡菜一愣 随即捂嘴笑起来 你一直就很帅好吧 我爷爷在书房研究资料呢 李末这才笑起来说道 麻烦蔡菜 给我拿一瓶冰镇的水可好 没问题 大侠哥 稍等一下 李末拿着冰镇过的矿泉水 走进书房 朱教授正在翻阅着一本厚厚的资料 他摘下眼镜 直指旁边的椅子说道 那个秦翰十二生肖精锣 还有其他线索吗 暂时没有 不过 我已经安排人去仔细地追查 老师 你觉得那个精锣 和向余宝藏有关系吗 从史书上记载来看 可信度还是有的 不过向余宝藏分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十二面精锣 因为价值不菲 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 向余从大秦收集到的六国财富 史学家认为 向余不会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后来被刘邦得到的 也只是一大部分而已 那剩下的那部分 可能被向余埋藏起来 李末想了下说道 能够被向余埋藏起来的 那肯定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宝贝 你猜的也很有可能 所以说 西楚霸王的宝藏传说 是分两个部分的 因为时间过去了两千年 很多记载在一代代的传承中 也会扭曲 误解等等 朱昌平教授揉揉眼睛 又喝了口热茶说道 在那个秦汉十二生肖没出现前 向余宝藏指示的传说 但从现有的证据来看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十二面精锣之一 他是考古专家 在用词上还是比较严谨的 老师 我派出去的人还在调查 一旦有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我会立刻赶过去 哈哈 你总是给我们惊喜 这次安排你入住单人公寓楼 也算是校领导对你能力的认同 培养模式不能和其他人一样 朱昌平笑起来说道 小莫 你这次要是真的破解西楚霸王宝藏之谜 我敢说 将来留校成为教授 不会有任何问题 甚至你还没毕业 很多高校或者文物机构部分 都要给出非常高的条件拉拢你 李莫喝口水说道 其实我也没想那么多 今后的事情 谁也说不准 对了老师 你这次外出那么久 是做什么的 在秦岭那边发现了一个古墓 已经被盗 我们做了抢救性的发掘考古 还是留下不少珍贵的资料 那些盗墓贼实在是可恶 堵堵堵 有人在敲门 然后看到蔡蔡端着一盘 切好的水果走进来 她把果盘放到书桌上说道 爷爷 大侠哥 这些水果都是当即的 吃起来香甜可口 谢谢 李莫不客气地捏起一块羊梅 冰镇过 入口酸甜 口感挺好 大侠哥 你真要写我的话 能不能叫我练武 你要练武 李莫笑了笑说道 你可知道练武有多辛苦吗 知道 书上不是经常写到东练三九 下练三福 意思是跪在坚持不懈 李莫对他竖起大拇指说道 这句话出自燕王剑侠 看来你书读得不错 蔡蔡 其实练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容易 光是坚持是不够的 我练的是八级拳 师承辉舟 尘是八级拳 这是一种近身打法 讲究的是快准狠 对筋骨的熬练有一定要求 你现在正处于身体发育的青春期 贸然地去学习这种霸道的武术 可能会让你的筋骨变形 比如 你的拳头长满老茧 比如你的长腿变形 甚至不小心受伤 让你的身体留下暗伤 这可得不偿失 蔡蔡假装擦擦脑门上的汗 撇嘴说道 不教就不教 那么多理由 你这孩子 李沫还能骗你不成 天天想着臭美 万一手脚受伤留下残疾 你怎么办 朱昌平冷着脸教训他 你们吃吧 我去学习了 蔡蔡转身就走 似乎脾气还挺大的 这孩子越大越不好管教 朱教授也伤脑筋 如果都像他儿子朱明成那样 一根筋道也罢了 就怕这种鬼机灵 满脑子都是稀奇想法的孩子 再过几年就好了 算了 不说他 你之前发我的有关杨贵妃手镯的论文我已经看过 整体来说问题不大 但是还缺少一点素材 比如我们之前讨论的转运说法 从科学角度来说 这是一种迷信 但从历史价值考虑的话 这也是老祖宗们传下来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文化 老师 你是说把这点素材也补充进去 这点素材我倒是已经准备好 直接添加进去就行 你要记住 我们学的是考古 什么是古 只要是历史传承下来的 不管是物还是言 我们都要如实地记录下来 通过这些记录 让世人明白当时的社会形态 风俗人情等 在别人眼中 转运这种素材有些迷信 但从考古角度出发 这是不可删除的一种历史印记 朱昌平教授在尽心尽力地教导着他 指点着他 李默也将他每句话都记入脑海中 最后说道 老师 论文我再回宿舍修改补充后 过两天再发给你 关于明洪五三找暗龙 同亲又双二评的论文 我这个月完不成了 这个月一直在研究秦汉时期金罗的事情 哈哈 我们快要临近 退休了 反而忙得一塌糊涂 就这几个月 经大的历史系教授 专家都围绕着你转 不过他们对你的评价真高 都希望你没事 就整出一两个西式珍宝出来 让他们也找点事情做 生活才有滋有味 这边的事情谈完 李默告辞离开朱教授家 蔡蔡一直把他送到楼下小声问道 大侠哥 我学不了武术 那你能不能传说我几招自救的招数 或者是对付那些不怀好意的人 使出的杀手锏 哟 不过我教不了你 回到你休息的时候 帮你找个这方面的高手 他是我师姐 大英剑桥留学回来的职场精英 哇塞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李默走出几步 又立马返回来 拉住蔡蔡的衣服叮嘱道 学归学 但不能随便乱用 有时候 那是会把人给废掉的 大侠哥 你就放一百个心 我就是学着自保而已 李默回到宿舍 先点了不少好吃的外卖 然后洗过热水澡 就坐到电脑前准备修改论文 第二篇论文 不需要大的修改 只需要添加点素材 进去就可以 这整理起来 也不需要浪费多少精力 次日上午半天 他都待在宿舍 一直收到陈凤的短信息 才收拾下出门 不过来接他的不是陈凤 而是公司一个前台 李总你好 怎么是你来了 陈总和新世纪拍卖行的牛总 顾总在谈试 所以就安排我来接你去 金百利拍卖行会议大厅 李默坐到后排 李总 你是金大的学生 嗯 今年刚入学的 看你年纪不大 刚毕业不久 我叫顾文文 人大在读大四 出来实习的 陈总说我表现不错 等我毕业可以直接转正 好好跟着陈总学 你们是公司的第一批员工 只要不离开 将来都是公司元老 有很多的晋升机会 是 李总 我们一定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金百利拍卖场地 在另外一座高档写字楼第八层 车子开了一个多小时才到 陈凤和牛三胖 已经在楼下门口等着 李少 黄金眼 你可算到了 你快跟我说说 昨天大同拍卖行的四幅画 都是仿座 你是不相信我的眼力呢 还是不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 李末搂着他的肩头 就往里面走去 三胖 你的减肥不见成效啊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还没回答我呢 确定以及肯定 不过 你想做什么 李少 你这就不懂了吧 能够画几千万 上一去买一幅画的人 都是收藏界 投资界的稀缺高端人士 正常来说 他们也都是认可品牌的 如果大同拍卖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今后就别再想和他们搭上关系 甚至说 可以一棒子把他们打到底 几千万的东西居然是仿座 这是多么可怕的真相 李末没有接他的话头 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 自己不便参与进去 你下午怎么有空 跟着你进去 再看看金百利拍卖行 会不会有什么大新闻 刘三胖 黑黑一笑 看看已经在签到的嘉宾 压低声音说道 因为我们第一场第一轮呈现爆火的事态 就在中午的时候 我们接到消息 金百利下午场会 预热展出一个 青钱龙粉彩万寿连延葫芦屏 为下一场秋拍 完美收官造势 李末脚步一顿 有点不幸的说道 在12年前 港岛那边的 一场苏富比拍卖会上 同样一款青钱龙粉彩万寿连延葫屏 就拍出了二 零七亿的高价 金百利拍卖行的那个 钱龙粉彩葫芦屏 是同款吗 你有没有提前拿到相关资料 金百利拍卖行 为了压制新世纪拍卖行 这是要抛出王炸 刘三胖摆摆手 如果拿到资料 就不会亲自进场 提前一关那钱龙粉彩葫芦屏的风采了 金百利拍卖行 拥有将近四十几年的历史 总部实在港岛 所以底蕴非常深厚 在拍卖市场上 永远都是龙头位置 多少年来都没有被撼动过 这次新世纪拍卖行 给了他压力 所以临时抛出王炸 这一场拍卖会先预展 下一场作为收官之作 登上拍卖台 李莫签到后走进会场 整个会场规格非常高 是新世纪拍卖行规模的一 五倍还要多点 在一道的嘉宾中 他看到了很多老面孔 都是参加过新世界拍卖行拍卖现场的 今年道场的嘉宾中 肯定有不少是冲着那个 金钱龙粉彩万寿连延葫芦屏来的 十多年前就拍出了二 零七亿 那到了如今 这个价格到底会突破到什么程度 谁心里都没底 谁心里都很期待 因为不管拍出多少钱 这种投资的升值潜力 永远是最高的 牛三胖刚坐下 就用脚轻轻贴了下李莫 压着声音说道 李少 今天来了很多大鳄 我看见了 李莫在人群中的确认出了 很多熟悉的面孔 比如靠他最近的那几位 就是京都爱马的那位 大收藏家的私人团队 李莫第一笔 真正意义上的巨款三千多万 就是和他交易成的 正好那位做事干练的女人 也扭头看过来 与李莫视线相对 李莫礼貌的微笑点点头 那女人微微愣神后 才想起她是谁 也以微笑回应 李少 你也认识那个苏总 嗯 我捡到第一个大楼市 徐悲鸿的双峻图 就是三千六百万 与他交易成功的 原来你和他还有这样的缘分 这个苏总不简单 背景大的吓死人 牛三胖缩缩脖子 他是什么背景 李莫也没兴趣知道 他收回目光 坐到椅子上 准备静静的等待拍卖会的开始 这时一个男人坐到他身边 身边还带着个优雅的女士 你是李莫 李莫扭头一看 不由乐道 张导您好 好久不见 你对这拍卖会有感兴趣 就是过来掌掌见识 遇到不错的 价格也实惠的古董 就是这竞价下 张德安大导演说话有风趣 古董又不是大白菜 价格还能实惠到什么程度 不过他这么一说 坐在周边的人都笑起来 不少人还跟他打招呼 大导演刷面子就是强 张德安之前只是觉得 他出身不凡 家底丰厚 如今见他出现在金百利拍卖行 更是证实了自己之前的猜测 李莫 我有一部戏 是民国时候的 里面涉及到很多和国外武术高手对战的戏 你有没有兴趣参与下 张导 我现在再经大读书 也没那个演戏的天赋 别因为我耽搁了整个拍摄效果 李莫这是婉拒 那真是可惜 张德安对李莫的身手记忆犹新 这样的人才 如果好好培养下 那说不定就是新一代的武打巨星 可惜人家不缺钱 张导 冒昧地问一句 你的那部戏中 讲到华夏武术 传承之类的剧情吗 你一问就问到点子上了 张德安以为李莫又有了兴趣 低声介绍说道 我一直在寻找特别的素材 比如传统武术的传承 最好有那种代代相传的现实素材 可惜比较难找 这真巧了 李莫立马笑着说道 如果张导对八级拳一脉感兴趣的话 我这边就有非常好的素材 哦 说说看 我的八级拳 是师承晖州城市八级拳一脉 如今 这一脉的老祖宗 已有百岁高龄 可身体被棒 眼神有光 精神绝朔 还时常传授小辈习武 我爸是他的青传弟子 我算是第三代弟子 在晖州陈家村里 你只要到那一打听 你立刻就明白什么才叫一脉相承 代代相传的真谛 张德安立刻端坐身体 目光炯炯的说道 李莫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引荐下 这才多大的事情 我把师伯的电话 或者师兄的电话给你 回头去的时候 和他们联系下去 现场取材 等拍卖会结束 我先他们说一声 免得他们觉得莫名其妙 好好 等拍卖会结束 我们一起吃个饭 我请客 张德安好意我心领了 这不还有几个朋友 那就一起嘛 还请诸位赏光 牛三胖立马说道 谢谢张德 我可喜欢你拍的戏了 我也喜欢 陈凤在一旁也连连点头 比看到明星还要高兴 张德安喜欢什么类型的古董 我最喜欢的 还是文房四宝 茶壶之类的 家里还收藏了几样不错的 这次正好在京都有空 就和朋友一起来逛逛 张德安说的朋友 自然是他身边的那位优雅女士 进场的嘉宾越来越多 四周空位也都坐满了人 李莫他们不方便在聊天 便坐在那里等着 拍卖会的开场白都差不多 不过金百利拍卖行 还是玩出了新花样 他们用的落锤 不是常规的那种 而是在拍卖台旁 树立起一片铜锣 成交一声光当巨响 气势十足 各位来宾 各位新老朋友 金百利秋拍正式开始 按照惯例 第一件拍卖品在座的嘉宾 都非常熟悉 下面坐着的人很多 都笑起来 拍卖师也忍俊不惊地笑了下说道 第一件拍卖品是三年前 定制款防弹型劳斯莱斯 目前手续齐全 还没上路 起拍价950万 每次加价10万起 算了 还是开始第二件拍卖品吧 撤下去 浪费大家时间 下面一片道贺 拍卖师还是很静止地喊道 只需950万 就可以购买到 价值5000万的定制款防弹 劳斯莱斯 950万 陈凤这时举牌 拍卖师立刻神情振奋 意外 太意外了 放在手里两年多的烫手货 终于能出手了 43号嘉宾 出价950万 950第一次 950万第二次 光当一声巨锤 拍卖师还没喊出第三声 就敲响了铜锣 这是有多么想尽快 把劳斯莱斯出手呀 恭喜43号嘉宾 拍的防弹板豪车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那位漂亮的女士 陈凤虽然不是很漂亮 但胜在气质家 所以很多人还是给了热烈的掌声 牛三胖跟着拍了拍 小声说道 陈总 你也不怕那车晦气 据说那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就是因为花了5000万巨资 定制了那款劳斯莱斯 才导致资金链突然断裂 然后跟着爆出财务作假的丑闻 最后公司破产 我又不开 是李总要拿去练手 上午开这车 别人都躲着跑 这想法绝了 牛三胖立马对李莫竖起大拇指 除了谣传大车晦气外 其他的没毛病 车子一上路肯定是万人追捧 定制款防弹劳斯莱斯轿车 登上拍卖台 两年都留拍 今天秋拍第一拍就出手 这是开门红大吉大利 第二件拍品推了出来 是一块玉 巨大的投影瓶上 详细地介绍了这块玉的来历身份 汉代玉璧 起拍价60万 每次加价5万起 李少 这块玉看起来还不错呀 嗯 这是典型的汉八刀技艺 市场估值150万左右 超过这个价 就有点虚高 升值潜力不大 李莫小声说到 牛三胖心里便有了底 他今天说白了 也是来打打秋风 看看有没有机会 跟着李莫剪点小漏的 坐在另外一边的张德安大导演 也听到了他说的一番话 扭头看他一眼也没说什么 拍卖开始 陈凤和牛三胖心里有底 所以也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加入到举牌行列中 一块汉代玉璧 价格在火热的竞价中 很快超过百万 一路提升 陈凤手就没停过 当很多人竞价形成一股浪潮时 竞价很快突破150万 陈凤和牛三胖立刻收手 看着其他人钱不当钱 一样的流出去 最终成交价 345万 这就是拍卖现场 有钱人尽情地挥洒着自己的财富 李少 这成交价 是你估值的两倍多 是不是有点虚假 李默笑了笑 这种是谁能说得轻 或许那些竞价成功的 就是金百利自己人呢 当一件拍品价格过高 第二件拍品价格过高 那接下来的拍卖价格 再虚高一点 也就变成了常态 你对古董行情很熟悉 张德安忍不住问起李默 张导 李少说 这个古董值多少 那就顶天了 超过他说的数字你 千万别下手 牛三胖很笃定地对他说道 张导 别听他的 我说的价格你可以做参考 当不得真 第三件拍品也推了出来 同样还是玉器 但不是单个的 而是一对玉剑 李默看了眼说道 汉代玉剑一对 估值110万 很快 陈凤就接连竖起号码牌 参与感很强 一对玉剑最终成交135万 接下来第四件是一个巨大的笔筒 也叫笔喜 从投影上 看笔喜用的是小叶子坛材料 表面雕刻了寿山浮海图文 造型完整 没有开裂之类的瑕疵 不过金百利拍卖行 将这个笔喜 鉴定为青初时期的古董 而以李默的眼力 这是民中期的笔喜 而且 寿山浮海这样的题材 就是大开门的鉴定线索 没想到金百利拍卖行 也有走眼的时候 青初小叶子坛笔喜一个 起步价两万 每次加价一万起 李绍 这个笔喜怎么样 比你上次在琉璃场俭的漏 还要好点吧 是不错 李默点点头 忽然转脸看了眼 张德安凑过去小声说道 张道 那个青初 小叶子坛笔喜 你喜欢的话 可以尽管拍下来 张德安只是笑笑 没放在心上 李默只是出于人情 提醒他一下 如果你不出手 他自己就要出手了 这万一买回去 朝办公桌上一放 那气派就油然而生 拍卖开始 也有人在竞价 但速度不快 大家似乎对这个没什么大兴趣 而张德安也举过牌 等超过十万他就放弃了 李默这时踢了下牛三胖 他会议接着举牌 最终比较幸运的 以十八万金得 李绍 这个笔喜你给我透个底 金百利拍卖行的鉴定师 看走了眼 那个不是青初的小叶子坛笔喜 而是明中期皇宫里 传出来的小叶子坛笔喜 品项完整 市场估值 至少五十万以上 嗨 今天没白来 李绍 哥们请你吃海鲜火锅 李默看他一眼 你这胖子 是不是最近太虚了 整天想着吃海鲜滋补 接下来两件 一个青晚期的蝙蝠 一个青中期的簪子 李默直接忽视 李绍 本场拍卖第一个重头戏来了 李一小姐推出一幅字 投评显示 那是名四大才子之一文争名的 一幅行书大作 行书七绿湿轴 利轴 纸本水墨 纵一 两米左右 横铃 六米左右 整篇文为 善开轻至两相宜 玉府分行 狐履随 紫气阴晕浮相位 铜光朴秒上浮丝 杏衣日月 沾龙滚 呕即风云即凤驰 凌落江湖 丑履散 白头心是许谁知 刘款志争鸣 好书法 张德安在一旁惊叹道 他喜欢文房四宝 那肯定也懂书法 李默第一感觉也是如此 作品在笔风上 突出了重用笔解体 具有风格秀进婉立的特色 李少 你说这幅文征明新书 真计价值多少 文征明和柱之山 同为名四大才子之一 柱之山一幅狂草 陋氏明 价值一 五亿左右 你可以以此为参考 牛三胖没了兴致 这价格太高 他可参与不进去 万一砸在手里 得不偿失 文征明的行书 引起全场第一次浪潮 在众多大恶的热捧下 价格轻松破亿 然后举牌的人逐渐减少 经过差不多二十分钟的竞价 这幅真计拍出了一 三十二亿的价格 后期加上手续费 总款要超过一 五亿 金百利准备的拍品 整体来说偏于金 但是不如你们新世纪的 起 不过三胖 我不是要打击你的自信心 你要想超越金百利拍卖行 这路还需要走很长一段 没有长胜不衰的帝国 这座生意也一样 牛三胖反而没有泄气 对未来霸主之位 还是很期待的 金百利拍卖行 接下来推出的拍品 都是瓷器 以明清瓷器为主 拍卖价在二十万至三百万之间 李少 这些瓷器的品质如何 比较常见 算不上特别精 如果这场拍卖会最后 他们真的要展出那件 青钱龙粉彩万寿连延葫芦瓶的话 到时候你一看就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瓷器中的王炸 哎 那算什么王炸 要是把你的那个双耳瓶 朝他旁边一摆 我相信 那件王炸 立刻成为配衬的绿叶 牛三胖有点遗憾的说道 李墨手中的好东西真不少 随便拿出一件都能镇住场子 李总 牛总 下面这件藏品 好像也不凡 陈凤在一旁提醒道 李墨抬头望去 身子不由作直 金百利拍卖行 不愧霸位数十年 底蕴就是身后 这次一连推出三平画 而且都是大千先生的高视图 从介绍上来看 这三幅高视图 都是大千先生的早期作品 分别是 松下高视图 梧桐高视图 和古墓高视图 这些早期作品 在市场上的拍卖价 算不上经验 但胜在大千先生的名气大 受到资本市场的热捧 这应该是金百利拍卖行 针对新世纪拍卖行的挑衅行为 发出的回击 你弄出一个牛时会五平 竹石孤情图 我就弄出一个大千先生的三平高视图 我的总价不如你 但作画者却更受欢迎 怎么也要狠狠地恶心你一下 争斗无处不在 争斗随时上演 金百利拍卖行这一手玩得漂亮 比起他们 你还是太嫩了 李默开玩笑地说道 哼 谁笑到最后还不知道呢 牛三胖满不在乎地说道 然后拿出手机 远距离拍了几张照片说道 带回去给公司的人都看看 让他们知道 肩上的胆子有多重 大千先生的高视图单件 拿出来拍卖的话 最高的也最多一千多万 少的才三四百万 这三平高视图一起拍卖 也不会有很高的价格 李默右手指在大腿上弹动着 大有深意地说道 他们要是真有本事 应该把大千先生的 侍女图给拿出来拍卖 侍女图很贵 和那件青钱龙粉彩 万寿连岩葫芦瓶有的一比 李默的猜测是对的 这张大千三平高视图 总共拍出来三千一百万 和牛市会五平图 没法相提并论 但是人家就要恶心你一下怎么的 随着拍卖的进行 时间已经临到最后 金百利拍卖行 第一场压轴的 没有安排拍品 而是用来预展宣传一件藏品 当一个用特制钢玻璃护照的展台 推出来时 全场一下子安静下来 前面有很多人已经站起来 希望第一眼 能目睹那个粉彩葫芦瓶的风采 你急什么 有机会近距离观看的 李默示意牛三胖淡定地坐下 各位嘉宾 各位金百利的新老朋友 这最后一件拍品是预展 会在下一场的拍卖会中压轴登台 诸位请勿着急 我们会安排大家有秩序的参观 会场逐渐安静下 投影坪上也出现那个粉彩葫芦瓶的真面目 李默坐在那里默默地看着 一言不发 李少 你怎么了 牛三胖挺激动的 不过身边的李默 脸色却很难看 没什么 看到这件葫芦瓶 就想到了被毁灭的圆明园 青乾隆粉彩万寿连盐葫芦瓶 也叫青乾隆万寿连盐大吉葫芦瓶 是国宝级文物 被人从圆明园掠夺到了国外 然后又高架在港岛拍卖给私人 牛三胖被他这么一说 也有点心堵 坐在前面的嘉宾 已经开始围绕着展台 近距离观看起来 前方不时传来惊叹声 李少 我们也过去看看 李默站起来 跟在三胖后面 慢慢地朝前走 当大吉葫芦瓶进入视线时 李默看清楚 他的真面目 这件青乾隆万寿连盐大吉葫芦瓶 是乾隆亲自下令 由GDZ官瑶玉将烧制的罕见真品 巧妙运用万字符和寿字符 组成的绵延不绝的大吉图案 寓意万寿无疆 以创新场景造型独步天下 作为乾隆盛世备受推崇的 一种奢华繁入的装饰工艺 锦上天花代表之作 于密布锦文的缝隙处 天花文室 并在右面上刻画卷草文 凤尾文和花卉文 以表现景地效果 这种宫廷词意登峰造极 凭上锁绘文是色泽艳丽多变 重叠交错 构图精巧 缤纷细致 将锦上天花的宫廷美学 推到极致 李末动用一瞳 视线一下子穿透进去 那间大吉葫芦瓶体内 透射出白色光韵 并形成一道道光圈 扩散出去 这根本不是青乾隆时期的真品 而是现代仿造出的工艺品 在他透视能力下 他看到了大吉葫芦瓶底部 也有官瑶款大清乾隆年制正开 整个瓷胎 右面工艺都非常完美 毫无瑕疵 真漂亮 乾隆皇帝真会享受生活 这么精美绝伦的瓷器 都能烧制出来 乾隆的好东西多得很 这只是奇异罢了 既然一眼看穿是房品 李末也就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 走吧 没什么看头 等等呀 我还没看过影呢 牛三胖还不愿意走 他身头又看了几秒钟 忽然反应过来 忙从队伍中走出来 追上李末小声说道 不会吧 难道这件粉彩葫芦瓶也是 别胜账 我们出去再说 出了大楼 李末打开一瓶矿泉水 猛喝几口 牛三胖 还是一副无法置信的模样 那可是数十年的老字号 怎么可能对外玩这么一手 用一个现代房品 来忽悠众人 其实 那件清乾隆万寿连 颜大吉葫芦瓶 早就被专家联合复制出来了 除了年代不一样外 不管是磁胎 右色 右面 彩苗等 都百分之百的复原出来 你不信的话 明天可以去一趟京都博物馆 里面就藏着一件精品中的精品 那他们玩这一手 到底想干什么 李末此刻却琢磨出点味道来 他回头看了眼大楼说道 人家这是想跟你玩花样呢 那件大吉葫芦瓶 就算是房品 但是摆在那里 大家就会认为是真品 他们又不能拿出去做鉴定什么的 至于最后的压轴 我估计他们肯定会设置一个不可能达到的最低价 到时候直接宣布留拍便可 这样一玩 金百利的风头一时无两 谁也撼动不了他的地位 还有我想 那个真品的主人 是不是也在试探下市场的反馈 这样在下次的拍卖会上 再拿出真正的青钱龙粉采万寿连盐大吉葫芦瓶 这次先来大大炒作一番 为下次更高价做铺垫 牛三胖听得傻眼 发愣了好一会儿 才猛地一拍自己的屁股说道 玩得真高明 小爷这次算是开了眼界 陈凤这时也回过未来 对于李默的鉴定结论 他是直接认同的 按照他的思路去推测的话 这金百利玩的这一出戏 就十分精彩了 毫无疑问 下一场金百利拍卖会上 肯定会云集更多的收藏大额 甚至可能会引来一些国外投资机构 就算大吉葫芦瓶流拍 那整个秋拍季最大的受益者 还是金百利拍卖行 人家不但跟你玩硬 玩软的 还跟你玩硬的 一个秋拍季 愣是给折腾出一出好戏来 牛总 论做生意 我们还是太嫩了 人家轻轻松松玩出个小把戏 就把整个秋拍季的重心 都转移到了他们那里 这点我们要好好地琢磨琢磨 陈凤也不得不佩服人家 李绍 接下来的几场拍卖会 你还要参加吗 有点糟心 我还是留在学校专心做我的论文 你们随时把信息反馈给我就行 陈总 那个防弹板豪车 尽快交接 我们在国庆前也组织大家 去郊区的农庄散散心 算是公司团建 等一下 我就去办理手续 陈总 我和你一起去 我要办理下那个民中期 小叶子谈鼻喜 李默就在外面等着 他和张德安大导演 已经约好吃饭 等会他们应该就要出来了 想到这 李默还是发了条短信 张德 我在一楼大厅门口这 稍等五分钟 张德安和他的女伴 那位优雅的女士 一起走出来 李默 你的其他朋友呢 在办理拍卖手续 要等一会没关系吧 没事 我正好跟你再聊聊 你们八级拳师们的事情 如果去当地取材合适的话 可能会邀请他们一起客串剧情 到时候你也提前跟他们透个底 这是容易 修炼八级拳的弟子还是很多的 到时候找一些年轻的小辈跑跑龙套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李默看了眼他身边的优雅女士 轻轻一笑说道 请问您是那位江南第一秀娘 荀倩女士吗 优雅女士抿嘴笑了下说道 我和老张出席过好多次活动 但还是第一次被人主动地认出来 李先生你好 荀倩的年约四十岁左右 身材苗条 气质优雅 这可能跟他的职业有关 很荣幸能认识您 几年前我和妈妈去姑苏城游玩四大园林的时候 还特意去您的秀园游玩了一圈 虽然没见到您真人 但看到那里挂着一幅画像秀图 刚才在大厅里的时候 我就在想是在什么地方见过您的 李先生客气 欢迎以后有空多去秀园坐坐 我家在摩都 去姑苏城也就两小时的路程 我妈妈非常喜欢刺绣 所以每次去秀园都会买一幅不同种类的刺绣 请问你妈妈是 我妈姓施 单名一个姨字 啊 你妈妈是施老师啊 她可是非常棒的舞蹈老师 我们还曾经合作过呢 老张 你说这事件还真太小了 在这茫茫人海中都能遇到 还真是 晚上我们小喝一杯如何 张德安大笑起来 最多两杯啤酒 不然我就要躺着回学校了 此时牛三胖和陈凤也走了出来 三胖手里拎着那个明中期的比海 陈凤凰晃晃手里的钥匙 车子已经属于李末 只是还需要去车馆所办理下手续 张导 给你介绍下 这位是我朋友牛英俊 新世纪拍卖行 是他的一个小产业 他的生意大头 还是房地产 物流 近期准备进军珠宝业和餐饮业 牛总你好 真是人不可貌相 这个胖胖的年轻人 来头也很大 张导 您叫我三胖就行 李末又介绍陈凤说道 这位是我师姐 大英剑桥回来的精英 如今是千年盛葬公司的总经理 张导 别看她是个女人 这八级拳的火候可不弱 等嫌三四个壮汉 未必能拿她怎么样 张导您好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 我拍出的作品 只要你们满意就好 今天很高兴能认识诸位 我已经订好餐厅 我们这就过去吧 几人正准备动身 就看到一群人气场十足地走出来 正是李末接触过的那位苏秘书 和他的团队 苏秘书你好 在这遇到 李末还是笑着打了个招呼 你好李先生 我也是刚从朋友那知道 你这几个月来的动静 闹得真不小 我们先生对那幅历代帝王图 非常感兴趣 如果李先生愿意出手的话 我可以帮你和先生一起 约个时间聊聊如何 苏秘书非常客气 恐怕要辜负苏秘书一番好意 那帝王图我自己会永久收藏的 不过先生要是喜欢自画的话 新世纪拍卖行下一场 会有八大山人的真迹 何时鸳鸯 那也是我逃出来的 苏秘书脸上露出微微失望的神色 不过他很快调整过来说到 那李先生手里还有其他的字画吗 有道是还有一幅 是大明第一狂草柱之山的草书 陋世明 不过我暂时不会出手 李先生 那我们保持联系 如果真逃到好的字画 又打算出手的 可以第一时间联系我 只要先生要收藏 我们会以市场最高价收购 谢谢苏秘书 也谢谢那位先生 苏秘书带着团队走了 李默 你到底是做什么的 那个历代帝王图 这两月可是闹得满城风雨 有人出价高达22亿以上了 难道那是你的 张德安一直认为他就是个富二代 不过现在又觉得他的来头更加神秘 背景更加深厚 张道 这事我们慢慢聊 张德安定的餐厅是京都老字号 主要做的是营养餐 以炖为主 单配一些可口的凉拌菜 五人一个包间 边吃边聊 这一聊 张德安不得不对李默的身份重新定位 不过关于李默的战绩 都是牛三胖 在那咕咕个不停 说得眉飞色舞 就好像那些宝物 是他逃出来的一样 李先生你可能还不知道 我和老张 为了近距离看看京都博物馆的那件帝王图 和精灵博物馆里的杨贵妃手镯 那还是特意抽出时间的 没想到 那两样宝物都是你的 寻倩轻轻一笑 细声慢语 张德安此刻 却拍拍自己脑袋 苦笑不已的说道 就在那拍卖场里 李默还提醒我说 如果喜欢那个比海 就尽情地拍下来 我以为他就是随口一说而已 也没听入耳中 哈哈 张道 那可不是青乾隆的 而是民中七皇室流传出来的 李少说 市场价值至少五十万 我算是捡了个漏 我这不是在后悔吗 来来 为我们相识一场干杯 一顿饭主客接欢 李默回到京大公寓楼时 已经晚上十点多 楼下的两个宿管阿姨 本来还想对李默批评一番 但是李默两箱水果 朝他们桌面上一摆 又主动承认错误 保证以后 尽量在十点前回来后 他们便直指楼梯 让他快回房间休息吧 接下来的几天 李默基本都待在宿舍里 整理论文 除了杨贵妃手镯的论文 需要增加素材外 有官名红武双二评的论文 也在紧张的整理中 至于秋拍 他只是空了关注下进展 9月8号 当金百利最后一件 古董青乾隆粉彩 万寿连延葫芦瓶流拍后 京都秋季拍卖会正式结束 果然如李默猜测的那样 那件被认为是真品的 大吉葫芦瓶 即使最后的竞价达到了三 13亿 但还是被宣告流拍 这个价格刷新了 瓷器史上的 又一个历史拍卖价 李默这边也是收获满满 牛市会五评 竹石孤情图拍出了一 63亿 八大山人真迹 何时鸳鸯拍出了一 57亿 而那十件瓷器 总共拍出了一 32亿 也就是说 这一场秋拍 千年盛藏公司 总共进账四 52亿 赚得盆满钵满 至于牛三胖那边 据说总收益也超过了一 两亿 而整个京都秋拍记成交总额 超过28亿 这个数据可以载入史册 9月13号 李默的杨贵妃手镯论文 顺利通过审核 9月18号 李默终于接到陈小军的第一个电话 他只简短地说了句 有重大线索 速来 越州 已有2500多年建成史 在古时后也叫快机 山音和无惠 县绍兴 是首批华夏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首批华夏优秀旅游城市之一 是著名的水乡 桥乡 酒乡 书法之乡 和民室之乡 他被称之为东亚文化之都 李默背着旅游用的大背包 走出火车站 在出口处 陈小军正在等着他 小军 等久了吧 没有 刚到20分钟 小师叔 我在这里租了辆车 这样办事方便点 先上车 我带你去见几个人 李默坐到后排车位问道 你电话里也没说清楚 你到底发现什么线索了 陈小军将前车座上一个文件 带递给他 这是目前收集到全部信息 你路上先看看 等到的地方会给你再详细说说 李默打开文件夹仔细看起来 当翻阅到最后几张时 眼中陡然闪过金芒 那是几张打印出的彩照 因为拍摄角度选的别扭 所以只能看出一点点 但即使只有那么一点点信息 他整个人都激动起来 照片中拍的是一个老屋 带有庭院 院中长着一些辣椒 黄瓜 青菜等 还有一个鸡圈 养着鸡鸭 在院中角落中堆着不少杂物 有木头 石槽 竹竿等 在这堆杂物中 李默看到了一个原状的东西 靠墙立着 其他几张照片都是近距离拍摄的 更能清楚地看到那原状的东西 表面有铜锈 有烂泥 还有明显的破损变形 还有李默非常熟悉的十二生肖图案 李默把资料都收进文件袋中 闭上眼睛 靠在椅背上镜一镜 试图平复那颗剧烈跳动的心脏 陈小军通过后视镜看了眼李默说道 小师说 那个东西像不像你要找的 我要看到实物才能确认 车子一路奔驰 从城里向郊区前进 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后 进入一个乡镇街道 最后停在一家酒店门口 越州是旅游圣地 即使在乡镇 也有看起来很高档的酒店 小师说 我带你见几个人 你安排的事情 能够调查到这里 主要靠了他们相助 两人走进一楼的一个包间 里面有桌椅 茶具 电影设备等 可以在这里吃饭 喝茶聊天 看电影放松等 里面有五人正在看着一部军事电影 见到两人忙都站起来 其中一人还顺手暂停了电影播放 各位好兄弟 给你们介绍下 这是我老板李默 李老板你好 李总你好 五人纷纷喊道 陈小军又把五人都介绍给李默 原来他们都是陈小军的战友 有三个人还是侦察兵退役 在部队里他们都有代号 退役后见面还是那样叫着 都觉得顺口亲切 各位兄弟 李默不但是我老板 还是我的小师叔 你们也别想着要和他切磋下 我都不是对手 老郎 李老板真有你说的那么厉害 那个体型最彪悍的男人 还有点不服气 眼中充满了战斗狂义 宗雄 如果你非要找我小师叔切磋下 也要等这里的事情办完后 再选个时间 大家都做 把重要的先跟我小师叔说说 然后再安排接下来怎么做 陈小军给李默倒了杯茶 看向那个稍微偏瘦一点的战友说道 老鹰 你先说说 行 李总 是这样的 我们几个听老郎说 有要是需要帮忙 所以就一起聚到魔都 我重点调查了那个年近八十的老人家一些信息 听邻居的一位六十左右老人讲到 他本有个儿子 年轻时做的是黄酒生意 有三个合伙人 后来他被合伙人摆了一道 把他给踢出局了 他儿子从厂家返回后 整天闷闷不乐 经常和醉酒大发脾气 在院子里叫骂着说 那两个是狗养的 还吞了他不少钱 后来也是因为醉酒而出了事故去世的 叫老鹰的人 从包里掏出一张黑白照片递给李默 李总 你看这照片上最中间三个 就是当时的合伙人 其他人都是员工 你看这个偏胖一点的 就是现在给我消息的那位邻居 这张照片是在越州当地的一个黄酒小厂门前拍的 据说三个合伙人做了多年生意 都是和这家小酒厂合作的 老鹰说完看向宗雄 接下来你说说 宗雄也从包里掏出几张打印出来的文件说道 我重点调查了这两个合伙人 他们在二十多年前合伙在越州这边开了个酒厂 但只做了四年多 就因为技术落后而不得不破产撤离 然后他们回到魔都继续做代销生意 只能说生活还过得去 我和老鹰以调查一件老案子为由 找到其中一人 跟他说 那个死去二十多年的合伙人 可能跟老案子有关系 怀疑他当年的死和案子有关 结果那人生怕会牵连到自己 就把当年还记得的事情都一一说了出来 其他的我就不多说了 李老板你看看这些信息 重点提到 当初把他提出局后 见他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 也怕他做出什么想不开的事情 就派人暗中跟着他一段时间 他去草湾山逛了逛 还在附近的向里村 找了的当地民房居住了几天 然后就回魔都了 虽然二十多年过去了 但那向里村还在 我们就根据那人提供的线索 一一的摸牌 最后找到了类似那人说的民房 老鹰还拍了几张照片 不知道是不是李老板要找的地方 李默看了眼陈小军 他对这些战友还是有所保留的 最重要的信息没有透露 就算不是那个老房子 我要找的地方也在那向里存 李默掏出手机 拨通了陈凤的电话 陈总 你以奖金的名义 朝小军卡上打入三十万 马上办理下 挂掉电话后 李默举杯朝五人说道 主委虽然都是硬邀来帮忙的 但该谢的还是要谢谢 等会三十万到账 连同小军每人五万奖金 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就帮了点小忙 对他们来说也没出多大力 但十多天就挣了五万 这也太不好意思了 何况他们和陈小军还是战友 关系极少 就算倒贴一点钱 也会毫不犹豫地赶来帮忙 李老板 这钱我们不能要 一点小忙而已 是啊李老板 我们就出点力气活 这段时间吃喝开支 都是小军付的 这钱不能收 李默望了眼陈小军 他忙悄悄桌面说道 看 钱到我的卡上了 你们真不要的话 那我一个人留下了 好了 我小师叔不是那种小气的人 给你们奖金 那是真的感谢你们帮我的忙 再说 你们退役后的工作也都普通 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几千块 这钱拿回去 还能补贴家里一年消费呢 等会我就转入你们各自的卡上 再拒绝我可生气了 以后兄弟都没得做 谢谢李老板 五人也不再推辞 纷纷表示感谢 李默一直在观察他们 陈小军是尖头兵 这些人和他关系很铁 应该都是同一类的人 身手好 素质高 都做 你们是在老家做事 还是在外打工的 外号宗雄的男人体格最魁梧 他面露感激之色说道 我们都是在老家生活 因为没有学到一技之长 所以年初退役后 暂时还没外出打工 就在老家找些体力活干 我这边正需要像 你们这样的人手 如果愿意的话 以后就跟着我做事 薪水每个月暂时衣 五万 工作地点在京都 我让公司的负责人 给你们统一安排住宿的地方 李默说完端起茶杯 慢慢喝起来 那五人可猛了 你们都傻了 还不赶快谢谢老板 陈小军一拍桌子提醒他们 这十五人才回过神来 一个个相继站起来 端起面前的茶杯 老板 我们都是笨人 不怎么会说话 以后还请老板多多照顾 我们以茶代酒 敬老板一杯 用你们大头兵的说法 以后 我们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喝完茶 众人还有点晕乎乎的 他们在老家干的是体力活 一个月也就四五千块 现在跟着李老板做事 那挣的钱都翻了三倍 这还是刚开始 别的不说 几分钟前 他还给美人发了五万奖金 跟着这样的老板做事 他们也有更大的人生笨头 你们先跟着小军 我这边有事 会再重新安排你们 是 老板 小军 中午多整几个硬菜 下午还有活干 酒就不喝了 其他的 你看着点 陈小军点点头起身走出去 李末重新拿起那些资料 一一地看起来 老鹰 这个老屋的主人 情况调查了吗 已经调查好了 是毒蛇负责的 毒蛇是另外一个人 他连忙从包里拿出几份文件 递给李末说道 老板 这个屋子的主人 不是个善茶 此人叫刘子平 今年61岁 四进宫 21岁因为盗窃 28岁因为聚众打架斗殴 致人重伤 39岁开车撞人逃逸 46岁时 还是因为盗窃 那个老屋是他父母 留下的唯一祖宅 刘子平没有结婚 目前一个人居住在那里 此人在当地风平极差 要不是因为上了年纪 估计在那个巷里村 没有他的立足之地 李末一边听他讲 一边看着收集到的资料 此人可以说一无是处 没钱就到临镇 或者县城打短工 有了点钱后 再回村里好吃懒做混证 向里村附近的草湾山 早已经被开发成景点 有山有湖有农家乐 但是向里村 却没有发展起来 因为村里人大部分 都已经外出打工 留下的多数是些老人 我们先吃饭 下午去草湾山景点逛逛 陈小军为了行事方便 总共租了三辆车 午饭后出发 直接炒草湾山开去 小师说 你准备怎么做 还没想好 不过那个刘子平 既然好吃懒做 那最缺的就是钱 只要有机会跟他搭上话 我就能随机应变搞定他 小军 你做事灵活 那五人你先带着 以后我有什么宝物 需要运输安保的话 你们肯定是第一道安保线 明白 这些人都值得信任 将来你还缺人的话 可以尝试去秦家大院 找秦家老大 你要多少他都能给你推荐多少 而且都是经得起考验的 如果这次寻找到的线索 真的能证实西楚霸王项羽的十二面金螺存在的话 别的我不敢跟你保证 在京都我给你安置一套成家立业的房子 谢谢小师叔 我以后定会好好做事 陈小军眼神无比坚定 草湾山海拔七十多米 不算高 东西长四百余米 在六十年前就开始封山御林 如今满山苍绿 灌木覆盖 从山脚仅仅有一条人工开凿的山道 蜿蜒到山顶 小师叔 当地传说在那山顶上 还有项羽留下的寻找宝藏的线索呢 只是两千多年来 无人能破解其中的奥秘 下午我们登上山顶瞧瞧 关于项羽宝藏的传说 史书上早有记载 在那草湾山顶 留有项羽亲手刻下的字符 破解字符奥秘 就能找到宝藏 三辆车驶进草湾山附近的旅游景点停车场 这边旅游大巴已经停了十多辆 不愧是旅游胜地 小师叔 我们现在就登山 还是先去湖景周边看看 既然是玩的 当然是人多的地方热闹 我们先去湖边 那边有一条美食街 咱们也去弄一点尝尝 陈小军朝其他五人做个手势 五人立刻会议 没有紧跟在身后 而是保持一定的距离 此刻他们做的就是保镖的工作 把自己当成游客的同时 又能随时关注四周的环境 你们在部队里也训练这个 我们训练的这些 还只是最基础的 秦家大院四周隐藏的那些 人才叫专业 说不定在胡同卖早点的 专门打扫胡同卫生的 在胡同口经常摆地摊的 都是暗卫 我们在明 人家在岸 跟你砍大山一个月 你都不会怀疑他的身份 陈小军摸摸脑后勺 有点泄气地说道 都说我们是冰王 实际上距离真正的冰王还远着呢 所以待在那个环境里总是不自在 哈哈 上次陪秦老爷子 在胡同口那边吃早点 我就感觉到了几个暗卫 这是让老爷子吃惊得很 你说 他们会不会被换回去 接受更加严格的特训 李默对于自己的敏锐感 还是非常自信的 陈小军探口气说道 我估计 他们会被直接换岗 这里的游客特别多 人来人往 还没到湖边的美食一条街 这空气中 就闻到了油炸臭豆腐的味道 小师说 你看那人是不是刘子平 李默顺着陈小军指的方向望去 还真是他 刘子平个头有一米八 偏瘦 六十多岁 留着花白寸发 今天他穿着一身灰色衣服 手里拎着一个电饭包 没盖盖子 里面是放的是五香鸡蛋 他未图省事 身上挂着的牌子 上面写着正宗本地五香草鸡蛋 三元一个 五元两个 一边走着 一边跟行人推荐自己的五香鸡蛋 可惜没人买 既然在这遇上了 就过去聊聊 你别跟上来 李默三两步走到刘子平身边 直指锅里的五香鸡蛋说道 大爷 你这个鸡蛋 万一不是正宗本地的怎么办 假一赔时 小伙子 来两个更划算 行 我肚子正饿着 先来两个 好吃的话 我再多买一些 李默从口袋里掏出五块地过去 他用方便袋捞出两个五香蛋给过来 李默先闻闻 眼中有点诧异 没想到这个五香蛋的香气 还挺浓的 他包掉蛋壳咬上一口 有茶香 八角香 香叶 似乎还有点橘子皮的味道 微咸 这五香鸡蛋做得不错 大爷 这是你亲手做的 那当然 就这个五香水配方 是我们老刘家祖传秘方 你瞧瞧 这街上卖的那些五香蛋 根本就不入味 吃起来没口感 小伙子 再来两个 真好吃 大爷 那边有椅子 我们过去坐坐 我吃多少 最后付你多少钱行吗 小伙子 听你口音像魔都那边的 大爷 好耳利 我是土生土长的魔都人 忙里偷闲出来玩玩 李默一边吃这五香鸡蛋 一边颇为满意地说道 大爷 就你做的这五香鸡蛋 只要往我家店面门口一摆 每天卖出四五百个 都是毫不费力的事情 刘子平竖起右手五指问道 五百个 以我的估计 这个数字都少了 要是碰到周末和节日之类的 那游客来来往往 就这香气一扩散 每天卖出个一千以上都没问题 小伙子 你家是做什么的 做古董生意 主要做的是元朝 明朝和清朝的瓷器店铺开在魔都城隍庙呢 大爷你想想 就算是平时 那里的游客都是若意不绝 你这一手煮五香鸡蛋的绝活 要是在那里大显身手的话 每年光是卖五香鸡蛋 都能让你赚个十几二十万的 李默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 一边说着自己的事情 刘子平眼神打量着李默几下 这小子年纪不大 这话说的口气却挺大 真是巧了 魔都城隍庙二十多年前 我就去过一次 我记得在城隍庙附近 还有个什么江的 江边还有个很高的塔 李默又包了鸡蛋笑着说道 你说的是黄浦江和东方明珠电视塔吧 大爷 想不到你年轻时就去过 那是我还没出生呢 现在的魔都 早就发展成国际化大都市了 那黄浦江的夜景 真是美丽至极 晚上我睡不着的时候 就站在窗户前眺望江景 那心就能慢慢地平静下来 刘子平脸露一色 小声说道 你家里做古董生意的 一定很赚钱吧 这做古董生意 有个说法叫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比如一个清朝乾隆皇帝时候的瓷器 这卖出去的价格最低 都有几十万 有些预制精品瓷器 那卖出一两亿的 都不在话下 一两亿 刘子平被吓到了一样 有点目瞪口呆 李默知道火候差不多了 他拍拍手站起来说道 大爷 我一共吃了十个五香鸡蛋 除了给你的五块外 我再给你二十元 他掏出一张五石 递给刘子平 小伙子 这个五石 我没零钱找你啊 没零钱的话 那你看看 锅里还剩多少五香鸡蛋 给我再打包三十块的 我还有几个朋友 等会也让他们尝尝 好好 我这就给你打包 刘子平低头的时候 嘴角露出一丝得逞的笑容 大爷 你这个祖传五香鸡蛋的配方卖不 我在想要是能在城隍庙那一带 卖这样的五香鸡蛋 那生意肯定好得一塌糊涂 刘子平手一顿 他抬头看了眼 李默问道 你真的想买我手里的配方 这还有什么真的假的 只要价格合适 我还是能买下的 小伙子 你要是真想买 我也不跟你胡乱要价 依你的估算 每年卖这五香鸡蛋 都能赚个十几 二十万的 所以 你要是能给出十五万的价格 我就把祖传秘法卖给你如何 十五万 这个价格 李默犹豫起来 有些拿捏不定 十五万真不多 你一年就可以回本 往后的每一年都能挣二十万 这可是一本万利的买卖 嗯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不过 我怎么知道 你给的秘方就是祖传的呢 我又没亲眼见到 李默被说的有点心动 刘子平眼尖又连忙说道 小伙子 这还不容易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可以先支付我十万定金 我明天 给你现场演示一下五香水 是怎么熬制的 等五香鸡蛋煮好你再尝尝 要是一个 为你就在支付剩下的五万 李默对他露出警惕之色 摇摇头说道 那万一不是一个胃呢 我付给你的十万定金 你也不还给我 那我在这人生地 不熟的地方 岂不是白白吃了的大亏 大爷 买配方的事情还算了 你快把剩余的五香鸡蛋装好 我要和朋友会合去 拿着装好的五香蛋 李默匆匆离去 生怕被人盯上他口袋中的钱似的 走出二十多米 陈小军靠近过来说道 那个刘子平在后面跟着呢 让他跟呗 不跟的话 我这五十元岂不是白花了 你也尝尝 这五香鸡蛋真的不错 两人不紧不慢地 在美食一条街上闲逛着 大约半小时后 两人走向草湾山 准备登上山顶看看 小时说 那个刘子平跟上来了 看来有戏 两人还没到山脚下的那条小道 刘子平就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说道 小伙子 等等我 等等我 李默这才停下来 转身看向他严肃地说道 大爷 我都说不买你那个配方了 你跟着做什么 小伙子 你是不是要去看看 那个像鱼宝藏符号 我们家做的就是古董生意 对这些什么宝藏之类的自然感兴趣 不过也就是上去随便看看 真有宝藏的话 哪里还能轮到我 大爷 你请回吧 配方的事情我不会再考虑 别呀小伙子 你要是觉得贵 可以再谈谈吗 你开个价 只要合适 我就卖给你怎么样 五万 你要是同意 我先付你五千定金 明天你给我做一遍 没问题我再付一款 刘子平眉头皱的老身 他似乎在考虑 眼看李默有点不耐烦要走的架势 连忙一跺脚说道 成 就五万 我已经这么大年纪 家里又没人继承这点家业 放在手里 也是浪费祖宗的心血 既然这样 你给我一个地址 明天上午 我和朋友过去找你 行 我告诉你地址 你记在手机里 等会回去 我就先准备好材料 明天帮你满意 打发走刘子平后 李默和陈小军对望一眼 事情已经成功一半 如果正是院子里那个东西 正是要找的目标 那要将那个宝贝搞到手 也要容易很多 本来想今天玩半天 明天再想办法 偷偷翻墙进去的 看来不需要翻墙了 明天我们光明正大的走进去 小军 你通知其他人过来吧 我们登上山头一看究竟 七人沿着小道开始登山 除了他们外 还有不少年轻人 看穿着 都是通过旅行社组织而来 草丸山没有特别多的高大树木 所以登高后往下望去 四面都有非常好的空旷视野 一路上很多人拿着手机拍着照片 小师叔 如果西蜀霸王的宝藏真的存在的话 那发掘出来要值多少钱 别想那么多 就算再值钱也不属于任何个人 而是属于国家 不过 如果你能破解宝像与宝藏之谜 那你也肯明留千使了 李默笑笑继续说道 说不定国家还会中奖你 陈小军抓抓脑袋 憨厚一笑说道 我也不懂那玩意 比较好奇 所以随便问问 这座草丸山 海拔只有七十米左右高度 我们一口气登上去 几人开始发力 陈小军他们都是大头兵退役 这种登山运动 对他们来说都是小事 至于李默 他的速度非但没有落后 反而逐渐加快 老郎 你和老板最熟悉 他以前做什么的 这登山速度 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宗雄追上小军问道 他们现在只能看着李默的后辈 以前是学生 陈小军想想 李默以前好像真的只是纯粹的学生 别问那么多 跟着老板做事以后 你们吃喝不愁 快跟上老板 真丢人 我们都被他甩了这么远 六个人不得不再次加快速度 李默登上山顶时 上面有十多人 他们有的在自拍 有的围成一圈 在研究地上的某个东西 史书记载 项羽在起兵前夜 为报答项里村人 他命令士兵连夜在项里草湾山附近挖坑 埋藏十二面金螺 为了方便自己以后找寻 同时也为避免金螺被人盗走 项羽就在村东草湾山上 刻下了一连串寻宝图密码 只要破译了这些神秘的字符 就能找到埋藏在山林中的十二面金螺 李默走过去 他要看看传说中的寻宝图密码 到底是什么 眼前地面上 有一块不规则的五边形石头 长约五米 宽约三米 在这块大石头上 刻着深浅不一 大小不等的古老图案 既不像撰文 也不像经文 而这一古老印记 就是传说中的项羽留下的寻宝神秘字符 破解它 就能找到十二面金螺宝藏 李默看了会儿 走出人群 历经两千年时光 或许这神秘字符只是谣传 和史记中的项羽十二面金螺宝藏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 老板 你每天都运动吗 陈小军他们登上了山顶 头上出汗 喘着大气 每天坚持跑步 风雨无阻 李默一本正经的说道 那六人顿时露出敬佩之色 难怪人家年纪轻轻 就有这么大成就 李默登高望远 山脚下的田野 湖泊 老街 村落 给他一种心灵上的宁静 心旷神怡 帅哥 麻烦你给我们拍个合照呗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 走过来打个招呼 行 李默等那六个游人 摆好队形 就拍了几张 你们看一下 不好看的话 我再换个角度 那几人看了看都说可以 向他表示感谢 小师叔 那些神秘符号 是项羽亲手刻下的吗 陈小军在李默身边弹跳几下 长长地呼出几口气 我要是能穿越回两千年前 我一定去问问项羽 这真要是项羽刻下的 说不定这块石头也是个古董吗 说者无意 听者有意 李默转身再次看去 他的一同视线落在那块石头上 惊奇的一幕发生了 深金色的光韵从石头表面透射出来 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光幕笼罩着石头 特殊的历史 特殊的印记 给这块石头也赋予了特殊的身份 毫无疑问 这石头表面的神秘符号 肯定是秦汉时期刻下的 但是不是像于本人亲手刻下 就不得而知 李默没有收回视线 而是继续穿透 那块石头露出地面的部分 看起来有点多 但藏下地下的却没有多少 本来以为以一同的穿透能力 会无功而返 但视线穿透约60公分身后 居然一下子穿透 石头下面是土层 穿透后 视线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阻力 还能继续穿透 当再次渗透地下将近一米深的时候 遇到了阻碍 一同视线被完全挡住 无法再穿透分后 在他的双眼透视下 阻碍他视线的不是石头 而是 而是一块面积 有两个多平方的金属质感的东西 李默双眼恢复正常 他站在那里陷入沉思 很显然 土层下面的那个金属物体 不是后来人埋进去的 因为没有任何意义 如果是古人埋进去的 那顺序应该是先埋金属物体 再在上面埋上一米深的土层 最后一块石头过来 覆盖在上面 并且刻下所谓的神秘符号 那在金属物体下面 是不是还有什么 可惜自己一同的透视能力 还没厉害到那个程度 小师说 人越来越多 我们要不要下山呢 李默再次看了眼 那个刻画古老印记的石头 将那一丝一律 暂时藏入心底 眼下最关键的是 先找到项羽留下的 十二面金螺的铁针 其他的可以慢慢的琢磨 走吧 我们到山下再逛逛 现在才下午三点 不急着回酒店 七人回到山脚 沿着湖泊环绕散步 小军 知名大导演张德安 要去陈家村 寻找传统武术的素材 师兄跟你说了吗 前几天打电话告诉我了 我爸 我爷爷都再三叮嘱我 一定要好好地跟着你做事 小师叔 谢谢你还有叔公 能够将陈氏八级权发扬光大 是我们陈家老祖宗毕生心愿 现在终于看到了希望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况且任何一门传统武术 要传承发扬 单靠一人之力是做不到的 需要大家一起 发力才行 如果这次能够被张大导演选中 那对陈氏八级权的宣传 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李默想了下又说道 有些话 我不好直接跟师兄明说 生怕他们心里有负担 不过 你可以多问问那边的进展 一旦有困难 需要资金上的支持 你要及时跟我说 次日早上五点钟 李默起床出去跑步 等到返回酒店时已经七点 陈小军等人 在楼下大厅休闲区等待着 早饭吃了没有 还没 等你一起 陈小军连忙回道 我一身汗 上去洗个澡 你们先去吃 别等我 酒店的自助早餐 准备的还挺丰盛 李默弄了一盘 坐到陈小军身边吃起来 小事说 经个一大早 那个刘子平就打来电话 问我们什么时候过去 看样子挺着急的 让他先急急 到时候我和小军过去 你们几人就不要随行 免得他起一心 李默时间一拖就临近中午 他和陈小军 不紧不慢地走进巷里村 不时还沿途拍着照片 充满乡土气息的元素照片 小师叔 在京都那样的国际化大城市 待久了 就会想念乡村的宁静生活 可是真要在乡村待上一段时间 又会觉得很不适应 你说人是不是很奇怪 所以现在京都老胡同的四合院 有价无事 那里是闹钟取静 出门就能享受到国际化都市的便利 回家也能享受到宁静安逸的生活 李默背着包 这个像里村一山傍水 却没能发展起来 真是太可惜 不像晖州陈家村 那可是远近有名的武术之乡 很多人就是冲着那个去玩的 小师叔 前面那个老房就是刘子平家 李默看了看 围墙虽然老 爬满了青藤 但上面还有尖锐的玻璃碎片立着 这是防止别人翻墙进去 支呀 老师木头门打开 发出刺耳的声音 刘子平正好走出来一看 焦急的脸上立刻堆满笑容 他双手在裤边擦擦身向李默说道 小老板你好 我还以为你们是下午过来呢 昨天小伙子 今天小老板 这刘子平态度转变的还挺快 不好意思大爷 今早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逛了 这不刚赶过来 越州好玩的地方可多了 有空多转转 小老板快请进 李默跨进院子 目光立刻朝角落望去 一同视线穿透那个原状东西 一道道身金色光圈扩散出来 表面有十二生肖雕刻 这造型 这尺寸 这身金色光圈 无疑不是证明 眼前的这个就是秦汉时期的金螺 也最终证实了一个两千年的传说 西楚霸王的十二面金螺宝藏的确是存在的 京都博物馆里是发现的第一面金螺 而眼前的则是第二面金螺 令他心痛的是 眼前这个金螺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不但变形 还有几处裂口 沾染泥土 和那些杂物对方在一起 李默收回目光 神色淡定的朝身边的陈小军点点头 陈小军眼中露出惊喜 不过他掩藏的很好 伸手接过李默的背包 恭敬的说道 老板 按照行程我们只能在这待两个小时 董事长上午打来电话催你回去呢 说店里又做了一笔生意 让你尽快赶回去接手确认 多大金额的 七百多万 好 下午我们就回摩多 走在前面的刘子平听到这番话 不自觉地咽了几口口水 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五万现金到了自己手中 此刻他眼珠转了转 不知道在打什么主意 门口放着一个炉子 一口小铁锅旁边放着一个塑料口袋 里面不知道装的是什么 还有十个鸡蛋 小老板 料都已经备好 你看 明白 我现在就转钱给你 李默掏出手机 给他打了五千 刘子平收到短信提醒后 忙跑进屋内 搬出两条不知道多少年的木头长板凳 小老板 你请坐 我现在就给你一步步的介绍和演示下 他打开包装袋 从里面拿出一包包小料 然后一一地给李默两人介绍 用的是什么香料 主料是什么 辅料是什么 李默在一旁用手机拍摄着 刘子平把香料都倒进锅里 加入水开始煮起来 小老板 这水要熬至半小时 时间还充足的 我们不急 大爷 你也坐 闲着没事 我们聊聊天 李默给他让个位置 笑着说道 昨天听你说 你在二十多年前就去过摩都 那时候是去打工的吗 小老板 你抽烟不 刘子平掏出烟 要给李默一根 被他白白手拒绝了 他自己点了根吸口说道 我没什么文化 去摩都打工 也没人要 当年是帮一个人送东西过去的 在那里也就停留了三天 哦 那真可惜 难得去一趟 怎么也要多玩玩才是 尤其是黄浦江沿线 摩都外滩世界有名 刘子平连系几口烟 熟练地谈一谈烟灰 他目光瞄了下 看着手机屏幕的李默 眼中露出一丝狡诈 小老板 不瞒你说 当年我去摩都 也是为一个游客 送件古董过去的 李默扭头看他一眼 有些惊讶地说道 大爷 你送的那个古董是什么 瓷器还是字画 或者是玉器 值多少钱 都不是 是个看起来像 巨大铜锣的东西 当年那个游客说是古董 所以就花钱买了一个 还让我随车押送 到了地再付余款 买了一个 你的意思是说 你手里还有几个 还在不在 能不能让我瞧瞧到底涨 什么样子的 一共就两 二十多年前被买走一个 家里还剩一个 不过那剩下的已经变形开裂 所以那人没药 李默表现出很感兴趣的模样 站起来说道 大爷 你带我去看看那个坏的 小老板 你等等 我去搬过来 刘子平屁颠屁颠跑到角落那 一番倒腾后 从清理掉其他杂物 他想一个人搬过来 不过那东西 有一百五六十斤重 他根本搬不动 别搬了 我过来看看 李默走近蹲下来 仔细看了几分钟 最后轻叹口气说道 太可惜了 这个要是完好无损的 还真能值不少钱 如今变形严重 边缘有五处开裂 这品项已经破坏 就不值什么价钱了 小老板 古董不都是这样吗 刘子平不死心地说道 李默笑笑摇头说道 真正值钱的古董 是时间久 东西好 品香心 而不是随便一个老物件 都有价值的 你这个东西 现在只有一个时间久 所以不值什么钱 小老板 你说不值什么钱 那到底能值多少钱 李默摸着下巴估算下说道 我估计也就四五千块 不过我是做古董这个行业的 开价的标准不一样 估计其他人 也就把它当成废物回收吧 说完走回铁锅旁 打开盖子 闻闻说道 香味出来了 小老板 那个五千块卖给你收不 不收 那东西占地方大 我花五千买了回去 最多赚个两三千 没意思 李默直接拒绝 然后看了眼陈小军说道 我出去在这个村子逛逛 你留着盯着 李默背着双手走出院子 陈小军尽忠直守地 站在小铁锅旁 刘子平坐在一旁抽着烟 一脸惆怅 两根烟抽完 他看看陈小军走到他旁边 带着巴结的笑脸说道 小伙子跟着老板多久了 以前是跟着大老板做事的 这次小老板出来旅游 就一起出来保护他的安全 陈小军面无表情地回道 那你也一定知道这个古董 能值多少钱吧 陈小军眉头一皱 露出严厉的眼神 里面带着一丝凶悍之色 你想说什么 刘子平被他眼神吓得 竟然退后一步 有些结巴说道 没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想说 你要不要花点钱 把这个古董买回去 带到魔都再转手卖掉的 怎么着也能挣个两三千块 小老板是做大生意的 看不上这点歪瓜裂藻 但你是替老板打工的 这多赚点钱也是好的呀 陈小军脸色这才好点 他看看角落那个古董 有几分异动 想了下说道 小老板估值五千 但我只能给你三千 能卖我就买下 赚点辛苦费 不愿意卖就留这里废掉 刘子平一看有戏 脸上马上露出几分纠结 他伸出右手说道 在家五百行不行 多一分都没有 爱卖不卖 刘子平算是看出来了 他们两个是真的没把这个破损的古董放在眼里 小老板不屑一顾 就连他的跟班都不怎么情愿挣那个辛苦费 罢了 三千就三千 刘子平一脸心疼的说道 我转钱给你 陈小军面无表情的拿出手机 准备打款 李默走出院子 他漫无目的的走了一段距离 看四周都没人 这才拨通一个号码 远在京都的朱昌平教授 正在参加院里的一个会议 参与会议的 有历史系的正副教授 资深讲师 教授助理 和系领导等 系领导姓尤 他轻轻嗓子说道 新的学期新的气象 这几个月 我们历史系的成就 是有目共睹的 只要按照这个势头保持下去 那今年年中的综合测评 我们经大历史系 肯定是一举夺的第一 会议室里响起一片掌声 当然 我们能有这样的成绩 也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大家都知道 朱教授的学生 在这几个月里 所起到的作用有多大 明红武双耳评 历代帝王图 杨贵妃手镯 和不久前的秦汉十二生肖精罗 这既是李默个人的荣耀 也是我们历史系的荣誉 同样是精大的荣耀 所以我个人提议 月底迎新晚会上派李默 作为历史系新生代表上台发言 大家觉得怎么样 有主任这个提议好 李默同学我们几个 还是比较熟悉的 他代表历史系新生发言 我赞同 我也赞同 李默同学不错 几个与李默交好的教授 都接连同意 其他人也就默认此事 朱教授 这几天李默同学在做什么呢 有主任向朱昌平 打听李默近况 请假出京几天 走得匆忙 没说具体室油 朱教授 李默同学有能力 我们都是知道的 但他毕竟是精大的学生 随意请假离京 还没具体手续室油 万一发生什么意外 谁来负这个责任 等李默回来 我会提醒他注意这点 朱昌平知道 有主任说 这话是对事不对人 这也是精大的校技校风 突然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掏出来一看 是李默打过来的 没有接直接按调发的条短信 在开会 我找到了第二面经罗 朱昌平手机刚放进口袋里 又提示有信息进来 担心李默找他有急事 就又看了下 然后他猛地从座椅上站起来 在所有人惊恶的表情中 他回拨过去 刚接通就大声说道 李默 你确定了没有 好 好 你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电话里传来李默的声音 老师 这两天我还回不去 想在这里再找找其他线索 既然第二面经罗已经出现 那就说明 项羽留下的十二面经罗宝藏 是真的不是传说 而且 两面经罗都出现在项里村 那线索 肯定还要在这里寻找 回不来没关系 请假手续我给你补办下 你一个人 在外要当心 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 尽管提 我们会给你最大的支持 老师放心 我身边有人跟保护的 那个第二面经罗 破损严重变形破损 所以我会安排人 护送回经 到时候 让护送的人和你直接联系 后续事情 你看着安排就行 这事我会协调好 行 那就这样 有事随时联系 朱昌平挂掉电话 神色激动地宣布说道 有主任 各位教授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李默根据前期的线索 一路追查下去 已经找到第二面经罗了 项羽十二经罗是真的 史书上记载的 都是真的 哗啦啦 会议室里一片桌椅碰撞声 朱教授 李默什么时候回京 朱教授 那个第二面经罗 什么时候送到京都 李默在哪里追查到的 说不定破解像 余宝藏的最终线索 就在那里 会议室里一片吵杂声 人人都异常兴奋 这是个肯定能载入史册的大事件 足以让史学家 考古专家 都名留史册的契机 李默还要留在那里 继续追查线索 第二面经罗很快就能护送到京 有主任一拍桌面 定下吊子说道 朱教授跟进第二面经罗回京时间 我这边立刻向院里汇报这件事 好了 大家去吃午饭 散会 月州那边 李默跟朱教授通完电话 转身又朝刘子平的院子走回去 大爷 这都中午了 要不我们先去附近的美食街吃饭 我请客 刘子平正高兴着呢 他忙笑着说道 不用那么麻烦 我打个电话点几个菜 让他们做好送过来就行 小老板 你稍等 他忙着打电话点菜 陈小军朝李默做了个OK手势 李默心里踏实下来 小老板 我点了四菜一汤 行 等饭菜到了 我来付款就好 李默又打开小铁锅 闻闻飘散出来的香气 火候还不够 大爷 闲着也无聊 你跟我们讲讲 有关向里村的故事 刘子平心情好 所以叼起一根香烟说道 向里村没什么故事可讲 不过有关草湾山 倒是有一个故事 小时候长辈经常跟我讲那个故事 草湾山下是草湾湖 在上个世纪战乱的时候 山河湖是一体的 后来发过洪水 闹过干旱 慢慢的山河湖就分开了 形成了目前这种局面 刘子平猛吸一口烟 吐出几个烟圈 惬意地说道 小时候听长辈说 那湖是从山底下穿过的 干旱的时候 可以顺着河沟 爬进山腹下 不过 想想也怪甚人的 谁没事会爬进山腹下玩 大爷 这个故事有点意思 那你知不知道 当初从草湾山穿过的湖 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和方向吗 都是故事当不得真 看来 他知道的就这么多 李末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算算时间 这铁锅熬水也有半个多小时了 刘子平掐掉烟头 把准备好的十个生鸡蛋 先用温水泡了会儿 再慢慢加热水 过了几分钟 才把鸡蛋捞出来 放进铁锅中煮起来 其他煮鸡蛋 都是把生鸡蛋和凉水一起放 加上调料直接煮 而我是先熬出料水 再放生鸡蛋 这样蛋白迅速凝固 鸡蛋腥吃起来 不会显得老 还真是煮法不一样 鸡蛋大概煮了五分钟 刘子平把十个都捞出来晾干 大铁锅也端下来放凉 等料水温热时 把鸡蛋壳均匀敲碎 再放进温水中浸泡 一个小时厚后 你就可以尝尝口味如何 刘子平点的才都是大荤 除了四菜一汤和米饭外 他还点了一箱二锅头 小老板喝酒不 两杯到 酒量太差 你自己喝吧 刘子平一口一小杯二锅头 菜吃得少 他主要是产酒 已经断酒好多天了 菜色一般 李沫随便吃点 就没了胃口 倒是挺期待那个五香鸡蛋的 前后差不多花了一个半小时 成品五香鸡蛋出锅 李沫拨开一个闻闻味道 果然一样 咬上一口 满嘴都是香气 小老板 如何 没话说 我现在就付钱给你 小老板也是个爽快人 再免费告诉你一个吃饭 天热的话 五香鸡蛋做好 切拌 放冰箱冷藏 口感会更好一点 谢了 余款顺利到账 刘子平一张老脸都笑开了花 小军 那个废掉的玩意你买了 带到魔都转手 也赚不了几千块 太麻烦了 就是赚点小钱 陈小军憨直的笑了笑 小老板 那古董挺成 你帮他下吧 刘子平对陈小军 还是有好感的 毕竟人家 可是出了实打实的三千块 这点小钱也惦记 没出现 我来帮你抬吧 李默嘀咕几句 刘子平反而对他鄙视得很 一辆乡市货车停在路边 李默和陈小军将第二面金楼台上车 他叮嘱道 宗雄留下 其余人一起回京 将这件东西亲手交给金大的朱教授 是 老板 等货车开远 李默将旅游包背在身后 朝草湾山走去 老板 你还要登山吗 不登山 沿着湖道再走几圈散散心 等回到金大 就是繁重的功课 想再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李默一边走一边问道 你们代号是谁起的 当初是做游戏 我们抽签抽到的 我叫宗雄 小军叫老郎 还有老鹰 眼镜蛇 花豹和鳄鱼 在部队里叫习惯了 也就这么一直叫着 我 老鹰和眼镜蛇 都是侦察兵出身 花豹和鳄鱼 擅长的事隐藏狙击 谈对象了吗 年初的时候 在老家相亲了一个 不过人家 在京都工作 看不上我这样的粗人 听你的意思 你是看中人家了 李默看了他一眼笑着说道 以后你也在京都工作 有空就找人家吃吃饭 聊聊天什么的 说不定还是有机会的 对了 他在京都做什么工作的 好像是在一家商场里 做营业员 具体的我没打听 人家没看中我 我哪里还会死皮赖脸的 去约人家呢 你呢 就把他当成敌人的堡垒 你要做的 就是想尽办法攻克那个堡垒 攻破了你就赢了 那我试试 李默怂怂肩头 打仗你都不怕 怎么害怕追女人了 草丸湖不算大 东西长有三百米 南北五百多米 李默站在湖边环顾四周 他在看湖河山 哪里有可能是交接的地方 纵兄 我们到那边走走 湖河山之间 有一条三米宽的路 然后是沿湖边搭建了一条战斗 湖里养了荷花 水草之类 水质清澈 走在战道上 可以看到小鱼游来游去 李默慢慢地走着 一同视线一直在扫视 可惜走到路的尽头 也没看出什么异常 洪水来了 干旱来了 沧海桑田近百年 故事中 那条从山腹地下 穿过来的湖沟 早已经消失 李默甚至有种猜测 刘家大院的那两面 金罗会不会就是从湖沟掏出来的 不然那故事 讲得也太有板有眼了 宗雄 你是侦察兵 如果我告诉你 曾经有条湖 从那草湾山山腹下穿过去的 你有办法判断出 那条湖的走向吗 宗雄想了想 又看看眼前的湖泊说道 既然有湖从山底下穿过 那么就是 有进口和出口的 我们可以沿着山脚走一圈 看能不能找到其一 这个建议好 李默光想着 在湖河山的交接地方找到线索 却忘记还有一个方向或许也能找到线索 或者说可以证实一点事情 那我们绕着山走一圈玩玩 李默记得 昨天在草湾山山顶眺望时 一面是草湾湖 美食一条街 旅游服务区 而另外一面则都是农田 有一条灌溉渠 从山脚延伸向远方 要说 有湖从山底下穿过 那对面的灌溉渠 可能就是一个口 两人走走看看 花了半小时 绕到山的另外一面 他们俩站在灌溉渠岸边 这条渠宽有十米 深不知道多少 在岸边树立着几个清楚的警示牌子 写道禁止下水 禁止游泳 灌溉渠的尽头 就是在山脚下 所以要到另外一边 必须要从三百米远的一座石桥绕过去 老板 我们要绕过去再看看吗 不必了 我们回酒店 李默就在刚才 他用一桶一直潮水下穿透 在水下七米多深的地方 他看到了一堵用水泥浇筑成的墙 那面墙没能阻挡他的视线穿透 在背后 他看到有一个山洞 故事不是空穴来风 在上世纪战乱时候 这条湖的确是穿过山幅道 另外一边的 后来那边单独形成一个湖泊 而这里应该是出过安全事故 所以浇筑了一面墙堵住洞口 并且立着几面警示牌 接下来三天 李默走遍了草湾山四周的村落 他主要就是和当地的老人聊天 收集不同的信息 在第四天 朱教授一个电话 催他立刻回京 因为西楚霸王项羽的十二面金楼宝藏 已经被证实 这引起的连锁反应太大 而作为这件事的核心人物 上级领导想要找他面谈一下 朱昌平教授不方便透露 那个上级领导的身份 李默猜测 对方身份有点特殊 他只好订了最早的一班飞机 当他和宗雄两人走出机场时 陈小军在外面等着他们 一辆定制防弹板劳斯莱斯停在路边 亮下了来往无数人的眼球 不懂车的能看出车的不凡 懂车的并且自己开车的 直接避让的远远地 宁愿和其他车辆来个亲密接吻 也不愿意碰擦一下 擦一下可能维修费 就能买一辆普通的豪车 小师说 你来上上手 李默挺易懂 不过看看这来往密集的车流 还是有自知自明的说道 你看 我们先离开这里 在车上 陈小军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一些事情 那第二面经罗安全送到京大 由朱教授接手 和系里的几个教授 一起去了京都博物馆 他们要对这面破损的 经罗座详细的数据采集 与第一面经罗座比较 现在经都博物馆 每天都十分热闹 在京大领导的协调下 邀请了不少其他院校的考古专家 知名学者一起参与研究 小师叔 现在有消息传出 上级相关部门想要组织一个联合考古小组 主要就是针对十二面经罗宝藏进行研究 你被朱教授紧急叫回来 估计也是想让你进那个联合小组 名流史册的契机 谁不想抓住 一旦成功破解 向于宝藏之谜 找到传说中的宝藏 那联合考古小组的所有成员将功成名就 等见了朱教授 就知道是什么情况 下午四点多 劳斯莱斯停在京大门口 李末提着背包下了车 忽视进出校门人的不同目光 直接朝历史系教工大楼走去 这一路上 看到秋季新生还在军训着 一声声嘹亮的口号不断地传来 在会议室里 朱昌平等教授 已经坐在那边等着开会 有主任一边喝着茶 一边在看时间 在他身边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 情局 这是有点突然 也让人费解 秦雅丽轻笑道 没有什么费解的 规矩是人定的 自然也可以 由人去打破 在李末出现之前 你们有谁能想到 会有名红武双耳屏 和历代帝王图 那样的西式珍宝现实 又有谁能够发现 杨贵妃手镯那样的奇珍 更别谈流传 两千年的像羽宝藏之谜 奇迹既然出现 我们就要让奇迹继续下去 所以上级领导 才商讨几天 统一了议案 报请最高部门审批 现在红头文件就在这里 等李末一到 我就向他宣布下 正说着 李末敲门走了进来 李末 坐这边 朱教授朝李末喊一声 直指身边的空位置 李末既然已经到了 那我们会议就正式开始 首先 我们要对李末同学的发现 抱一掌声 由主任带头鼓掌 其他人纷纷跟上 谢谢 李末 这几天你一直在越州 寻找更多线索 目前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线索没有 就是听了很多故事 有些故事还挺有意思 有些纯粹就是一早 李末 这位文保单位的勤局 你是认识的 今天会议最主要的就是 上级领导形成了一个决议 具体的 还是由勤局来宣布下 秦雅丽从文件夹中抽出一份文件 他接过话筒说道 我和小莫认识好久了 看到他有这样大的成绩 我心里也高兴 这次项羽留下的金螺 现世解开了2000年的谜团 但这才是开始 能不能找到项羽宝藏 还是未知 诸位教授专家 曾经一起研讨过 项羽宝藏分两种 一种就是十二面金螺宝藏 另外一种 就是掠夺大秦财富中的一部分 即使只是一部分 那也可能是六国史上最精华的财富 当然第二种宝藏 目前只是猜测 可如果也是真的 那最可能埋藏的地方 就是和十二面金螺埋在一起 所以上级部门研究决定 组织一个联合专家小组 结合史记 越州地方志 民间流传故事等所有内容 再进行探讨 看看能不能再找到更多的线索 秦雅丽说到这里 看了眼李默 李默是一个善于创造奇迹的人 我们大家都对他 给予了很高的期待 希望他能再次创造奇迹 早日破解项羽宝藏之谜 这是众人压身 李默立刻压力山大 自己只是寻宝建宝 可没本事去寻找宝藏啊 你们越是抱以期望 可能失望越大 秦菊 项羽宝藏历经两千年 依然无人破解 我恐怕会有负重托 李默说的是心里话 如果一直找不到项羽宝藏 那自己这辈子 岂不是都要背负这个压力 秦雅丽此刻 据笑笑说道 我还没说完 最重要的话在后面 此次联合小组 会分两个方向进行 一个是专家组的研究方向 另外一个 就是你独立进行的方向 两个方向同时进行 依照国家法规 地下挖出来的都属于国家 但是针对项羽宝藏 经过上级领导提议 经最高部门审批 有如下决议 这个决议只针对李默一人有效 李默神情凝重 这是玩得是不是太大了 他只是个精大学生而已 李默 如果是你最终破解项羽宝藏之谜 找到传说中的宝藏 所有发掘出来的宝物 在你有生之年 所有权都归属你个人 但每一件宝物 都必须登记注册 接受监督 不得赠予 转让 出售 出国 同时 你有义务要保护好他们 李默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 可是在场除了有主任外 其他教授都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很显然 他们也被这种决议给震惊到了 决议说得很明白 如果李默找到宝藏 所有权在他有生之年归他个人 死后所有权归国家 这是前所未有过的事情 也是大家从来没敢想象过的事情 同时决议后面还带有很多限制条件 仔细一琢磨 除了所有权归你 其他的一切都还在国家的掌握之中 而且 你还要付出更多精力 去保护他们 尽管如此 这是多么大的荣耀 李默这时有点回过未来 给你荣耀 同时在你头顶上 寻着一柄剑 他没有想过 要得到宝藏的所有权 如果有机会 能够破解掉宝藏之谜 甚至找到传说中的宝藏 他自然会全力以赴 但事情的发展总是出人意料 难怪朱教授催他立刻回京 李默 对于上级这项决议 你有什么想法吗 想法很多 就是难以实现 李默想了下说道 如果我全力以赴 去寻找项羽宝藏 能有多大的支持 秦亚丽严肃地说道 全力支持 李默明白他的意思了 只要政策允许 任何支持都是可以的 反正这个承诺 对他来说可有可无 毕竟他现在还没头绪 虽然收集到的很多信息 都指向草丸山 但以他目前的能力 还无法判断最终结果 如果他的一同能力再次增强 能够穿透山顶那块 埋在土层下的金属物体 或许他心中的那一点点猜测会 得到验证 李默 这是所有人对你的期待 秦亚丽最后一句话 让李默放下心中负担 他点点头说道 我会努力 为了配合这次联合考古小组的行动 两面金螺出世的消息 我们暂时不会对外宣布 免得引起很多肖小之徒的窥视 秦亚丽起身说道 李默 如果你没有意义的话 可以在这份文件上签字 一事两份 李默接过红头文件 大概浏览下 提笔签下自己的大名 还按下手印 秦亚丽收好文件 本来今天另有领导 要见你一面的 临时有事已经不在京都 下次空了 我再约你 好的 我在京都的话 可以随时联系我 会议结束后 李默和朱昌平教授 一起走出教工大楼 小默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疑惑 这是晚上吃饭的时候 我再跟你详细说说 对了 你手中的这份文件 要让明成及时备份 他们两口子 晚上过来吃饭 你和他交接下 行 我正好还有其他事情 向你咨询 我先回宿舍洗个澡 换身衣服 晚上六点左右 李默接到一个电话 就收拾下离开宿舍 陈小军在楼下等他 交给他一个信封 小师叔 这是开好的现金支票 可以随时兑换 这几天 你们好好休整下 估计很快就要返回越州 李默把信封放进 手提钱包里 不忘记叮嘱下他 那几个兄弟生活上 有什么需求 你多注意点 放心吧 小师说 这点小事 你不要操心 我会处理好 那我回去了 姑姑今天晚上 做了对老家的蒸鱼 还挺想念那一口的 李默在校园商店里 又买了点水果 左右提着 就朝朱教授家里走去 开门的是朱明成老婆 他忙伸手接过水果 李先生 你太客气了 秋干雾燥 多吃水果 有助于美容养颜 哈哈 看来这水果不吃都不行 我来洗一洗 朱明成 从房间里走出来笑道 你和李先生聊会 我去吸水果 李默坐到客厅沙发上 没见到朱教授 老师还没下班回来 有点事情 晚一点 菜菜呢 别提那丫头 真让人操碎了心 都上初三的人了 思想上还没有一点压力 我们不都是这样长大的吗 说不定你那个时候 还不如菜菜呢 李默从手提包里 拿出那信封 递给朱明成说道 对工的费用 已经结算给你 这是我个人给你的 别推辞 拿着 李先生 你已经给的很多了 这个我不能收 你做事我放心 这是我个人表示感谢的 李默又把带过来的文件 交给他 你看下这份文件 留个备份 原文件 我会让陈总存入银行保险箱的 来来来 吃水果了 朱明成老婆 端着洗好的葡萄和苹果走过来 我给菜菜送点 李默用一次性小盘子 装了点葡萄 走进书房 他留在客厅里的话 朱明成不会接受那个信封的 明成 这是什么 李先生个人给我的奖金 我看看 朱明成老婆 手快直接拿过去拆了开来 他想阻止都来不及 明成 这是五百万现金支票 客厅里一时安静下来 明成 这要不要收下 朱明成迟一下才说到 收下吧 我这边会重点培养几个骨干精英 为他服务 书房里 菜菜气鼓鼓地吃着葡萄 一边吃 还一边抱怨 什么葡萄 一点都不甜 李默看他连葡萄子都没吐出来 不由感到好笑说道 这可是我亲手挑的 甜度十足 洗好了我都没尝一个 就先给你送点 你气性可真大 细细 我就是在跟老猪同志赌气呢 大侠哥 跟你没关系 不过你这葡萄挺贵的话 口感真不错 进口的 难怪这么好吃 大侠哥 你给我辅导作业呗 李默面露怪色 你爷爷没跟你说过我的学业情况 我可不是学霸 在班级里只是学渣偏上一点 能进京大智等名校 还是因为特招 否则我们一辈子都不可能有碰面的机遇 哎 要是我的脑袋里能装一个计算机芯片 那该多好 不管什么作业都是满分 菜菜吃完小盘子里的葡萄 又摸摸肚子说道 最近长肉了 我要减肥才行 好好做你的作业吧 还有时间思考减肥的事情 李默轻轻敲下他的脑门 拿着空盘子走出了书房 朱昌平教授正好推门走进来 他看到李默已到 直指客厅说道 先做会 晚饭过会就开始 朱明成老婆给李默上了一瓶冰镇过的金银花水 这个季节喝点可以去造火 明成 最近你们两口子是不是特别忙 你们再忙 也要多花点时间陪陪菜菜 那孩子今年上了初三 也处于青春期最关键时刻 可不能马虎大意 爸 我和明成已经商量好了 我工作这个月底就结束 以后在家专门陪菜菜 等他考上高中 我这边再考虑继续工作的事情 朱昌平这才满意的点点头 老师 今天这事 你怎么看 我和有主人单独聊过 上面的意思 还有点模糊不清 可能是想重点培养你 眼下你找到了两面金螺 已经引起很多人关注的目光 项羽宝藏啊 如果能揭开两千年前的秘密 这是多么大的一件历史事件 光是那十二面金螺极齐的话 那也堪称无价之宝 民族之宝 要是真的还能牵扯出 从大秦掠夺到的一小部分财富 你自己可以想象下 到时候会有多少目光凝聚到你身上 全世界都会为之震动 这样是不是太高调了 高处不胜寒 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李默可不想在高聚灯下生活 看似光鲜 苦处唯有自己才知道 事情你可以扎实的去做 其他的都可以谈 你不想高调 而想高调的人多了去 那签署的那份归属权协议 朱昌平笑起来说道 如果你真找到了项羽宝藏 那归属权就是给你最大的奖励 这其中也有另外一个层面意思 那就是他们对你的寻宝能力 还是很期待的 给我一个甜头 再给我下个套呗 哈哈 你小子还不乐意怎么的 你放眼看看 有谁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好了 我们上桌吃饭 边吃边聊